书接上文 接说一段雍正剑侠图 跟您说到杭州利类 这个顺标局子出来 老少英雄艳露之上 扬州城的老百姓 都瞧这夕阳景 没见过 这老少英雄呢 也额外的要抖擞精神 走得慢 因为什么老百姓都察言了 就这样莫分了很长时间 这才来到了北高峰以下 一看这儿好 人山人海拥挤不动 都是瞧类的 按说瞧类 不能拦着 随便瞧 唯独这次是观准利类 您看这类台嘛 都拥在类台底下 都那么巧 谁都愿意占头了 这个不行 这个离这类台两丈 就栽下桩子了 全都是啊 饭碗粗细那么大的百姆桩子 一丈的百姆桩子 地下头五尺 地上头五尺 然后拿核桩那么粗的绒细 给劝上 整个 把这擂台 围在当地儿 这两丈以内 就不让过了 那么有兵丁 谈压地面 因为这是观准利类 有杭州府 和这个 前唐人和二县 派的这个官兵 武训官 但有一小棚子 摆一张桌子 茶壶茶碗 点心预备好了 坐在这棚子里头 一个 是带这些兵 另外 得登记造册 事凡上台 要打类的 必须要标明挂号 这个官方 得记录在案 得有档案 那么就是冲北 是那月亮门 扎的花牌了 那么冲南坐北 是这个擂台 一东一西 两座看台 这边这看台上 拉出来了 有大旗 南秀平津 上面写着金龙标局 这边写着 飞龙标局 那无疑问了 写着金龙标局的 侯廷这拨人 都上这西看台 那么这边写着 飞龙标局 以法禅为首的 这一拨人 都上东看台 大家伙 过了这花牌楼 分开老百姓 到擂台底下 一看这座擂台 好看 这擂台的庄子 露在地面上 就一丈五尺 全都这么老汉 全都这么老汉 整根的大木头桩子 栽在底下 要不禁不住这座擂台呀 上面有个暴露 这台板呢 都是一尺建翻的 摆木坨 台板应该呀 是这么厚 三寸多 三寸多 那是戏台上的台板 这不成 擂台的台板 要用三寸多的台板 那一剁就舌了 因为什么 这帮人都有功夫 这都是一尺建翻的 摆木坨子 一根一根一根 凉好了 就过联在底下架子 在底下是桩子 就这一个擂台 废木头 比盖时间房都废 全是整料了 上面 有盆 挂着彩球 挂着赤箔青蓝色 这么无色的彩条子 也有上下厂联 跟戏台那差不多 当家画一石狮子 这边有上堂门 这边有下堂门 一出一入 无非呢 戏台上那写着 上堂门这写着出架 下堂门那写着入像 这是戏台上 台联手就 都秀得很好看 擂台上呢 也不错 但没有那么讲究 那么漂亮 抱住上写一副队 上链写 拳打南山 山崩地裂 下连配 脚踢北海 海浪破搬 横着写四个大字 一武争拳 争的什么拳 争的是 这个打鱼的鱼铁 这么一个权力 这是明着对外说 实际 真的是武林当中的地位 陆林道要的这脸 这不是擂台 这就是杀人的战场 大家伙儿 看罢了这座擂台 这才 上这西看台 到新看台一看 金七八仙桌子 八仙桌旁的太师椅 后边一拉六 全都是八仙桌 头的这张 最好 金七大八仙 后的呢 都是小八仙 小八仙跟那大六仙 差不多那个儿 但这个呢 是八个人坐的 都是鱼木擦大鸡 后边这就不是太师椅子了 都是靠背椅子 那么头的这八仙桌子 谁坐呢 坐的当然是贝利 上手侯廷 张鼎张子美 下手侯杰 李源 同林 八的门人 啊 管何软臂 侯尊侯运 啊 报信啊 燕宝啊 这些个儿几个 啊 徐元少徒 验别赤 列列两江 这桌呢 哎 是这个 李永李宽 走遍天下福德兰 探能取物 孔秀孔春芳 啊 这些人都分着坐 让人看着也挺好瞧 那么在这个擂台底下 兵器架子列列列两旁 说是十八人 实际呢 高四十多人 内十八 外十八 刀枪剪辑 辅业勾扎 躺连锁 往边剪锤抓 占拳了 什么都有 擂台的两侧 站着四个人 这四个人 都是棒大小伙子 全都是青布缠头 青布裤褂 两截穿衣 高大帮腿大撒鞋 尾根旁边呢 预备一大箩筐 箩筐呢 上面拴着绳 绳上面系的贬单 干嘛用的呢 搭人用的 有受伤的 当时拿这大箩筐 就给搭走 台上的八个人 台底八个人 这都是预备搭人的 因为什么 刀枪乌眼 拳脚无情 不动手则已 一动手准得伤人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打人啊 没有好手 骂人没有好口 说我憋着骂这人了 我张嘴 我还很文明 很客气 那位呢 不往心里去 哎呀同志 你怎么办可不对啊 你这样做很不道德 你在你的这个内心的深处 应该受到谴责 你自己就没有深刻的认识到 反省一下子 你这样做是错误的吗 您琢磨琢磨 那骂人没有好话 很文明 那能骂出来吗 只不过我们说书 坐台上 别给您小就完了啊 哎 所以呢 这个骂人没有好口 打人没有好手 啊 必要受伤 台上八个台下八个 都预备搭受伤的 在外边 这圈可就当兵子把着了 老百姓一阵一阵的乱 干嘛后边就愿意往前去 前面就不愿意往后来啊 这里边还穿梭好些 做小马吗 那就跟赶集一样 干什么的都有 当然也有不少会练 那说杭州本地 那里也得有靶石 有不少当地高明的靶石将 也前来观类 听说了 名动天下的 侠客爷 都来到杭州 北高峰了 前来阵类 借着这个机会 要大饱眼福 开一开眼界 侯廷率领众人 在西看台以上坐稳 刚坐好 就看远处 哈我家 跟过官老一样 名罗开道 哗哗哗 轰散闲人 先跑了两六人 这两六子都是飞龙标局的烫手 全长的棒小伙子 一人手里也是一根藤子棍 轰散闲人 靠边上 不能往人身上打 竟往地上抽 打得尘土高扬 飞起多高来 看着这声势可大 老百姓怕打呀 破开浪烈的厢房 分开一条人胡同 当先是一匹高头大马 马上端坐一人 黑餐餐一张面皮 浓眉大眼 鼻子口罩 大耳相衬 飞是旁人 正是飞龙标局的标主 潘龙 那么潘龙靠靠 就是四个小和尚 抬着这座监狱 监狱之上 端然稳坐叫大和尚 法禅僧 再往后一匹马一匹马 都是陆临到江湖上 成了名的人物 这一队人一进这个花牌楼 一进那大越岭门 老百姓纷纷鼓掌叫好啊 势均力敌啊 这边西看台的都做好了 就等东看台这拨人了 他呀 呼噜呼噜 众星捧月相仿 捧着法禅和尚 上了东看台 东看台法禅僧 大不大样往当家一坐 上下手 什么这个 宾乐桥和金乐寿 这叫辽东三老 这边什么 上官二弟兄啊 王氏三杰呀 各位标局子里的标头标主啊 也做了这么一大片 两旁边 可就要开打了 后庭叫黄菜 说金朵 到对面去看 看看飞龙标局 都派什么人了 把飞龙标局来的人 人名单 乘到为师 我的面前 我要观看 黄散答应一身 转身没走 就看 由这个西看台南边 这梯子上头 登登登登登登 一六小跑跑上 一个人类 后边还跟俩胖子瞅 浑身似汗 腕面惊慌 都喘了 侯庭认识不认识 黄散的徒弟 他的徒孙 叫烙地燕子张雄 这个孩子神色慌张 走到黄散的面前 欲言又止 黄散瞧着有事来 怎么回事 师父 啪的耳朵旁边 耳语几句 眼瞅着黄散这脸色就转了 啊 当时汉就下来了 急得直搓手啊 偷眼看了一眼侯庭 侯庭可就明白 又出事了 金多 老师 什么事啊 说 亚迪的声音 啪在侯庭的耳朵边上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打类归打类 买卖不能歇着 你这些日子 你请着这么些人 前来震类了 打这座杭州类 那么标局的有生意 尤其最近 湖面上打鱼不让打了 因为这个湖到底归谁打 没弄清楚了 义务争权吗 得多得你们这杭州类分出上下 论出高地来 确实 这个杭州 西湖里边的鱼归你们两家谁 定辞是了 说好了 你们再开始打 要不我们官府不给你们鱼铁 不发这营业指导 不让打鱼 这京家就受损失 那标局的这边 还得额外的加紧的做买卖 哎 可巧来了 这么一窍活 什么叫窍活 就是这趟保的 这东西挺容易 没货物 全是钱 你要是保货物 这批货 一大堆 值不了几千银子 这直接就保银子 有金有银 还有点珠宝首饰 按说这点东西 就凭这么大金融标局 小孟长黄产黄金多 还真没放在心上 两万两银子的东西 对于他来说 现在不算特别大的数目 但这活挺壳 派几个人就去了 要素长以往的黄产黄金多 就不亲自去 还派这个得力的人 带着我的标棋子 谁敢结金龙标局 好家标主黄产 镇东霞的徒弟 江湖上谁不给个面子 现在不成 非常实气 正跟飞龙标局作对 加着小新 弄派了二十名烫子手 保这两万银子 还不放心 让自己心爱的徒弟 烙地厌的小张熊 你亲自来一趟 错来这张熊呢 没跟过标 能力是不小 静在家呀 跟黄灿烈 真正走标 这还头一回 就因为这年轻 没跟过标 所以罕标的 特意派了个老趟子手 这张二愣 跟张二愣说 你可跟少彪头 仔细点 你是久走这趟 您放心吧 可就把这个 锣垛子拴好了 车上呢 摆了几口箱子 可没有真东西 这是保镖的规矩 保镖呀 有明标暗标 不一样 就是你保的是现银 也不能说 把这银子都搁到包袱里 一人背一小包袱 那不成 假装的也得弄个标车 搁几口箱子 为的是遮人的眼目 顾几个车老板 那么这个标车 顺着杭州 天竺街 金龙标局客就出来了 张二愣 骑力皮高头大马 大高个 头了掌的这标棋 这一路他喊 那标堂子 喊标堂子有规矩 头一二的声音红亮 底气这族 不能导音窃字 传出去声音得远 要别喊 喊就得让人听着 得有上午的精神 喊什么 喊阿摩威武 这几个字 阿摩是什么 阿摩就是达摩 达摩是老祖 天下练武的都得称是达摩老祖传下来的 那么唯独这个保镖的供达摩老祖为祖师爷 那么喊阿摩两个字是BJ组会 下边喊威武二字 扬着标棋 才投了走 后头呢 是标车 标车走当劲 二十趟的手 左边十个右边十个 有家伙可不能拿着 你保镖的也是安善良民 老拎着刀走马路上 那就怎么回事 刀得搁在窍里头 挂着标车上 枪得戴上枪帽子 拿绳给系好喽 也得搁在标车上 真说动手才能晾家伙 没有截标的 这叫安善良民 保镖的规矩 出多少人回多少人 出多少家伙回多少家伙 官府啊得有底子 像拿北京来说出张一门 头一战叫达棍营 保镖的达棍 在这落脚 现在广南门外的还有这战 就是张一门 就是达棍营这战 出了关心乡 头一战就是达棍营 北京这地方是首都 对了 你保镖的 出去二十个人 拿着二十把家伙 回来七百多人 回七百多家伙 干嘛别人造反是那么的 所以得在达棍营 就是出过达棍营 就是入 我说过这个 有时候您听 大保镖这段相声 啊 说这个出奇货门 就是朝阳门 啊 出奇货门 下官乡 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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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师父一传上 我不能说人说的不对 保镖的不出奇货门 说他走的是东路标 啊 出奇货门 然后往南管 哎 奔这个 苍州 由苍州这儿 还下天津 走海路 那他也得到张义门 由张义门 再往南绕 所以说保镖 必须得出张义门 哎 出官乡 下吊桥 走达棍营 养居院 无险财神庙 小姐大姐 肥吃 卢不小 小十三 大十三 富文斯 斗店 就得这么一阵 一站往下说 你就北路标 走南北 二网 库伦草地 也得先出张义门 然后再往西的门绕 再出德胜门 出德胜门 走青河沙河 唱平线 难够 枪龙枪 康庄的 就得这样 所以必须出张义门 这就是保镖的规矩 那么 杭州也如是一样 这家伙不能亮 你保镖的也是老百姓 最后 镖车后头 是烙地燕的小张雄 跟着这镖车 一路之上 喊着镖烫子 微微舞舞 也没人敢提 出了杭州府 过了这个 太和宝带街 就是太和宝带桥 过了太和宝带桥 就是八百里太湖 桥上头 张二愣 把标旗一卷 怀里头这么一抱 要雅旗而过 为什么要雅旗而过 因为张二愣 久走这趟道 在这个太湖里头 有响马 有战山为王 落草为寇的债主也 书中代言 这座太湖可了不得 八百里太湖水面上 有水汉两路 英雄好汉 太湖内有一座中山狮子寨 有五家债主 战俱太湖 这八百里太湖 都归这根五个管 出处可了不得 就在云南空冰府 有一座昏山 昏山上有一座铁扇寺 铁扇寺两位当家的 人间的剑客 叫铁面前蓝佛 紫面前蓝佛 祭祠祭元 两位大和尚 这套书 祭祠祭元的能耐 可太大了 您听后文书 到了同龄带着人 打八卦山的时候 是先打铁扇寺 后打八卦山 这叫敲山镇虎 铁扇寺可太难打了 这是后文书咱们哥信 暂且不表 单说这五位当家的 学艺都在铁扇寺 云南昆明 胡尔山铁扇寺 两位大和尚的俗家弟子 大爷就叫做 金头狮子 孟恩 孟少伯 结一位脸上啊 这儿是有一块黄显 这黄显呢 跟烧饼那么大个 特别的瞩目 使他们一条啊 虎尾三节棍 勇 而且浑身上下横链的功夫 所以孟恩 孟少伯 江湖上人 送一个匪号 叫金头狮子 二爷呢 叫做山雕 您听这名字 耳熟 坐山雕 鹏飞鹏万里 三爷叫金毛海马 袁德亮 四爷叫病谢志 何报何药山 五爷叫病类大莽 寒大寿 太湖中山狮子寨 人称叫太湖武兽 一个狮子 一个坐山雕 一个金毛海马 一个病谢志 就是豹子 一个这个病类大莽 设为太湖武兽 那么这哥五个能为都不错 这哥五个 您没看占据太湖 可是谨守江湖道 对于江湖上的规矩 那是非常的在乎 有保镖的打死经过 得看你的态度 你要懂规矩 雅琪而过不喊标 按着江湖道走 绝不能够动你 谁要动你 我们还得出头 替你找标 你要打算要扬威 扬琪而过 那对不起 得接你一下子 那么都知道规矩 都雅琪而过不招太湖 怎么办呢 真说得上杀父济贫 知道哪有脏官恶霸 土豪略深 跟五个带人抢他一下子 就即便是天下 都是清廉之官 没有一个脏官恶力 土豪略深 怎么办呢 人巴巴利太湖的出产 可太大了 水汉两路 靠山得山 靠水得水 真正的鱼米之乡 就巴巴利太湖 这个出产 不仅吃不清 花不尽 每年还要施舍于穷人 剩的这个钱 除了太湖中山狮子寨上 这些个人吃穿用度 一年开销之外 拿着钱 听说哪有灾情了 战山为王子还要拿出钱来去镇灾去 那年头 贼跟贼也不一样 您常听说道义有道 强道也有好样 这哥五个人可就不错 那这哥五个的行为是这样 张二愣九走标 知道 虽然说 太湖武兽 跟黄散黄金朵 小孟长 说不上是朋友 但是江湖上彼此闻名 而且老师都是成了名的人间侠客 多少得亮个面子 多在走到这儿 都是把旗子一卷 怀中一抱 哑着过去 今天也得如是一样 这就是保镖的规矩 你哑着过去 不但不能解你 你这个镖要丢了 你冲这个当地战山的说 他脸上不好瞧 哦 我在此战山为王 别人把你抢了 这块地盘归我呀 你闷完了 这镖我替你要去 不仅把镖得要回来 额外的还得拿出钱来 完这个事 要这个全脸 还有呢 就是你对我得尊重 得示弱 你那意思你怕我 哎我这样才有面子 本来呢 太湖中山时代在不缺钱 所以对这个走镖的呢 额外的往开一面 只要你不是大吹大打的 哎都让你过得去 而且呢 上三辈都有交情 张二愣想的挺好 这烙地宴的小张雄不干的 小张雄这一道挺美 压标车骑着马走的最后头 一琢磨这次我们金龙标局可露脸了 怎么 现在我师爷来了 镇东侠呀 都这么瓶瓦 这次杭州来请了这么些能人 到那趴把飞龙标局给打趴下 嘿 这西湖里的鱼都得归我们打 以后这保镖的买卖也得都归我们 一下他们咬败 鹌唇斗败鸡就趴下来 那么以后这标都得落我头上 我的头一趟要包好了 以后都是我的 心里没 开张头一回我得卖力气 所以骑着马上耀武扬威 心里挺美 挺痛快 走着走着 一到这太和宝带桥 看见太湖水面了 这张二能不喊了 小张兄一听 这可没有 张二哥怎么这样 该是我扬名立问 成名露脸的时候 你倒是喊的 你喊人 你看我这保镖的打管 一打听哪金龙标局 一打听谁少标头 闹的咽的小张兄 我江湖上 小小有味 你这你不喊 老哑着 多当我能把我这名给闯开啊 他心里的一别扭 策马向前 二哥 张二愣 哦 手标头 喊呐 喊什么 废话 你说喊什么 喊标趟子呀 你来不就应得得拆什么 你是喊标的 哦 手标头 这不能喊 您别看我叫张二老 我可不漏 这到了太湖了 巴比利太湖有债主爷 素长一往咱们金龙的标局到这有规矩 得哑着过去 啊 哑着过去 为什么 就这规矩 怕有节道的 我不能那么说 嗨 别人怕我可不怕 别人跟标 我不管 我张雄跟标 你得给我喊 额外你给我高声喊 让这二人有锣给我筛着锣 得大声喊 不单你一人喊 大伙一块喊 我看什么人吃着熊心 吞着暴胆 敢抢金龙标局的标 二哥你怎么了 素长我师傅在家 那还真得加点小心 现在不接了 我师爷来了 我师爷现在亲临杭州坐镇金龙 您琢磨琢磨 镇东霞是什么人物 我这当孙子的 我得给师爷露脸 张二灯一听 这家伙 小马大行闲路窄 大鹏斩翅恨天低 这真叫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 你师父小孟长打这儿过 他也得哑着过去 你师爷来了 他也不能破规矩 烧标头 这我担待不起 我问你一句话 这趟标 是你宝啊 是我宝啊 那还是您宝 完了 天塌下流大个子盯着 这标要丢了是冲你张二愣说呀 是冲我烙地燕子说呀 那还得冲少标头您说呀 这不结了吗 你呀 索性大的方法的 你给我喊 喊得身高 喊得身大 少猫头一高兴 我还多赏你钱 你要哑着过去 可别说咱哥俩耽误交情 我可跟你分 好良言难选该死的鬼呀 咱儿能一听 这就是年轻没吃过亏呀 要按说 我为这买卖想 我就得哑着过去 至多你跟我急 咱俩闹一场 可是你端得能长进呢 完嘞 我也让你知的知道 炸入炉堂水有多深 你看着那炉尾叶子不深呢 小子 进去就够你一下 喊嘞 把标记 就给抖了开了 望空这么一举 试着话 我可喊了 大声喊 都有我 得嘞 你还跟标车 可就顺着太和宝带桥下来 头脑 扑朗滔天 巴巴里太湖大水面 张盖儿愣这嗓子练出来 阿木 借这水音 传出多老远去 五字一老 阿木 二十趟子手一看 行 少标主跟着 老弟燕子张熊 有能耐 连车老板跟着都长份 连说带笑 人这太湖水面 受了受不了 整赶上 中山狮子寨三爷 这金毛海马 袁德亮 和五爷 并类大莽 韩大寿 哥儿两个 架小船 带着小头目 这儿正巡护 在这个太湖中山狮子寨 一共四个小头目 四个小寨主 两个在旱路 两个在水路 旱路上这两个 一个叫敬礼兰花 催美 一个叫景底金蝉 好冬天 那么这两个水面上呢 一个叫水上飘 一个叫不趁底 哥儿俩叫流程流润 今天 三爷五爷 正带着水面上 这俩小寨主 就是这个水上飘 流程 不趁底流润 架着小船 带着几个喽喽 巡护 顺着整个 这太湖这湖样 转这么一圈 这就是一天的任务 怎么那么巧 整走的太河宝 在桥湖边上这儿 一听喊飘烫的 当时那老五眉毛就 挑起眼睛就瞪起来了 韩大寿 顺声音往岸扔一瞧 二十来人一个标队 投了一匹高头大马 人看不清楚 标琴看得清楚 金龙标局 阿摩威武喊标烫子 喝 这可是茶杯 这茶可老点 怎么喊着标烫子了 我们柯几个字 占据太湖以来 还跟江湖道上的朋友 没过劲儿呀 不插面走到这儿 多少都得亮个面子 哑着过去 在江湖上 我们哥几个好桥啊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哪 可是三爷也听见了 老五 三哥 谁喊标榻 保镖的打官呢 这可没有 谁呀 标签这样解 金龙标局 小孟常黄灿 杭州有一号 侠义门徒 素常一往 跟咱们有过去 没听说 那么他们这 金龙标局的标走过 咱们太湖门口没有 常来常往啊 每回都扬齐过去 还是哑齐过去 回回都哑齐过去 这就不对了 要回回扬齐过去行 回回都哑着过去 怎么今天 他单单叫扬齐过去呢 跟咱们太湖的这哥几个 又没有过劲 难道小孟常黄灿 他疯了 三哥您怎么了 您没听江湖上嚷嚷动了 什么事 杭州北高峰 利了泪了 皆因为北侠 有个徒弟在杭州 开了个飞龙标局 两家在西湖 以三弹应乐为界 争夺东西湖西西湖的 余夜余铁 两造诗河 大洞干戈 大小仗打了 无记住 最后一场大仗 伤了数十条人命 官准利类 现在杭州府 丙 案在策 已然起了类了 两边各请高人 前来阵类 您知小孟常的老师 谁呀 谁呀 镇东辖 侯庭侯站远 呼 他老师可了巴的 就是 听说这些日子 就要到杭州西湖了 到金龙标局了 哦 老吴 你的意思 三哥 平常他可就哑着过去了 一定是他老师到了 除了帮他震类 还要主持标行的这些个事情 可就跟底人说了 速查你们打别人门口过 得哑着过去 今天我来了 打着镇东霞的旗号 不能耐了我的这个身份 你们啊 必须扬旗示威 喊着标趟子过 看看天下人 什么人敢动我 喉庭喉震远 您琢磨有这话没有 金娃海门 袁德亮一听 许是这么回事 咱能让他过去吗 三哥您怎么了 一回是情 两回是利 这次要让他过去 咱可就输了 打这以后 别的标局子 走咱们菜湖 胡样上 全都哑着过去 唯独这金龙标局 阳琪示威 暗含着咱们可就 输半个头啊 虽然说没碰过 没动过手 这好说不好听啊 是啊 好嘞 分小船 你我弟兄上岸截标 你们小哥俩 说的是流程流事 回寨里头 跟大哥二哥和老四 说一声 让他们派人上岸 是 分开小船 水帐漂流程不趁就 刘帅哥两个坐小船 往回跑 这儿一只小船 一看二十多人 自己带着十个人 愣赶上岸截 仗着什么 仗着太湖 中山狮子寨 有强大的后盾 片刻之功 第二部队就到了 这金丸还把 元的量也够浑的 十几个人 跟老五 病类大忙 韩大寿俩 蹭蹭蹭 就穿搭上去 两个人都有家伙 金包还把元的令 一口金背砍三刀 病类大忙 韩大寿一口破刀 就带着十几个楼楼标 就在官道之上 往这一站 横刀一来 带 张二龙一看 呦 这事儿闹着 他就够浑的 还有更浑的 我们这儿好歹 二十多人呐 十几个就敢上岸截我们 完来 这标签子一卷 勒马停蹄可就往前不走 他不走 后边标车就兜不兜了 这儿可就念上山根 不服王法 不服天 终招九罪在湖边 天子也要打死过 也要留下买路财 就是哪吒他要打死过 留下大将一金砖 没有金来没有银 要想逃走 难上难 鸭崩半个说不字 一刀一个 向上参呆 鸭标之人 将标车留下 反而等过去 如若不然 要闻的残生 烫子手落肚的打牌 看住了标车 标车 车员的冲外 车头处理 围这么一个圈 车老板 往车底一钻 烫子手一个个刀出销 枪摘帽 蹭蹭蹭 往标商一蹿 全都脸冲外 大家伙各操军人 往这儿这么一站 单表烙地厌的小张雄 一看落肚子打牌 知道有人接包 侧马向前 摘一蹬蹭一下就蹿下来了 探背膀 嫩瘋黄苍朗 亮出一口 单刀 哑单刀 钉都不是往这儿 这么一站 二哥 什么人 张二愣顺 马上也跳下来了 把标签往怀里一抱 烧标头 还什么人哪 结标的 哼 照地厌的张雄一挑 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啊 头肥跟标还真有结标的 二哥 结标多少人 十六七个 多的胆子 咱们连车老板在烫的时候 二十多人哪 十六七个就敢结咱们 您上前搭话吧 哎 把这个刀 交在左手 一抱拳 何字 江湖上黑话 何字 朋友 兵类大马 含他瘦 一滴了这口 泼刀 什么何字 斗字 不懂 并肩字 跟你并不到一块 你是外行 你是外行 我说朋友 你要不是外行 你不能走到我们太湖 何样上 扬起鹤威 你要喊着标烫子过去 好 那我今天要喊着标烫子呢 把你保的标留下 放儿子残生 那么我要不保标留下呢 那讲不了说不起 咱们手底一件针章啊 好小子 你要跟你少标投我动武吗 你也是错翻眼皮 不打他打他 我是何如人也 甭打掉 黄灿黄金多事 你是你什么人 正是我家恩师 老匹夫猴亭的 还你口出不信 看到 老地眼的小张熊 窜过来 蹲刀九匹 兵雷大忙 韩大寿手踢破刀 往后一坐身 让个刀锋 拿自己刀头一找 他的刀头 藏狼一个火花 老地眼的小张熊 这口刀不错 但是到人家 韩大寿跟前 还差的不少呢 两根刀来刀去 一刀也没办 韩大寿刀上 打审认真 有个大空 让人家 握牛扁 踹就这一腿 汤了郎一下 刀也撒手 人也趴下了 护着疼 狠着命 咬着牙 曾冷一下 窜上来 连头都没回 撒腿就跑 张二愣一看他跑 翻身上马 磨头也跑 二十个烫子手一看 那都跑吧 行啊行 全跑了 车老板不跑 车老板都在车里蹲着 为什么 节道里有规矩 不能把车老板给宰了 跟着一会儿一块上船 到人家寨里头 好吃好喝好待着 临走的时候呢 哎 还得多给车去 这边呢 标局的这请能人 要这标 这标要出来 起出来之后 或者回杭州 或者接着给人送去 因为受着惊吓了 要给哥儿几个压惊 也得摆这么一桌 好酒好菜 车去得给双份 因为耽误时间了 这临出来都得撂一份 安家费 日子一长 我们家就接不开锅 家屋隔宿粮 和这里外呢 这标子要一倍节 车老板得额外的多赚三份 所以车老板没有走的 并没有性命之忧 韩大寿 低着着葡萄过来 都起都起都起来 别害怕 往湖边上推 哎 把这个罗舵子跟大车 全往湖边上带 刚到湖边上 一看湖上 可了不得了 盖湖而来 随着船帮 船下水量 人家 太湖 中山狮子 在发着大船了 赶到湖边上 就这十几个 就把你结了 人大爷都没来 二爷坐山 交蓬飞蓬万里 四爷并歇至 何要何冒山 带着这么三五百楼的兵 大船赶到太湖 湖样上 保镖子已经打跑了 弟兄吹吹打打 得一扬牙 把镖车全都送到大船上 咱就回太湖等着你 上这要镖来 走到哪 你不能以势力压人 是你们 违规在先 你们要扬棋过山 你们不懂的 什么叫拜山 您常听戏 有天拔拜山 什么叫拜山 不是说真得写一名片 写一名帖上山上去拜望去 这一卷这 标棋 有时候能跟 撂高的伙计 就是踩盘子的这个伙计 能对上船 能打上面 这是怕一卷标棋 拿标棋冲山上一行礼 那一抬手 这就叫拜山 不是说每次走到山底下 都得低了点脯包 弄点点心 弄一个拜帖上山上 真去看看去 那天拔拜山呢 也是 保镖打这裤 一动上手 啪 把债主给伤了 伤了之后不但 不要你的命 而且把你放回来 这样 咱们交朋友 哎 这个债主回来 跟斗尔敦一说 斗尔敦才下山 请天拔上山 还有后边 这天拔拜山 这点戏吗 不是说特意来看你 那你找不着人家 老地眼的张雄 刀也让人给下了 得一条活命 身上让人踹一脚 带着张二愣 带着人回来 敢到家 老少英雄 老师师爷 都北高峰 上了西看台了 事关紧急啊 人家这个标本主 人家不走啊 你把标给人丢了 人家能干吗 你得赔人家银子 说这个黄灿的标局的有钱 赔人两万银子 这事小 关乎到名誉问题啊 江湖上以后 那买牌做不做 怎么开张 怎么干呢 所以这才 满面含羞带溃 上了西看台 见着老师 把以往的经过一说 黄灿一听 呵 这是又起一波 按倒葫芦起了瓢 你说说我 这是大茫茫的 跟人家玩命打类 请了这么些人 你竟给我惹事 把张二愣也叫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张二愣一看 那怎么回事 实话实说 我说哑着过去 这会儿没关 跟你们矫情 见老师 镇东侠的面前 源源奔奔 把这事一说 侯廷听完立白首 下去 告诉 保镖的客人 这个 银子 由我侯廷自然陪他 但他不要声张 也不要着急 三五日之内 我亲到太湖 去给他要标去 好吧 大事当先 这些事 你们先往旁边聊聊吧 黄灿没敢说什么 一刺的落地眼的小张雄 带着张儿童 旁边伺候站着去 这场合 这种都伸不上手 到跟前啊 哎 搭不上话 侯廷 这个事也没跟大伙说 黄灿过去 一会儿把人兵单拿来了 东看台 飞龙标局的人名 完全抄过来 侯廷不敢先看 成在贝利爷的面前 贝利爷不知张三李四 草草看完了 又递还给侯廷 侯廷大家伙 这正看呢 为什么要看这张人名单 要知道对方来什么人 事先得有个调查 打仗就是这样 知己知彼百战不耐 那么你广知己不知人 你这就输着呢 大家伙 这正研究这人名单呢 有人来报 老爷子 老侠个爷 现在有飞龙标局 东看台的人 派歇虎子白亮 前来送信 把他上来 邪虎子白亮 到这单腿打经 给各位老爷子 侠个爷行礼 我家法禅禅师 请镇东侠侯的爷 过东看台续话 请您过去说说这事 侯廷文廷此言 点了点头 好投钱带路 啊大哥不口 顺声音九向 关桥正式 同林同海川 地 我愿随大哥 嫌去 哦 侯廷可就明白了 这是个一团 心思向火的人 他怕我过去 言语不合 跟东看台人 当场动手 诺大年纪 倘若我要吃亏呢 他要保着点我 两国交兵 不断来使 同贤地 大和尚一礼相待 请我过台续话 我就应该过去 你 不必担心 我去去就来 还是地 我随去的好 哎 料也无方 你在此伺候决业 大家伙儿少做片刻 我这就来 说着话 并不是显能的 顺台上蹭一下 蹿下去 不 顺南边这梯子 跟着歇虎子白亮下来 老爷子这一下膝看台 往东看台这么一溜达 东看台自法缠一下 群雄全站起来 一个个也顺南边这梯子 全下来 就在东看台底下 大家伙儿翘手以待 恭迎镇东侠 歇虎子白亮来到东看台底下 法禅的面前 法师 镇东侠道 奥弥陀佛 贫僧在此 既有后多时 哪一位 是镇东老侠 侯大爷 说着话 大和尚往前迈一步 贫僧这些 是热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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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他就不是讲话之所 侯大爷 台上停 大和尚停 停 并不给众人指引 顺着这梯子 又上东看台 群雄跟着呼噜噜全回来 大家伙无非是一抱拳 我等于老侠个失礼 哦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做些序话 不分兵主四面为上 大家伙团团围组 奉法师法御来到东看台 不知有何殉教 是请讲当面 镇东侠 侯老侠 贫僧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方 想贫僧我是出家之人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本应落一个好修行 奈何苏缠身 这才被逼下山 你我据年过古兮 年迈苍苍 久在江湖 想侯老侠 不犹如浩月当空 鸣驰宇宙 您的名望太大了 就是贫僧我 也些虚有些个小小的名望 不能因为弟子之事 再到擂台动手 甚至于说再伤人命 岂不是徒招罪孽 就不够身份了 那么我纵之 攀龙不孝 但黄灿 也并非是良善之辈 此一番官准利赖 丙岸在侧 杭州府 前唐人和二县 北高峰摆下一座擂台 你我老弟兄 如果登台动手 岂不失了向日的和气 这样 贫僧说出一个解决的办法来 不知道侯老侠 可曾应允呢 大和尚之高见呢 大和尚之初意 乃是侯某之本心 有什么办法 侯某一定尊同 好吧 我想你我双方 还是以和为贵 哦 施敬啊 施敬 这句话侯廷 是由心而说 看法禅所作所为 我出道杭州 记下战书 这是个鲁莽之辈 哪知道 连过七旬有道高僧 请我登台续话 人家讲以和为贵 这就对了 杀人战场 两造诗和话 无投机 当场动手 得死多少人呐 而且江湖上 都是够身份的人 这个事没有头啊 不能够善罢甘休 纵然是你请的高人 你八卦山九宫 八卦连环埔 你的结盟大哥 李坤李太吉 能够把我侯廷打了 我侯廷在江湖上 就没朋友吗 死仇难报 死亨难消 我也得找人呐 他李坤吃了亏 再找人 越找两边身份人越高 这个价打到 什么时候算完呢 所以我的本心 是不愿意打这杭州类 没想到我没提出来 我蛮以为人家要以武力解决 现在人家说以何为贵 这个可难得 大和尚请讲 两造以何为贵 想贫僧我乃是 攀龙的师叔 您乃是黄残叶师 自然做得了双方的主 我想为争夺西湖于铁之事 料不难解决 但是贫僧 但得一怨 你做得了攀龙的主 我做得了黄灿的主 这事好办 怎么办呢 你还有一个愿望 大和尚所愿者何来呀 我但愿有一人叫做 同林同海川 此人若能登台 与我动手 两造失和之事 但凭你我老弟兄做主 有同林登台 咱们是善罢甘休 若无同林登台 哈弥陀佛 贫僧师与侯老侠 就喜欢 道理 侯听侯认远闻听此话 污名火动 只气得三十神暴跳 不令豪气飞空 老爷子涵养太大 这隔别人当时踹桌子 就得站起来 侯听侯认远 不过冷哼一声 好 一堆海下的阴燃 大和尚 你顺老朽 我的手儿瞧 大和尚一看 侯老侠 我瞧什么 拿手一指 擂台底下 黑压压的一片人头 全是人呐 成千累万呐 这当中 可有同林 同海川吗 大和尚一摇头 没有 你往这乡瞧 侯老侠 什么意思 同林计我 我计同林 要想找同林 同海团 就冲我侯廷说话 既然话不投机 多说无意 大和尚 再会再会 咱们擂台之上 以手段相见 烧牌 八十多岁 这镇东侠往下一掉脸 一撩自己的长山 站起来了 顺着这楼梯 蹬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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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下去 慢慢悠悠走回去了 可把大和尚给气坏了 差点没叶子 这两句话厉害 真把后庭气着了 我以为你真是以和为贵呢 让我把同林献出来 我要真献了同林 我什么交朋友 我什么侠义道 这么高的身份 我能回看台 给同林带花去吗 哦 现在人家指名道姓 要你兄弟你露一面 嘿 你跟大和那认个错 咱这事就算吹了 免礼藏镇 在江湖上混一辈子 没说过从话 你别看镇东侠是儒侠 咱们一再说 好说怎么说都行 不好说 拉宝剑就载人 要不怎么 在自己家火烧 朝古林的时候建展二寇 连咋面都没有呢 这是江湖人 侯廷侯站远 弄往上落 告诉你 法禅和尚 找同林冲我说 我他哥说的话 回看台了 这两句话 大和尚也够呛啊 啊老儿侯廷 感情这么横的 我那意思 我拍我拍我 他这一害怕 让同林上台 我拿铁掌把同林揍了 就完了 怎么着 冲他要同林 这是跟我要斗到底啊 一同红 大和尚坐在这儿 一晃这标去 压着这把大太师 嘎吱嘎吱吱吱响响响啊 用眼往左右这么一看 元经叠报俩 大眼珠子一瞪一瞪 左右这些人 大伙机灵灵灵灵 大个冷漫 和大和尚急了 立功 老儿侯廷 口出狂言 揭耀不许 不知哪位 愿意首战告捷 登擂台 灭灭老儿侯廷的威风 擂台上 与金龙标局 前去争斗 话音未落 身背后有一人答言 口出狂言 恩师戴上 有事 弟子福气劳 杀鸡烟用载牛刀 弟子不抬 愿意首登擂台 去战喉庭 弥陀佛 大和尚顺身心 回头这么一看 正是自己 得意门徒 二徒弟 叫浪里 浮游高顿 跟自己用功不少年 拳脚上的 很有两下子 高总 恩师 擂台上 拳脚不清 刀枪无眼 要多多小心 恩师是 料也无方 打尖不蹭 顺擂台上 可就跳下 到擂台底下 单有伺候他的人 那 飞龙标局 有好多小烫的手呢 浪里浮游拖自己英雄大厂 扔给烫子手 把自己的帽子摘了 辫子在手里履 往博当一盘 高往后面 蹭蹭蹭 奔这小棚子 小棚子有武训官员 在这儿是标名挂册 这是天这花名册 到这先天上 我是东看台 非诚标局这头的 我叫浪里浮游高顿 这名可就写上了 来到这个擂台以下 一丈五尺高的柱子 上边是一尺的台板 加一块 这可就一丈六 浪里浮游小高顿好顿的功夫 脚尖一点地 腰里面使劲 藏 这招叫汉地拔葱 可就蹿上擂台 脚掌一沾擂台 自己耍翘 来凤凰大学窝 钉子步往这一站脸冲外 炸杀被网 真得说面不耕色 气不庸出 台里老百姓就这一手炸 哇 那么高的台 一下层就窜上去 有两下了 就冲这一手 这就是高明的把势 这位错不了 买头的 东边 飞龙标局的 看这边怎么样 这浪里浮游脸冲外 可就说上话了 抱拳 作礼罗圈一 保全失礼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 我 叫高顿 授业老恩师 图别恩师会 乃是云南八五山四山主 禅师法会 上法下禅 那是我的老师 跟随老师不几年 打个一拳 踢个一腿 我练过这么两下子 今天登台 非为寻仇作对 直接因 汉皇两姓 为争夺吸灰于铁 观准利类 摆下一座擂台 我抛砖引玉 登台献丑 不知道 哪一位 愿意登上擂台 与我交手 走上几趟 咱们也不论输赢 难封高下 无非是一五会有 不知道西看台 回汉两教 僧道两门 子弟老师傅 哪一位 愿意前来 风陪风陪啊 猴挺 你敢来吗 还有个叫 同龄的在不在 我连教三生 一个翠翠的答应 快快的来 连教三生 你要不搭 可别说 我说话不好听 小高铁爷 我可要骂 你八辈的祖宗 这哪是哪来 这是寻心 这是骂街 侯挺多的涵养 直当没听见 贝利也不干 贝利也居中而坐 西看台正当件 一看对面穿上一漂亮的小伙 一听这名字 浪里富幽高尊 谁给他起的这倒霉名 头两句还行 后边这话越说越不中听 再一看 自己左右这些侠可爷 脸上都不老好看 侯老侠 绝爷 这个鼠辈 他不会说话呀 不知道 派哪位过去 管教于他呀 侯挺一看 金毛狮子李宽 金毛狮子李勇 加上 拔着门人 一个个摩拳擦上 面带怒涩 侯挺的门规大 是 横着都拉兵上过去 给小子弄死 谁敢去呀 侯挺不发话 没人敢过去动手 大家伙 都叫着劲 瞅侯的爷 侯的爷一看 群情激愤 那我问问吧 啊 一等小弟兄 哪一个 愿意首瞻告结 登台一会高尊 可必须胜 不许败 不要软入 我金龙标局的威名 拔着门人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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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纷纷请婴 让谁去 不让谁去 就听着有一人搭话 师伯 弥陀佛 贫僧不才 我先登台 侯挺顺身 一看 你腿松 坏事包张望 哦 你这个奴才 倒也去得 可是形式狡诈 心地狠毒 张望当初 是独行大道 手最黑 身上人命累累 犯案如山 没辙 这才隐身 猴家庄 拜了二猴弟兄 五十多岁了 老贼了 登台 只许圣 可不许伤人 不要与 东汉台人 再接冤仇 弥陀佛 孩子 我知道 让你腿松张望过去 你腿松张望 顺南辈 这梯子下来 往看台溜达 你腿松张望 高来高去 独行的大道 能不能 穿上这类台去吗 一蹦就上 步进 到柱子这 抱住柱子 他往上蹿 蹿了三回 才蹿上三尺多高去 手脚并用 他抱着柱子往上爬 老百姓一看 下来人了 下来人了 行 哟 你说人这边 这东汉台的 小尖点地 蹭就上去了 这位怎么抱着柱子 往上爬呀 什么能得 敢够着这台板了 俩手扒住了 涮腰 这只脚 再往上够 脚面勾住了使劲 可就趴在台上 往台里边咕噜 敢咕噜到这高顿坑前的 扑朗一分身站起来 双掌合十 弥陀佛 少侠可爷 我 陪陪您 高顿一看什么人呢 大身材 一脸资泥 看得出来是个头妥 脑袋上勒着月牙姑 这月牙姑都长秀了 许是长得他脑袋就没往下摘过 身上一丝破棕袍 拿着草绳记腰 草绳上 别着一样冰着 叫峨眉刺 像那个你倒琢磨琢磨 这和尚身上别着峨眉刺 在台上一骨落 不碰不掉 不伤着自己 这人能没两下呢 这高顿也是小看天下群雄 愣没把你腿腾张望看明白 往下一看 和尚可穿着不适僧鞋 穿一双云履 是老道的鞋 洗过一回 两头见三打这儿没洗过澡啊 要不怎么叫你腿僧张望 竟知道你腿僧你不知道 他还有个外号叫坏着包呢 往这儿一站 不笑假带笑 脸着嘴刺了牙 呵呵这么一乐 是个出家的头妥 你是何人 图不言诗会 授业老温师 侯家庄二侠爷 一轮明月 赵九州 仓首不愿 侯二侠 那是我的老师 你叫什么名字 上底下去标名挂号 哦 我叫尼腿僧张望 您琢磨琢磨 他没有僧名 尼腿僧是外号 他应该有个法名 张望没有 是乔装改办 为了躲避办案的官员 身上累案太多 手底下最狠哪 浪里浮游高寸 叫立功新器 当着天下这么些有能的人 当着这个啊 杭州府 官面上的当官的这些个人 当着这么多老百姓 这真得说是 一战阳明 闯牌子 阳明立万的好机会 和啥 那咱们二位 是比拳脚啊 还是比军人呢 他背着刀呢 张望多坏啊 坏什么啊 那么听 小英雄 小英雄你的呀 阿弥陀佛 有道是兵刃无眼 要以小僧我说 咱们还是比拳脚吧 为什么 我看小英雄你 本领高超武艺出众 恐怕小僧不是你的对手 万一败在你的手下 你拿刀要伤了我的性命 那多不值啊 这样 咱们俩人把家伙 都撂在台上 咱们俩人还是 全脚比拼 好 就一盒子 让你浮游膏子 胸前勒点 十字绒绳 把这刀 摘下来 往台板上一撂 张望 把自己的三棱峨眉刺 也蹬出来了 往台上这么一放 两个人二次面对面 站好了 双掌合十 童子拜佛的架势 那么咱们二位 就是抛砖引玉 当着咱们的老师 当着天下群雄的面 咱们二位 比划比划吧 好 看拳 让你浮游膏子 往前这么一蹿 劈面就是一拳 坏着包张望 彻步携身 让他的拳锋 连手都没还 跟着二拳又到了 咚咚咚 先让三拳 张望打架多大的经验 先看看你什么路数 浪里浮游高尊 也是倒霉催的 还是那句话 急呀 立功心切呀 上不全下着腿 狂风暴雨 这顿打呀 一下都没打着张望 张望真得说 以一代劳 可东西看台之上 明眼人居多 都是高明的把势将 大伙一看 浪里浮游高尊 必败无疑 这个和尚有能耐 这和尚有能耐 可是有能耐 震东侠 侯廷之等 当初拜自己 自己不收 他死囚活摩 最后拜了我二弟 侯杰了 二侠侯杰 把他收的时候 我还挺不乐意 一直就没传他功夫 所以他不在我们 二侯弟兄八的文人之列 他算等待第九 那么这个张望 为什么我不收他 就因为心毒异狠 这人当初在江湖上 手里人命太多 要是张望上去 就跟这浪里浮游高尊 对攻 啪啪啪几下 帮一下 把这浪里浮游高尊 给打趴下 那就算完了 他这一味的忍让 就没安着好心 我太知道这张望了 今天这浪里浮游高尊 就有性命之忧 他打死一个高尊 不再紧要 惹起祸端 首战要就闹出人命来 自己跟队棍 东看台上的人 可就皆死了头了 而且法禅僧 到了杭州 他身后还有强大的后盾 一个是他师哥 北侠和爷 秋田秋佩宇 一个是他拜把兄弟大爷 混元侠李坤李太极 更何况八国山 还有一蒙把兄弟 哪个都不怂啊 老侠爷看着这张望 就知道他没安好心 心的话他没路败相 我也不能再派人 把张望给踢回来呀 赶老爷子这琢磨着 擂台之上 张望可等不了了 张望一看这浪里浮游高尊 这痛打 没挨着自己边 就知这小子 能围在自己之下 猛然间双掌合十 阿弥陀佛 贫僧我可得罪了 拿自己这只手 一引他的拳风 这只手顺他嘎着 我往下一掏 反腕的一捋他胳膊 自己抢自己的右部 转在他身后的 拿这手一按他 这胳膊一拧 这浪里浮游高尊 失了招可就动不了了 自己这只手腾出来 捋他的顶梁门 往下这么一顺 二拇指一搭 浪里浮游高尊的眼眶子 浪里浮游高尊 说了声不好 刚要张嘴喊 大师手下留情 对不起兄弟 张望心黑手狠 这在张望来说可不算什么 俩手指着大眼眶 往下一使劲 扑一下 可就处着眼眶子里头去了 顺眼窝的往外一使劲 活生生两只眼睛 可就给扣出来 自己磕膝盖一顶浪里 浮游高尊厚心 拿自己的脚片 往外一蹬他 出去吧 这手一撒捧一下 高尊惨叫一声 就给踹着擂台下边去 疼得满地打滚啊 这还是张望 知道跟着二侯弟兄这么多年 不让自己手底有人命 要不然再往身来一点 直接就抠到天灵盖里面去了 再一抬手可就不是眼珠子了 整个把天灵盖就给掀了 说有那么大力气吗 那好 这手上都有硬功夫啊 浪里浮游高尊 疼得满地打滚 顺眼睛往下流子血 嗷嗷惨叫 自己这么差点没疼死过去 擂台上边有人 擂台下边也有人 标形大汉 欲为大罗筐 干嘛 憋着台死伤人的 大伙过去 先拿匾子 把浪里浮游高尊摁住了 少侠少侠 别动别动 别动啊 我们是负责抬人的 别瞎抓瞎打 拿匾子摁住了 浪里浮游高尊 这才明白点 把大箩筐抬过来 里边垫上挺厚的两床背后 四人把浪里浮游高尊搭起来 搁在这筐里边 外边再给他扇上一层薄背 穿心杠子 拿匾子穿过去 俩人抬着 抬一回东看台 张望在擂台之上 看着人 把这高尊抬走了 罪过呀 罪过 往台口这么一站 罪过 小僧我一时失手 伤这位小英雄 非是贫僧之本意 擂台之上 不能空着 有贫僧我 献丑斗胆 愿再占一位天下英雄 打位施主请上台 慈悲于我 老百姓一看 我的妈呀 竟听说 瞧打类 瞧打类 这头一张 活人就抠眼珠子 老百姓 本来还想喊好 这一下全都给避住了 老百姓一看 今天来着了 真杀真打 这和尚说话多咬牙 谁上台慈悲于他 谁敢上台慈悲他去 把他慈悲脸瞎了 老百姓交口议论 就来前来谈压地面的武训官员 都倒抽一口凉气 哎呦 我们府台大人 四品官四品府台呀 收了这个 攀黄两家 夺着贿赂 观准利类 我们自以为到这儿 好吃好喝好待着 看他们打一通就散了 哪知不是 活人往外口眼珠子 这老百姓要乱咯 我们的责任重大呀 本来都在西盆里坐着喝茶 让张望这一口眼珠子 全站起来了 武训官员全顺西盆出来 打坐向前吧 搬着椅子全坐出来了 往擂台上瞅着 侯廷侯震远 这么大镇东侠八十多岁了 脸上是带不出来 心里边一翻个 老爷子心里话说 好 这这张望 这还不错 没给弄死 抠下这一双眼珠子来 这就不是善举呀 你听说这话 还让人慈悲于他呢 首战告捷 按说是有功啊 这不但无功 反而有过 我得怎么说他 他要败了还好办 我派人把他踢下来 他没败 他还在台上 不能自然士气 还不能把他换回来 忍着吧 贝利也坐这儿看着不错 贝利也坐这儿看着 哎 你别瞅闹斧子说 我挺恨这种 现在我们是一头的了 这家手底的利索啊 谱一下把那边眼珠子 又给抠出来了 嗯 士气就得这样 一鼓作气嘛 好 他还叫好 早就怒恼了 东汉台上的铁布罗汉 法禅僧啊 你头 法禅僧 按咬钢牙呀 好狠的张望 那位说 把土地眼珠子抠出来 五中俱痛 疼得心里爱徒啊 就应当下看台上擂台 费张望的性命 奈何身份太高 这是二侯弟兄的徒弟 要是二侯弟兄登台 我法禅能过去 头一仗打败的 第二仗我就出去 多寒着呀 气得何能坐着直咬牙 哪一个院上擂台 与高 做爆头 老师 弟子不才 愿给师兄 报仇血恨 嗯 何人一扭头一看 灯前粉额 南宫头 浪里浮游完了啊 这来灯前的粉额 粉额上哪啊 寻花问柳去呀 花中的魁首 骰中的魔王 南宫头要到女人群里边 能为不晓 非得灯前站着 您琢磨琢磨大 他好得着吗 老师 可恨 尼褲僧张望 心毒意狠 出手歹毒 他抠下我师哥一双眼睛 弟子不才我愿 登台与师哥 报仇血恨 务必小心 是谨遵师命 纵身 下了东探台 燕三烧水 蹭蹭蹭三步 可就到擂台以下 脚尖点地 电不灵要唰啦一下 比擂台高出够三尺 就轻飘飘落在擂台之上 张望往后一腿伸 双掌合十 过弥陀佛 少英雄 台上报名 得 张望 某就是复兴南宫 丹子明桃 江湖人 送一个小小的匪号 我叫登前粉鹅 乃是授业老恩师 法禅禅师 坐下三弟子 要给师兄报仇血恨 要你的性命 张望一听 一摇脑袋摆了摆手 南宫少下 小英雄 咱俩动手 归动手 这几句话 你说的可不对 我哪句话说差了 有道是 君不言仇 你乃是潘氏所请 我乃是皇室所约 两造诗和 这才官准利类 今日你我登台 无非的是为朋友 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 想那浪力浮游高寸 与我你腿僧张望 是何仇何恨 这不是登台打类 才被我抠瞎双眼的吗 你何谈报仇二字 你啥 君不言仇 打仗 别提谁 跟谁有仇 谁也不认识 战争 没有仇恨 那为的是什么呢 你甭管哪国跟哪国打起来 古往今来 没有在事前 出征之前 这么鼓舞士气的 咱们跟他们打 他跟咱们有仇 对方的那个 有一个当兵的 叫张三李四 我们这儿有一个朱阳六 你孩子就是他扔警令 你爸爸就是他杀的 没这事 杀死之仇 多其之恨都没有啊 那当兵得问 我凭什么把他给打死 什么都不凭 这是战争 凭的就是这个 所以君不言仇 两军将场上 谁跟谁没有仇恨 你口口声声 要替高尊报仇 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你要是登台打类 贫僧奉陪 要与高尊报仇 你等这事都完了 我张望 有家有业 有门有户 改年改月改日 你拍门找我去 话出道理 我张望接着 此时要谈报仇二字 恕贫僧少赔 我还不跟你打 可不难攻淘气坏了 好一张利口张望 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报仇也好 打累也罢 你呀 今天在这儿吧 唰啦 他被网恩 崩皇 刚疯脱跳 他就把刀给拽出来 朕东霞后庭一看 齐了 这算行了 想说不打 大事不成了 现在事端一起 人命已出 一个法禅好对付 法禅身后的高人 一旦露了面 我镇东霞喉庭 八十多一辈子 没栽过跟头 这回可就够桥的 贝勒爷一看 也暗吃一惊 呐 贝勒爷心话说 这你这儿曾张望够利索的 这么会儿就两条人命啊 看起来杭州府不会办事 这个明摆着 这一档的事 不能观准利类 怎么会利了累了呢 死事过后 一定要严查严办 有人打死事抢兵人 把高尊跟这南宫桃 全搭着远远的 甭提了 法禅僧 窝迷我的佛呀 我还得派人呢 这回甭派了 哗愣愣链的小 哗愣愣愣愣愣 自己坐下大弟子 叫铁腿梭泄红泄宝泰 五短身材 是一对链子金锤 这对锤 软中硬硬中软 一个链 加上左右上下 都有锤头 远了能打 近了能打 最难练 就在老师的面前 把军人在手中这么一托 老师愿意二位师弟报仇 报台 老师 想着泥腿僧张望 心黑手狠 奇异歹毒 擂台之上 勿要小心 谨遵师命 纵身行下擂台 来到擂台以下 飞身上擂台 把这链子锤 在手中这么一捧 把锤头搭了 张望一看使这路冰刃 就知道这人能为不小 阿弥陀佛 拜托 擂台之上 到你的姓名 我家叫铁腿 说你 泄鸿 泄宝泰 乃是 法禅禅师 坐下大弟子 要给二位师弟报仇 不跟你们说了吗 军不言仇 报仇血恨 别跟张望在这打 要打算登台打类 贫僧我愿奉陪 报仇也好 打类也罢 你呀 看锤吧 右手锤往前一地 这锤可没仨手 带着链打过来的 张望抽自己的三棱厄梅刺 拿自己的刺往外一弹这锤 这锤根本就没碰成这刺 可就瞪回来 没仨手就在手里呢 扬自己左手锤 看打 这左手锤又到了 左边下去右边起 右边下去左边来 这两锤可把张望忙活得够呛 您别看张望刚才打那二位 比较轻松 跟谢红谢宝太这一动上手 才知道法禅僧坐下大弟子确实能为高 张望这回采取了主动 打这峨眉刺 紧三次 慢三次 上三次 下三次 左三次 右三次 三七二十一次也没刺上人 谢红谢宝太 谢红谢宝太 慢慢的这锤可就撒了手了 越打越远 越打越远 您琢磨这三棱厄梅刺是短家伙 链子锤抖开了可是长家伙 这边 无耻 这边 无耻 当下有人 两边有胳膊 他要全抖开 钻一头 抖一头 您琢磨 一丈方圆 就这样一边无耻 以他为轴心这半径 这也一大片地方呢 到最后许他打 这张望可就不许张望打他了 张望近身不能 处于被动状态 只能挨揍 打了半天 张望一看 打不了这谢红谢宝太 虚晃一次跳中圈外 把刺在手中一捧 停 谢红谢宝太吓一跳 把自己刺 倒着 把自己这裤腰带上一笔 阿弥陀佛 是贫僧我 占你不过 不愿自取其辱 再会再会 本儿 蹦去去了 扬长而去 谢宝太气坏了 不打了 哎 皇上 还我的命来 张望一回头 弥陀佛 要我的命 山东朝霍临 拍门找我去 我的老师 镇东霞 猴亭 猴震远 二霞 猴街 猴震山 两位恩师 我住在他们家里头 你可以找我去 这是那台 破车别爱好道 咱别耽误 别人打泪 人命 我盯着 不含糊 谢师傅 再会 他回来了 气得谢宏 谢宝太 哇呀呀的暴叫 恨不得 蹿下擂台去 一锤 把张望打死 不敢往下蹿 擂台之上 打死人命 不用敌场 观准利类 随便打 擂台之下 追上去一锤 把张望打死 自己千人瞧万人看 杀人的凶犯 得给他敌场对命 给别人敌场对命 心丹情愿 给坏着帮张望 要尝了命 来生 我怎么掏声成人的 心里这别扭地儿 可就大了 气得在台上 跺脚直蹦 骂大街 张望不管那套 假装的没听见 上西看台 老师弟子无能 带回朕来 走 把侯庭气坏了 扣下一双眼 扎死一个你回来了 你把事惹完了 你不管了 这你打不过 一下不爱你就回来了 好奴才 你要气和师伯吗 老师弟子无能 情愿受罚 这当着这么些人 也没法罚他 起跪吧 侯庭看他就不翻别人 张望不往心里去 我没头发 往二侠侯杰身后鼻站 谢洪 谢宝泰 把链子锤 交在左手擂台之上 手指西看台 带 西看台 黄姓 所请之人 哪一个不服伤擂台 来占某家 人家这叫号 谢洪这一卖狂 贝勒也转头 问老侠客 啊 老侠客 不能让此人如此嚣张啊 派何人登台打类 而等谁愿登台打类 去占谢宝台 弟子不台 我愿登台 大家伙扭向回头一看 哼 二侠个侯杰另外一徒弟 叫此毛侯 报信 能为不错 掌中一口刀 也是当初闹府不小之一 并不敢量自己的军人 来到两位老师群侠的面前 深思一礼 老师看弟子可能登台 你看这就比张望强 您让去我再去 您不让去我不能去 自信站得过谢洪谢宝台吗 弟子并没有十分的把握 但愿意登台一试 好 无要小心弟子遵命 下了看台奔擂台 标明挂号上擂台之后 就跟谢洪谢宝台打斗在一起 没有金刚钻 不敢揽的刺激活 没有三把神山 不敢倒反稀奇 那么这个报信要想上那台 跟这谢洪谢宝台打 必然他有一定的把握 把握在哪 就是他使这一口刀 叫金背砍山刀 刀的分量大屡力强 双锤是硬来硬碰 软来软接 你拿对锤砸我 我就拿刀找你这锤头往回愣拍 把锤头荡回去 这锤撒出去了 再荡回来 这劲儿可就不由自己拿的 你得重新把它涮开了 这锤才归自己管呢 就这样跟这个谢洪谢宝台战够多时 猛然间刀往下一劈 这刀锋到了面门了 拿链子可不能接 就得把双锤收回来 用俩锤往外崩 俩锤往外一崩 这口刀 这刀蹦起多高了 抢身形往他身后的绕 反手一刀 刀找后果梗子 谢洪谢宝台缩紧大藏头 上边顾 顾不了下边 可就落了空 人家死毛口包心 矮身形扫堂腿 正汤的营面骨头 人也趴下锤也撒了手了 此毛口包心 刀交在左手 身形往外蹦 一抱拳 成了 谢洪谢宝台 翻身下擂台 回转东看台 单有别人替他捡锤 自己捡锤多寒碳 满面含羞待会 来到了老师的面前 老师不能替二位师弟报仇 乃是弟子无能 站在一旁 哪位英雄愿意登内台 去占此人 过了一位 在法臣的面前失礼 大和尚 你看弟子我 可能院区 这可不是他徒弟 也自称弟子 是尊敬法臣的意思 法臣和尚一抬头一看 点了点头 乌弥陀陀 有劳施主 有劳施主 大话者何人 汉口力胜标局上官 二弟兄大爷 尚文伦 怀中抱定一对 两银双举 别看 是短兵人 使得好 这是近身的兵人 没有两下的 不敢随便的登台现役 上官轮 上官大爷 捧自己的双角 下了东看台 购奔擂台以上 同名报信以后 就跟此毛口报信 打在一处 俩人这一动手 镇东霞 喉庭 同林 等高明的把势 可就看出来了 这上官大爷的本领 可比刚才那几位高得多 尤其二侠和侯杰 是使绝的 人家上官轮 这一顿亮音双绝 招法惊奇 自己徒弟包信 久战之下 必输无疑 想令派别人换回包信 已然晚了 人家地躺绝的架势 亮音双绝 正打的包信 迎面鼓上 当时把一队迎面鼓 可就打了个粉粉碎 扎手扔刀哭通一下 人可就摔在台板上了 上官大爷仰天大笑 怀中抱定双绝 身形往旁边一让 一抱拳 承让承让 这位少侠 看起来我这功夫 略比您还强上一些 也是上官某 我一时失守 留招不及 这才误伤于你 擂台之上 想你必不记恨于我 抱信咬着自己牙 冷汗 劈了啪啦 往下流 上官标主 休要成口舌之能 是我抱信 惊世不道 学艺不高 一时失招败在你的手下 并不必提 仇恨二字 来人 自己叫人 搭锣筐子过来 死个磅小伙子 您别动 我们周你 用你不着 锣筐搭在身旁边 俩手一撑地 自己上半身起来 运用一口 丹田气 咬住了后槽牙 说不疼吗 那是瞎话 两条腿迎面骨 让人一对决 给拍了个粉碎 能不疼吗 自己 凭着两膀的履历 把身子优起来 带着这双腿 这双腿自己 已经不听自己的了 翻身滚进 箩筐以内 两条腿 就搭在箩筐外头 那能不疼吗 得真咬牙呀 甭说喊出疼来 哎呦一声 不算英雄好汉 就娃弱了自己老师 二侯弟兄的脸面 并不让人 剪自己的刀 抬我回看抬 大家伙一看 好小伙子 真够横 穿心杠子拿扁担 把此毛后包信 给抬回看台来 侯廷摆了外手 并没让上看台 直接送回标局的智商 派别人 把刀给他捡回来 看擂台之上 有上官伦 报定了亮音双绝 小玉天下群雄 杭州父老 谭家地面 武训官员 我家复兴上官 单子明轮 在武汉三镇 汉口力胜标局 我是个标头 上的擂台来 误伤这位小英雄 哪位不服 登台比试 愿觉慈雄 侯廷看着上官轮 卖谷 而等哪一个还愿登台 去战 去战上官轮 自己坐下的二弟子 叫月下乌宗 软臂 您可听明白了 软和软臂 是罚大门人当中的老大老二 跟随二侯弟兄 年头最多 本领也最好 月下乌宗软臂 手中一口刀 刀法惊奇 本领出众 老师弟子不踩 我愿登台 去战上官轮 小心一二 是 下了看台奔擂台 到了擂台之上 跟上官轮互道姓名 面带微笑 这个跟着侯廷这么多年 动手打仗 从自己的这个言谈举止上 都要学老师 模仿吧 因为侯廷是如侠 跟谁动手 也不着急不着慌 动上手 那可快 但是 未曾动手之前 见谁都客气 所以软氏弟兄 跟着侯廷连头都 从座派上 都向镇东侠 面带微笑 上官老师傅 老大官 我叫岳下无踪软臂 性软 能耐可不软 您可千万别客气 手底下别留情 咱们二位 手谈手谈 可是 军阵无眼 拳脚无情 点到为止 还望您 多多容 少侠可爷 不必客气 我必将 以博士之醋 而知痛 跟您说 占您必要 是全力 望您也 不必客气 请 请 两个人 互道 请自 各抢上风 亮出自己的军人 这个 十字搭花 亮自己的亮 云双绝 这个 缠头过脑 压自己的担刀 老百姓一看 哎 打到这会儿 这才瞧出点眉目了 说头了呢 好 血子呼啦 抠眼珠子 扎胸膛 老百姓吓坏了 你看这顿打 刚才那上台打的也热闹 链子锤 出出出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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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好看 你看人这个 未曾打 时间刻刻七七 咱俩人 动上手 更好了 老百姓 虽说看着不过瘾 但知道 这里边有高招 刀 跟这绝很少能碰上 不能跟打铁的叮叮当当 那是外行 只得留招 这一刀进招 人这双绝 一亮 这手绝架你的招 这手绝就有后招 真要碰实了 自己就失了招了 不能得为刀使全力 就得撤自己的招 再换别的招 见招 破招 见试打试 两个人看官定势 走行门 外过步 站在一起 震东辖 喉庭 这才出一口气 一看自己坐下二弟子 跃下无踪软臂 确实 本领不在上官轮之下 两个人打够多时 迎面舵子脚 整踹着上官轮前胸之上 上官轮双绝没撒手 翻身栽倒 鲤打体二次站起来 就不能再递家伙了 把双绝 倒着 往自己的左手这么一滴了 满面含羞带溃 少侠本领出众 我认输了 灰溜溜下的擂台 回转东看台 远河一转身 脸冲外 天下群雄听真 我是镇东辖老辖 给爷坐下二弟子 是刚才 这位上官老达官 有意容让于我 这才下擂台 把擂台让于某家 哪位不服 登台比试 上官轮叶掰下去了 老百姓爱看 怎么这边赢了 这边来一个 把这打下去了 这个厉害 这边又出高人 把这又给打下去 使链子垂溜吧 这边又上了一个 把这使刀子给打下去了 这边又上了一个 使刀子 把这使绝对又给打下去了 那这边来的位 必然比这还高 大伙儿 全都看这东看台 东看台上 这当的法禅僧一看 人家真正有能的人 一个都没上来 老一番的英雄 都没伸手呢 压着自己这边一场打 这个擂台可不好打呀 啊 中卫英雄 量财而得 您掂量掂量自己有多的能力 能够胜过侯廷门人的再登擂台 要上不了侯廷门人自取其辱是不登台也罢 哪位愿提老那分心多多手呢 您掂量掂量 别随便 别随便过去了 几句话 弄到身旁一员 老英雄 我胜软壁 我胜软壁 书中代言 迎口人 神枪张凯 老头岁是不小了 六十开外 一团精神足满 手中跌了一条花枪 法禅面前请英院登台打类 老人家 如此连迈 还要替老那分心 老那这些啊 十里了 哦 禅师 老儿越罚都不敢 您看我能登台吗 老师主 物要留神 了也无法 推行然 踢花枪 神枪张凯 下来看台了 卖大步几步 来到擂台之下 人家这人够身份 不抖机里 蹭一下 穿在擂台上去 没有 顺着楼梯踢板 登登登登登登登 他一上擂台 月下五宗软壁 自然的 给他让出一块地方来 低头一看 神枪张凯 手里低了这家伙 您要知道 七十为枪 七枚为棍 大枪一仗 三八寸 大枪最难练 要不怎么叫 大枪是 波边之祖呢 这个大枪 讲究 崩拔压盖挑扎 扎者为枪 拴者为棒 说的可不是 大枪 大枪就讲究 盖 砸 扎 扑 祸 挑 挂 抽 撤 这都是大枪的招 年拳 越棍 九练花枪 你要练拳 没有一年以上 你看不出好嘞 花拳绣腿好嘞 啊 翻了分头 还是刚才那话 啊 来插虎啊 来虎跳 来前铺 哎 打着拳 那不管用 真要练拳 操拳过手 最起码练一年 你才能看得出力量了 拳打寸进 唯独这个拳 你要拿拳打人 打人打得最狠 比别的打 打得都狠 这拳头 浑身近都能使上 可是最难练 因为什么它短 你看这拳 从这发力 这么打出去 这劲儿大 但是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就近 你要不练好嘞 人先打你 你看 要打到山人嘴巴 这么扇 不用在这 啪 我都不扇 你还使不上去 就得这么抡着扇 哪个手指的尖呢 够上 还都能治人 你要女童这打就是 抓 连抓带挠 男童这打 都是这么打 咚咚咚 拿拳头走 上面全打 下面表屁 就打架嘛 但拳队难练 越棍 什么叫越棍 棍好练 耍棍 小孩就能练 您看武术表演 基本都练少林棍 把这棍 在舞台上睡 啪 然后 换这棍花 然后耍这棍 一只手的 两只手的 哎 为这是好瞧 只要您没什么毛病 基本上 一个月 让您耍棍花 正花 反花 背花 这棍基本 您都能练下来 不是特别难练 久练花枪 花枪是 不问之贼 它比大枪的尺寸 要短得多 唯独神枪张凯 这条花枪 比一般的花枪 杆还短 别人那枪头 都是鸭子嘴 他这枪头 叫桥脉嘴 三棱的瓦 追的面 这枪扎上 就往外放血 枪下不留活口 枪短 白了杆 还比别的枪杆要粗 这就叫夹枪待棒 是凡使这路枪的 都有棍法 暗含着三十六手 地躺棍 就融在这枪招里头 前面是枪 涮开了后的 可就是棍 这棍打人 可比枪还厉害 神枪张凯 久走江湖 这条短花枪 枪下伤人无数 今日擂台以上 要占软臂 软臂要不认这条枪 就应该抱拳一走 吴奈何 战败了上官大爷 觉得自己不含糊 一时失算 跟这神枪张凯 可就动上手了 两个人刀枪并举 神枪张凯枪往前扎 压腕子往回撤 抽撤连环枪 连着三枪 软臂没看见枪头 这还能够走 敢人家真是把招数行开了 再想走走不了了 上面是枪头 下面是枪杆 猛然人家一枪正兜在这腿肚子上 可不是枪头 是拿枪杆当棍士 一兜腿肚子往起这么一带日子呀 大车轮 这人整个就趴着台上 噔朗朗 刀也撒了手了 软臂 站起来 捡自己的刀 一低头 谢您不杀之恩 神枪张凯 手里边单手 他这枪 老师一只手低了 这短呢 不敢 擂台之上 为朋友帮忙 物商少侠 还不必挂怀 是我惊师不到 学艺不高 惭愧惭愧 完毕 回转到 擂台之上 下擂台上看台 到老师面前 低头不语 侯廷还要多加抚慰 跟张望不一样 胜败乃君家之常事 软臂 不要抓了斗志 一旁站过 软臂往旁边一站 看自己的能为如何 谁愿意登台去见 神枪老张台 弟子不去 我愿登台 又转过来自己 坐下一位弟子 叫做浪里云烟 徐元徐子特 书要简短 徐元徐子特登内台 让神枪老张凯 这一枪 正扎着脚面上 这还是神枪老张凯 枪下留德 要再往上抬一点 扎着迎面骨上 这条腿壳也就废了 这一枪正多的脚面上 自己一瘸一拐 败回看台 神枪张凯 递了花枪 手指吸看台 上赴镇东侠 老侠特爷 坐下弟子 有自认能站过张凯的 您派着登内台 像刚才这两位少侠 能为不计的 不必再上内台 一言未尽 怒挠了二侠门人 大弟子 拔的门人 头一位 叫做登前勺赢软和 登前勺赢武藏巨坟 气坏 连着自己俩师弟 败在神枪老张凯的乡下 老师 弟子不才 我要登台 哦 呼呼呼呼 侯庭看了看软和 心了话说 八大门人 没有比软和 跟我年头最多 也没有比软和 能力最大的 软和登台 胜得过神枪张凯 还得罢了 倘若败在神枪张凯的枪下 小弟兄可就没人可派了 再要登台 可就得是自己老一番的 老一番的人物一登台 对过的法禅和尚就快登台了 不愿意让法禅僧上台 这个事情 能不以武力解决最好 是不以武力解决 想是这么想 但是事情挤得到这了 没办法 软和眨眼之间来到擂台之上 这么一抱拳 是迎口同发标局老达官 张老英雄吗 噢 噗啷啷 这杆花枪在掌中这么一颤 我当是谁啊 原来是明动天下 镇东侠侯老侠和大弟子 登千少影 阮和阮少侠 既然知名不必多问 那么我愿意在老英雄您的面前 盘缓盘缓 咱们手谈手谈 书中代言这张凯呀 比阮和要大不了多少岁 您别瞅软和 那是侯廷大弟子 五十都忘了外了 滚同林得叫师叔 同林今天才三十多岁 那没办法 谁让这同林先跟二侠侯结拜的把兄弟呢 后来这个侯廷也认了 这是自己的兄弟 他这个老师又确实是上一辈的 建可爷 那这就得是以兄弟相称 二侯的这个徒弟们 管人家同林叫叔 您可听明白了 同林这还算岁数大的师叔呢 您要往这个建峡图后边听 小英雄多了 似乎软和软臂这样的 那管人叫师爷的 那小孩有的是 但您要听那是后套建峡图了 搁下咱们暂且步表 先说眼前 软和亮自己的刀 别看就是一口单刀 单刀看守双刀看守 这单刀最难练 这是花枪 两个人各道一师有请 拉开下门 先不动手 走行门外国步 两个人转这么一圈 这是礼节 行这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神强张凯一动手就知道 软和不愧 那是喉庭的大土地 手底下脚底下 干净利索清楚明白 哪一步都不能多买 哪一步不能少卖 动手打架呀 打的就是眨眼之间 这都是武术家 打了够十几个照面 软和心里的课就轻破了 这位神强张凯 确实枪法好 自己要想胜的 还得出乎其至胜 蝉头过脑 这口刀 上乎其头 下乎其身 矮身形 滚刀往里进 把这枪可就荡起来了 这蝉头过脑 刀在这儿 矮身形往里他 你的枪在这儿 你这枪苗子记在这儿 你身上可就没有防范的东西 不撒手扔枪 就得吃我这一刀 那么神强张凯 也是九经大理 这么大的神强张凯 让人家软和近身 这叫单刀破花枪 单刀近枪的招数 谁都会 使得没有人软和好 使得没有人快 打的就是这快劲 嘴里说了这么一声 少侠有了 什么叫有了 就您不必再近招 我认输了 这样软和矮身形 刀交在左手 垫步村的圈外头 在擂台的一角往这儿 一站 微微这么一抱犬 承着 神强张凯倒提花枪 顺擂台上可就下来 来到了东汉台以上 站在法禅和尚的面前 禅师 是弟子无能 给禅师 您可就献了眼了 法禅和尚一白瞅 哎 圣败兵家之常事 一场胜负 何足论到 岂能够平定武艺之高低 老英雄替摔家我受了累 老那这乡失利了 一旁休息 神强张凯往旁边一坐 打败了 那么软和抱着单刀 单刀怀中一抱 这叫怀中暴雨 桌子里一个螺圈衣 各位杭州的父老 天下练把式的英雄 我是镇东侠侯老侠客门人 那么今天 我战败了刚才这位 英口同发标军的老打官 神强张凯 并不是张老英雄武艺不高 我胜之侥幸 哪位愿意登台 我软和奉陪 捧着单刀的迷叫号 法禅河上一看 东看台上人可我少 这潘龙真没少请人 哪人都有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 累乎于是神强张凯这样的能为 已经就算不错了 阿弥陀佛哪一位愿意去战软河 连问三生无人应答 怒恼了一个人来到法禅河上的面前 说禅师弟子不才我 愿意去战软河 法禅河上一看 陆地仙湖上官瑞的兄弟 在武汉三镇汉口 开了一座历胜标局 这是二标主二达文爷 叫做上官瑞 他哥哥上官伦 叫陆地仙湖 他叫玉面灵湖 岁数比他哥哥小 能耐可比他哥哥大 同样使一对亮音爵 本领在的哥哥之上 不是一星万点 武术好 而且人一面画一面 长得也好 嘴上也跟着上 这个走江湖有能耐是一条 另外也得明白江湖道 还得能说 好马出的腿上 好汉出的嘴上 走的哪 得能说 这样上官瑞 下的东汉台 勾奔擂台 擂台之上 冲软和一报全 阮师傅 您是镇东霞的大徒弟 那么我 您认识吗 我一乡卫会 您怎么称呼 北领教贵姓 复姓上官 台府 丹自明锐 哦 九仰大名 武汉三镇汉口 力胜标决 二达公爷 江湖上人送一个美号 叫做玉面灵狐 上官 二爷 就是您吗 哦 不敢 不敢 就是某家 探背榜 亮出自己的亮音双诀 一个指贴 一个画地 在掌中这么一分 我愿意请教请教 少侠给的刀法 两个人互到请字 这个单刀往下一劈 左手爵往下一压刀背 跟着上右部 抡开右手爵 劈头就砸 这个往回撤刀 两个人纵身形 穿高纵矮 站在一处 这一动上手 刚才看了上官轮了 没瞅得起这上官锐 敢真动上手 这上官锐 比上官轮的能美 那大的许多 阮和就觉得 自己这口刀 略有些个施展不开 东西看台之上 包括台底下 练靶似的高人可不少 一看就知道 九战之下 阮和必败 阮和那多聪明 好 我老子全身耳退 别找这寒碜 刀交在左手 纵身形跳出圈外 有了 江湖上的规矩 这个有了就是认输 不能死就歪裂 像张望这样的人不多 不管打得过打不过 哎 一个孔袖 一张望 丑冷的就给你一下 捅上就算捅上了 而且 只要捅上 绝不留火口 心黑手狠 一带心毒 那 江湖上的大道 那都是 真正侠客门徒在外边 动手打仗 也得有容人之处 你有容人之处 才能被人家容 所以人家上官瑞 也不死就白咧的 你还有了往外一纵 人家不跟着追 怎么 少侠给爷怯战了吗 非是怯战 实在我的把势 不如上官二爷 何必自取其辱 定然还有他人 前来奉陪于您 某家不财 我败了 这话说得清楚 这叫光棍掉 自己低了刀 顺泪台上下去 上官瑞 手指的软和的后影 各位 这是震东侠 侯廷侯老侠客 坐下大弟子 叫做登千 少营软和 有心啊 让着我 未分输赢 胜败 不露败相 人家激流勇退 人家唠个全脸 人家下台了 把擂台让 与上官老二 我叫上官瑞 江湖上人送一个匪号 我叫玉面灵狐 刚才让人打败了的 那是我哥哥 叫上官伦 我这能力薛薇的 比别人不敢说 比我哥哥稍微高点 哪一位愿意登了一台 我这盯着 侯廷一看 软和回来了 让自己猜着了 能人背后有能人哪 你搅着软和不错 把神枪张开打下去了 这上官瑞一上来 软和可就不成了 回顾四周 小磨蛋的不问可知 那能为最大的就是软和了 软和都不成 别人过去更软了 无奈何 只能够眼看老弟兄了 众家贤弟 都比他岁数小 现在 有力胜标局的二标主 上官老二 上官瑞 在擂台之上叫阵 咱们哥几个 谁能替我分分心 过去战争上官瑞呀 同林同海川 搭不以那一身手 赞出自己的子物 纪料鸳鸯月在手中一群 老哥哥 兄弟我过去 侯廷一白手 兄弟你别着急 你能不登台 最好不登台 那都这么大的岁数 您都八十多岁了 像二哥侯杰 像李源 老哥哥 张鼎老哥哥 这都七十岁的人了 谁过去 还是兄弟我过去 贝利爷在旁边也说 赵啊 老侠可爷 我开那海川去 把这个上官标主 给打败的不就完了吗 您呐 甭着急 茶池后来也 耗子拉木仙 大头在后头 这能人 还都没登台呢 不用海川过去 话音未落 就听有人朗声大笑 哈哈哈哈 老哥哥 海川贤弟 我 登台去战上官瑞 侯廷顺声音甩脸 一看飞着旁人 展翅金雕 星河游访阵的老英雄 叫做铁掌李源 李源要登台 那武功多好 老一伙的英雄啊 贤弟 体育兄受赖 您何必客气 卖大步 腾腾腾腾腾腾腾 可就下了西看台了 够奔擂台以上 老百姓一看 哼 啥一老头的精神 没带着冰刃 其实大伙不知道 有冰刃 在身上带着 陆金腾车棒 俩同搭着一拧 跟腰带一样 在腰上围着 软中硬硬中软的冰刃 但是没亮冰刃 麦大步到了擂台以上 用手一指 上官瑞 上官二标主 一拖海下的银沉 认得老朽吗 上官瑞一看 哼 这可是老一番的英雄了 我当是谁 我能不认得您吗 如雷贯尔 浩月当空 闻名天下 清河游旺盛 开英雄把饰店的老人家 展翅金雕铁掌李源 杭州的父老 我得跟大伙说 不是我替李老英雄一样 一双铁掌打遍天下 喊逢敌手 今天瞧得起我上官瑞 竟然登台要陪我走上 那么三招两趟的 您给我零零手 我给您接下招 讨教您的高义 跟您能动手 那是我的造化 那么老英雄 久闻您 三十六手白元棒 一条路金腾车棒 打遍了天下 您能不能亮您的军人 说的话一分自己的双举 咱们一较高低呀 李源一听 哦 上官老二 认得我李源 还要跟我动手 你说什么 让我亮这条路金腾车棒 跟你在冰刃上头 一掘雌雄 一剑高低 摇了摇头 老英雄怎么 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于我 说我年迈无德 以大欺小 你这个年龄 我要亮兵着拿棍一帮你 那显着我 老儿无德 年迈昏庸 我这不成欺负孩子一样 哦 是 三十六手白元棒 棒法惊奇 真人家把路金腾车棒拽出来 我上官瑞也不见得试个 把双角 合在左手一抱拳 老英雄 那么难道 你我拳脚相交吗 还摇头 也不成吗 我把棍撂下 你把绝也给背好了 咱俩人 动拳脚 窜高纵矮 我诺大的年纪 岂不被天下英雄耻笑于我 就即便我打上你一拳 踢上你一脚 也不显得我李源高明之初啊 圣之目无 叫做败之有愧 上官说一听 那您上台上干嘛来呢 难道就凭着展翅金雕铁掌六个字 就把我说下那台吗 李老英雄 我上官瑞虽然年轻 也不是下大的 您说的 那咱们得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出主意 你拿兵刃 我不拿兵刃 就凭我这一双肉掌 要夺你的双举 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 可把上官瑞给气坏了 您别看说那话都客气 但并不怕李源 上官瑞年轻 这对爵功夫怎么办 阮和呢是 猴亭大徒的 拾了个照片就下去了 自知不敌 上官瑞这对爵可厉害 什么 空手夺我的双举 新的话说李源 你可有点狂 真说我上官瑞 能得不如你 我败在你手底下了 我不寒碜 可是我纵然败在你手底下 你要夺不过我这决心 就是只要我这双举不撒手 只要是你踹我一个滚 或者给我一掌 把我打伤了 但我这举还在我手里 你今儿可就算在了 丢人可是你李源 那咱们啊 把这事给坐实了吧 老英雄 您也太让得晚辈了 怎么 我用兵刃 您不动兵刃 要空手入伯刃 就凭一双肉掌 夺我的亮银双举 那么咱们这个赌道 岂不是不公平吗 谁让我年长呢 我比你多走几年江湖 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多 走过的桥 比你走过的路长 把话已出口 泼出你的水 难以复收 我看这事就这么办了 那么倘若您夺不去 上官老二的双绝呢 李源任栽 斗袖子一走 我是朋友请来的 丢不起这人 杭州的事与我李源无干 打这儿 我引记江村 在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你看这怎么样 千人嚼万人看 您可别跟我置气枪火 这叫什么话 江湖上走的是面 说出来 脆出去的兔们 就是个丁 这话呀 还就这么说定 好 上官瑞心了话说 该着 今天我露脸 今儿你就把我打死 这对绝我也不能撒了手 叫你李源 自食其果 自负其言 太狂了 空手夺我的双绝 那如此说 老英雄 晚辈 我可就 不公了 往前一纵身 抡起双绝分前后 右手绝先下 左手绝后下 照着顶梁门就砸 李源说了一声来得好 微微往下一坐身 双手十字 往上这么一找 就拿这手愣找这绝 铁掌李源 只要碰上这绝一钻 还就归他了 上官瑞一看 这不欺负人吗 一般的人 谁敢拿肉手接兵刃呢 人家就敢 铁掌李源 铁掌李源 必然在这个掌上 人家下个苦功夫 自己硬生生把双绝撤回来 双封玩 打 这双手野马分踪 还找这绝 这二位不知打架 俩人这精力全在这绝上 眨眼之间 窜高送来两个人 变幻身形 拾了个照面过去了 大伙一看 欲变灵弧上官瑞的 把什么错 为什么 这叫游斗 这绝 早机会还得打你一下 还不能让你逮着 李源呢 一心要夺绝 一心要空手把这绝夺过来 您呢 就不能伤这人 能打上都不能打 因为这双绝没过来呢 真说趴这一挡 打在身上 绑线给打下擂台去了 谁输了 你李源输了 夺不够双绝就算你输 打这儿 您自己就得离开恒州 还不能走 还得缠着这上官瑞 两个人打 大伙一看 久战之下 这老英雄别再败了 说让上官瑞 把他打了 看这意思是不能够了 为什么 快七十的人了 在这擂台之上 就跟肺一样 穿花蝴蝶的相仿 您别忘 铁掌李源投了 还展翅金雕呢 轻功最好了 李源的这个轻功 真不在同林以下 同林是十五年 绕大树的功夫 那脚底下多快 李源的这个脚力 并不在同林之下 李源的轻功好 而且李源是软硬功 全有 因为老师 西方老侠 于成 这后半辈子的心血 都用在李源身上 那在于吉庄八年呢 那可下过好功夫 而且是成堆的银子 培养造就出一个李源来 于成 于动还是大财主 花多少钱 培养这么一徒弟 那功夫好 再有就是闯荡江湖几十年 阅历太大 大小的战杖 见过无数 小小的上官瑞 要想战败 咋就战败了 无非是要夺你这双绝 猛然间老英雄 落了空了 老英雄 穿掌过去 把后脑勺 可就亮给上官瑞了 老头这一落空 上官瑞可高了性 心里话说 你经过夺我这绝了 你可就忘了 哪些我要帮在你身上 可就不算是我败 那就是你是真败了 得了 我拿这双绝 照你的后脑海来一下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这人站好了 让你拿绝帮我的后脑勺 人这一掌 就穿林燕子巧翻身 看着是往前冲 实际猛然间一转脸 这双绝临到他的后脑海了 这人脑袋可回来了 这脑袋往后一回 伸自己双手 跑 这下可把上官瑞给 赚着了 这双绝 可就落在李源手里头 半 在上官瑞手里边 这绝头 在李源手里头 再想夺 可夺不回来了 李源一双铁掌 只要钻上 能让你给 再撤回去吗 脑袋削尾的往后 这么一偏 顺着是一拧身 一抬自己右腿 拿着颗膝盖 一找上官瑞的小肚子 这有个名词 叫老僧壮忠 这下要撞上 上官瑞是非死不成 上官瑞 刹那之间 可就做了思想斗争了 刚才想的是 死都不能撒手这句 可这一颗膝盖 要撞上 您琢磨琢磨 李源的功夫 这小肚子上 要挨一颗膝盖 这中腰撞上 可就没想 吐一下我就完了 我拼着一死 我含着含着那老头 我攥着我这 绝不撒手 可这一下要把我给踹死 他这么一抖了手 绝是他的 我这尸首飞出去了 人家底下人可不明白 我是死的是活的 人说他空手入白 让夺我的双绝 我落一百死啊 那上官轮 手足关切 看得清楚 兄弟 这仨手都没说出来 我说时吃那时快 自己兄弟眼看 这一下要撞上就完了 喊了一声 兄弟上官瑞 听见没有听见了 不得不撒手啊 心里头这么一别扭 俩手这么一撒 嘴里头同时喊了一句 有了 老头微微这么一乐 钻他的双绝 交在自己左手 一转身 双手捧定亮音双绝 上官二达官 老朽可无理了 上官瑞满面含羞带溃 多谢老英雄 手下留情 把自己的亮音双绝 接过来 在手里这么一撞 低头不语 下擂台了 回转东探台以上 法禅和尚的面前 身诗意里禅诗是 弟子无能 办事不成 不算无能 弥陀佛 阿尔达官辛苦了 一旁歇息 哪一位 愿意登台去站 铁掌礼员 哪一位 愿替老那分心 弥陀佛 哪一位 愿去 连问三声无人应答 清河游访战 展翅金雕铁掌 李源 什么人物 西方老侠 于城于洞海的徒弟 空手夺塌的双绝 大伙都瞧见了 谁找这倒霉 我们过去 也是白给 法禅和尚一琢磨 谁也不敢过去 干脆 我自己去得了 阿弥陀佛 众位施主 列位英雄 东看台的人全站起来 大伙纷纷是礼禅师 铁掌礼员 本领高强 武艺出众 老大抑郁 下东看台登擂台 去会铁掌礼员 众位施主 列位英雄 替我瞧着点 有哪一招使得不到之处 还望各位指点 与我官爹略阵 方可让老那心爱 吐儿 摸咪陀佛 来 吐头 俩徒弟 金头虫 银头虫 叫刘勇刘猛 哥俩搭营一声 哗啰啰一响 咱们这 哥俩扛着他的兵人 法禅和尚这条兵人 叫做禅杖 这禅杖 您各位都见过 鲁志深用那个 这宗兵人 各位 是五圣人达摩老祖留下来的 别的兵人达摩老祖不用 唯独这个是达摩老祖用的 真正五圣人传下来的兵人就是这禅杖 战权了 三财五行 九宫八卦 天干地支 您别瞅这禅杖 在里的 里门的这个老先生 也拿这东西 那不叫禅杖 那叫什么 那叫做 严武 平常 下拉 拿着这出门 必须戴这个 有多少年的博古宣天 当时刨坑 得把这个人骨兽骨都算 得给它掩埋了 炒家有死尸 要给它掩埋了 死猫死狗 包括鸟都算 得给它掩埋 埋葬了 这叫掩埋 那么在河上拿着叫禅杖 在武林当中 它就叫铲子 这为大月牙 月牙为天 也那大铲头 那为地 那这月牙俩尖子 一尺 一尺这尖子 这月牙是这样 那么十寸 这就是十天干 甲乙丙丁 物体更新人鬼 那头那铲子呢 那下面那头呢 一尺二 你看我们这扇子打开也是 这么这是一尺 和这么打开 这是一尺二 这是十二地支 就是咱们这十二生肖 就这么排的 那么 那这个杆和这头中间天地人三材 加上这铲 加上这个月牙 这是五行 九尔八环 这是九宫八卦 这个铲占权了 这是达摩老祖留下的兵人 八法神铲 八八六十四法 江湖上用这个的可不多 为什么太难练 但是这要练坏了 这宗兵人 可也有不地道的地方 临阵动手 抓着一铲下去 没铲着人 就手往起一扬捧着一下 就是一铲土 这铲土往上一扬 能迷人的耳目 你别看江湖上好多人用这个 说鲁智深也用这个 这个真勇大开大河大杀大坎 但也有他取巧的地方 跟这路使兵人的人动手 老得留着人 奶线下去 亡起一扬 就是一铲土 所以这个算暗器里头的 也有他 今天俩小徒弟 金头猪刘勇 银头猪刘猛 两个人扛着大河上这条铲 大河上麦大步 蹭蹭蹭下了东看台 各位英雄一直目送的下了看台 这才芬然归宿 师徒三门来到擂台以上 李源打走了上官瑞 一看东看台下了法禅僧 有心下类台不打 自己诺大的年纪 办事的虚名 父之东流 有心跟大和尚动手 自知能力不够 别看我铁掌李源 因为他们师兄弟两个人 他们把兄弟都跟我师父齐名 他的大师哥 北侠爷秋天秋佩宇 多年成名 行走江湖一压武林 跟我师父于成是齐名并肩 老一帆的英雄 别看我也这么大岁数 在他们哥们面前 我算半了晚辈 要论岁数 李源可不比法禅和尚小 但是要论辈 实际是差着辈的 能为也差着 李源有心不战 被朋友邦名两肋插刀 峡谷热查 走秀一走 自己脸上也不好看 没办法强打头皮 这么倒全失礼 我当是谁 原来是八五山四山主 法禅禅师 法驾驾临 擂台之上 老朽李源 这相遇 禅师师礼 弥陀佛 里边挥布僧音 胖大魁梅 外边照着半胚半挂的皮鲁挂 腰里边记着姓黄婶和着粗细的黄中神 双肥灯 底下胖 胖 僧鞋 大和尚 顶平向远 圆京叠望 拖子鼻 大嘴探 去青的头皮 去青的脸蛋 都是新刮的 相貌也凶恶 这大和尚 好 能源太大了 主要是缝儿大 这家小徒这扛这蝉杖往身后的一站 擂台鸡脚那站着 自己往残上这一站 台底下这些老百姓看着 这台好像让和尚压下半边去 李源这不就有点往上飘 说真是那样吗 那倒不是 这擂台不能真让给压斜了 让他感觉这不这缝儿沉呢 阿弥陀佛 老师主 战败了上官二达官 我出家之人 翘出五行外 我呀 不应该上这擂台 奈何有我的不孝徒之 潘龙 与黄菜两家失和 这才赌斗 争这个鱼铁 我这当师叔的为小辈出头 也是迫不得已呀 老师主 诺大的年纪 又是侠客门徒 何必惹此是非 听老大的良言 回西看台吧 李源一看 这话里话味 多少还有点瞧不起我 您是跳出三街外 不在五行中出了家的人了 您都来管这闲事了 我一个俗人 怎么更得管这档子闲事吗 大和尚 要以你我二人的身份能为 李源不应该斗胆跟您伸手 你的能为在我之上 奈何一节 我在江湖上也小小有个虚名 仰仗我老师的威名 行走江湖 并没有半点差池之处 我要甩袖一走 让天下英雄 耻笑李源我惧怕大和尚 没别的 为台之上 你我二人 假打也好 真打也罢 咱们两个人比较比较 那时我再走不迟 怎么着 我也得跟您动动手 李源 诺大年纪你又是何必呢 老那登台 到底也不是你呀 哦大和尚登台 所谓和人 为的是要兴一家武术的英雄 我闻听人言 有一人姓同名林 自表海川 要自兴一家武术 也是他与我门户之中 略有仇戏老那登台 卫会同林 战败李源那同海川 不请自治 李源非要与老那动手吗 大和尚 恕李源无礼 李源往前一根部 左掌一方面门 右掌 批面就打 合像使得是批卦掌 下了五十多年的苦功啊 批卦掌怎么练 练胆手 胆手练的是招 金长一寸 这胳膊伸出来比一般人 长好多 说真比人长吗 不是 练的 你打不到的地方 他能打到 但主要练的是力 铁杀袋 杀袋是杀袋 铁杀袋 每天得摔这掌 先拿药水 连胳膊带掌 全都给泡了 这叫操掌 过操 每天 啪 啪 啪 摔这 铁杀袋 摔完了 拿药水还得洗胳膊 第二天接着来 每天没别的 就摔这个 所以这一队铁绑 要不怎么叫 铁壁罗汉 法禅僧 翻车 铁路的掌 批挂掌 这两掌循环 不发是不发 只要打 这两掌就能不停 啪啪啪啪啪 连着就是几十掌 你要看 武术电影里边 真有 会打这批挂掌呢 我看看 双拳运动 无非就那么左右 来回就那么往前打 打得敌人 接接倒退 像法禅 这个身份 这个功夫 一般人 接不了他三掌 打上就死啊 李源明知 法禅僧的能为高 自己先下手为强 左掌一方面门 右掌 批脸就打 法禅说的声 弥陀佛 老师主 小心了 探自己的双掌 应李源的双掌 铁掌李源 这对铁掌 碰上铁壁 罗汉这对铁壁 上山虎 碰下山虎 云中龙 碰下雾中龙 您别看李源说的客气 真到法禅 和尚的面前 施展自己的绝学 片刻之间 僧俗两位 在台上已然斗过五十个照片 身法快 东西看台的人 都目住擂台之上 唯有侯廷同龄 这样的高人心里的名位 久战之下 李源不敌法禅 果不其然 刚晓得这 就听李源大喊一声 何掌 有 紧跟着两个人身形左右的密封 再看大和尚双掌 何时于自己的面前 我 弥陀佛 老师主 请回吧 李源并不大言 登登登登 下了擂台 我已转到 看台之上 来到侯廷的面前 老哥哥 那法禅和尚可厉害 我 打不过他 贤弟多受累了 一旁休息喝茶 再听擂台之上的和尚 阿弥陀佛 唐州的 中坡老 各位师主 打过一拳 踢过一腿 都算子弟老师傅 但是要跟和尚动手 要量力而行 师方才本老那战败的 飞着旁人 清河游仿镇 展示金雕 铁掌李源 侠可门徒 他的授业老温师 论着 是我一个老哥哥 这暗含着法禅 可就是冲大辈的意思 因为法禅 比李源大不了几岁 论辈 但他确实跟西方侠 得论哥们 因为他师哥 和他拜把兄弟大哥 混元侠李坤李太吉 这跟西方老侠都凭着份儿呢 他的授业老温师 是我一老哥哥 乃是西方老侠 数个罪说 姓于明城自洞海 江湖人城长辈榜 飘然走 家住在山西太原府 太古县于德卓 有惊人之意 他在老师的面前 用功多年 行走江湖 并没有半点差池之处 尚且站不过老那 一般的把势 听老那奉劝 不必登台 老那今日要会 会的是 那要一兴 一家门户的英雄 猎狐于像什么 看家护院戳场的 交把势 给人家当看家狗的 我迷途 就不必登台了 但 法长 修出朗言 万放狂言 有某家 到了 侯廷一把没拦住 燕子三朝嘴 蹭蹭蹭 蹭 大英雄 同林同海川 登在擂台之上 并不失礼 用手一指法斩 走 和尚 我就是你说的 与别人看家护院戳场的 交把 是要行一家武术的童林 和尚不见童林 还得罢了 一见童林 捅海川登台 恨不着拿口凉水 当时就把童林 给吞下府中了 我弥陀佛 童林 可认得你家佛爷们 呸 和尚 你搅着你的能为不错 替你的家里的孩子拔创 口口声声骂我 与人家看家护院 我跟你有什么仇啊 你点名道姓 非要我童林登台 童林不来 擂台之上 是和尚你的便宜 童林一登擂台之上 和尚你要知道 你的倒霉 棋手就在今天呢 童林说话多冲 他可不怕和尚 和尚面带冷笑 捅海川 娃娃 非是老那 寻衅皆仇 实在你跟我八卦山两节一掌头 童林不知 我怎么跟你八卦山两节一掌头 你下山路过江西北双平镇 你打了我的徒儿铁鱼园雷春 那是三小部分私下八卦山 有韩报五十广贺报到北京找你去 又被你掌打贺报于我八卦山二节一掌头 你说招与不招是事与不是 哦 和尚 你要讲理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有道是 每逢文王讲理 但欲节奏动刀兵 跟你这样的和尚 应该是无话可讲 既然你要跟我说两节一掌头的事 我今天让你明白明白 掌打雷春 掌打贺报 十出无奈 尤其贺报再三再四提出无礼的要求 我被逼无奈才替你教训门人 可话又说回来了 掌打贺报不再紧要 韩宝温日广吞了雄心吃了暴胆 竟然敢一夜之间进皇宫大内 盗走国家至宝 翡翠鸳鸯卓一队 尼陀佛 法禅不知道 这一句话 法禅和尚一琢磨这俩孩子真干得出来 法禅和尚这才知道 韩宝乌智广惹下踏天的大祸 但是嘴上不能认输 眼见为时耳听是虚 你怎见得是韩宝乌智广进宫盗宝 兴和尤仿尘意欲行刺钦差 告诉你说韩宝乌智广是自招自购 已然说出来了 他们两个人就是盗宝二小 欺欺何欺带徒啊 与我同龄有仇拍门找我同龄 盗走国宝 暗害同龄 让我同海川受此不白之冤 也算罢了 竟然勾结匪人要火烧朝福林 可怜朝福林重百姓 与二小何仇何恨 把他们都要葬身活海 和尚 你让我给你报这二节一掌仇 也不要紧 我同海川一个头一个头 我偷偷碰地跪拜在你的八国山去 也没关系 你先交出国宝献出二小 咱们是先办公事候了私请 和尚 我这官司冲你打了 和尚一听弥陀佛 这里还有办侵犯的事 我哪知道啊 和尚新的会儿登台打的是同龄的 跟他再说下去 这擂台没法打了 这是官准利类 要真如同龄所说 他是钦差 当时掏出海埔公文刑部的公事来 这官面上可就全向着他了 其实和尚不知道 西看台上还有贝勒爷呢 那贝勒爷要是一亮自己的印象 哪调动浙江全省的兵力都不在话下呀 但是不以势力压人呢 而且他是好武之人 未看这擂台 他愿意同龄哪 跟这和尚打 他好瞧这热闹 和尚不能管这档子事 你所言的这些个事情 向阿弥陀佛老纳一概不知 纵使我把武山门人犯下滔天大罪 自有他的师长去打官司 倘若被把武山查明 二小胆大妄为进宫盗宝 自有山规处置 不用你同龄多管闲事 既然登台修要废话 同龄除非确战 你跳下擂台 让天下英雄耻笑于你如若不然 同龄哪 同龄 我米婆婆 老大定于你一举雌雄 说的话 双掌何时一拉这架 同龄点头苦笑啊 甭讲理 知道跟你有理也讲不出去 你不就是要讲打吗 是动兵刃 还是讲动拳脚 老大愿意拳脚相跪 好 看着 同龄打仗急脾气 往前一根部 双掌子密川 柳叶棉司把我掌 绕大树的功夫 批面就是一掌 和尚以双掌相迎 这二位一动上手可了不得了 观者心切呀 东西看台人全站起来了 您还别说 这地方就显出贝利亚的身份来 您别看这外行 我自亏然不动 贝利亚也看 自然看戏一样 剩下其他人全站起来 什么叫李源 哪叫侯杰 哪叫张鼎 这都是练武的大行家 大家伙看擂台之上 一般老百姓看不明白 这些人看得明白 同海川攻在法禅之上 能耐大 侯廷暗暗碾 阴然点头啊 我帮了半天兄弟忙 我这么大岁数为了他 出朝古林 我得看看这孩子功夫怎么样 这一看 毛病不少 说侯廷比同林能耐大 不然 同林的能耐太大 侯廷也不见得有同林的能为高 但是老头见得多 一看同林功夫真好 功夫也大 但是这个招 不全 大招多 小招少 说行话 这个招数不细 一冲一撞 功力高 打人有富裕 但是真碰着能为比同林高的 伸手就败 漏洞太多 要问您怎么听 后边同林同海川 密封岭二次学艺 庄稻青 船见船长 这才把武艺学全了 自己的师大爷 两次给他重新下挂 再练武术 所以同海川 现在这个能耐 还未临绝顶 自创一家门户 也还谈不到 这是侯廷自己的一番心思 跟着看同林 那么在法禅和尚 跟同林动手 真得说暗吃一惊 真没瞧起同林 穿得跟窃劳感一样 别看 耳朵里灌满了 同海川 怎么大能的 大和尚 真没说 把同林 看得多高 这一动上手 才知道 攻在自己之上 就跟刚才 李源站我一样 现在调一个 整个这能耐 欺着法禅和尚一头 有力使不上 可又暗暗侥幸 错非是我法禅 就是这么快的身法 这么凌厉的掌方 换一个伟业人 早在在同海川 双掌之下 法禅和尚 这会有点后悔 怎么 自己为了给孩子们 拔创 下了八卦山 闲来震泪 真要说 泪台之上 败在同林的掌下 可有什么脸 回八卦山 心里面这一起急 双掌 轮动如飞 啪啪啪啪 车咕了分 批挂掌 这顿杂呀 可是大家伙 看着 是同林处于下风 为什么 合着这掌法 灵力 俩胳膊 抡开了 静看他打 同林 不看同林还手 可这谁难受 谁知道 实际呢 是同林这能耐 欺着法禅 那么这是法禅 自己想 同林自己想 同林心了话说 真要说 打败了和尚 把杭州 那这事了了 对着 盗宝二小 请国宝 还了朝 我得跟贝勒 也请长假 怎么 我得找老师 从心练去 我这能备 还是不行 这个 学艺就是这样 艺到知修处 这你才算 涨了一点 你得知道 自己寒碜 别看同海川 能打法禅 但是知道 自己的能耐 不够用 而且人家 这么多哥哥兄弟 包括晚辈 帮着我 让我露脸 扬名于天下 知道的是 我同林有两下 不知道的 我仰仗 哥哥的栽培 王府的势力 贝勒爷 给我后面逞腰 就即便 我真扬名天下了 我也露脸 露不到哪去 干脆 打墙也是动土 动土也是打墙 诺大年纪 我不应该 给法禅一个寒碜 而且也不愿意 结怨于八卦山 老哥哥侯廷 再三再四的拦着我 不让我登台 就是怕给我竖墙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个冤家 多堵墙 八卦山势力浩大 北侠和爷 一以贯全球 掌中一口 碌碌大宝剑 能备太大了 连我老哥哥 侯廷都含糊 我要打了法禅 他这俩哥哥出来 这是多大的枪敌呀 可是我要不打法禅 法禅不依不饶这劲 他再不懂得 韩战好桥 穷追猛打 我一个失手 在败于他的铁掌之下 我可就不值了 童林童海川 想的这把牙一摇 把心一横 心的话和尚 我可有点对你不住 这说话之间两个人 拆招过手 已然一百个照面过去了 猛然间和尚使了一个双壮掌 童林似有收招不及之事 这掌风临凶了 和尚可乐了 啊 小子 老虎还要打嘴的时候 你也有落空的时候 这双掌要双壮掌 拍在前胸之上 甭说你同林的 同住的罗汉铁打金刚 就凭我五十多年的苦工的一掌 我也把你给拍化了 咬着后曹牙狠逮逮 这权力可就发出来了 不知道同林有绝技呀 收担控胸 猛吸一口气 躺 原地不动 脚可没动 抚胸往里这么一塌 让出这么一寸来 各位动手打仗 这一寸是多的地方 甭说手啊 连掌风掌力都没挨人同林衣裳 人同林胸前这衣裳 稍微呼吃这么一下 和尚这一掌可就拍空了 按说和尚失招就应该学投了那几位 你看李源那么大岁数 人家不嫌喊着和尚有了 人家认输 和尚也应该喊 同林有了 同林就不能打你了 多恨你也得让你下台 可是和尚心狠呢 而且和尚当着面给同林认输 他不认头啊 这双掌走空了 二次往回撤掌再想发力 同海川能给他那机会吗 和尚的脑袋就在眼前呢 你双掌撤回去护身都来不及呀 同林控胸往后一缩腰 胳膊往前一伸 这个架势有个名儿 叫做立马迎风 登山跨虎 前腿是弓后腿是绷正使上去 自己的这个中指指尖 正搭和尚脑袋顶两百会去 自己掌根挂在迎面神庭 这一掌拍的这拙是 您琢磨这是这 这是这 掌根挂住神庭穴 掌心一吐力 嘴里都喊了一声 开 合上浑身的横链 枪扎上一个白点 刀砍上一个白印 这一掌之力可受不了 拿中指一按你的百会穴往下一使劲 自己浑身的记往上一叫 可都奔顶梁门了 紧跟着人家掌心往下一吐力 再想弃归这个丹田 弃归血海可就回不去了 这一掌顺着百会穴走遍全身往下一使劲 合上就觉得这肺跟炸了一样 当时脑袋嗡一下就一片空白呀 这一掌把合上打出狗一掌多远去 扑通一下好圈就没打下擂台呀 一屁股坐在台板之上身子往后一仰 紧跟着合上往起这么一挺身 血剑的相反 这一口鲜血可叫打出多高来 身子光大 往后这么一仰 连个哼了哈了都没有 同林自己的掌网回一收 微微往后一撤步 就看同海川鼻孔当中 两道白气往外这么一行 自己双掌往自己丹田上这么一按 这是叫丹田立 立始于足下 走自己的肾眼奔腰 归丹田由丹田往上叫 顺着脊柱行云到大锥之上 这才能立冠两倍 这掌才能打出去呢 这掌打上合上 自己可是使尽全力 要不然根本打不了合上 两条人影一东一西 蹭蹭同时窜上看台 红林双掌护身 扭向官桥 身旁站顶一人 飞着旁人正是震东侠侯庭 首领依然守问建都 贤弟 东北也窜上一个人来 正是飞龙标级的标主 潘龙潘红顶 上那台一抱大和尚 再看大和尚 面如白纸 唇如电液 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 师叔 和尚已然无力搭言了 根本说不出话来 憨恨顶 用手一指 同海川一咬自己的后槽牙呀 同林 历类百天不算完 今儿才头一天 还有九十九日 你盯着 点手叫自己手底的伙计 把大和尚搭下擂台 大和尚就不省人事 东看台上的众群雄 叫一哄而散 回转标局的不提 侯廷侯震远 震东侠 望着众人去的背影 心了话说 同海川这祸可惹大 跟八卦山三劫一掌筹 掌打法禅僧 今日杭州类掌打法禅僧 不要紧呢 八卦山还有七位山主啊 大山主混元侠 李坤李太极 掌中一对太极图 今年八十七了 那是多大的能耐啊 我侯廷盯得住盯不住 尚在两桌呀 远在天边的不提 还有一个近在眼前呢 北侠秋天秋太雨 指日就到杭州城 北侠可不露面 还则罢了 北侠可一露面 二次杭州类 我们弟兄 就有性命之忧啊 海川 你这一掌 打得好啊 童林童海川 讲话听差 老哥哥 本来都不差 侯廷一听我这夸你 哎 贤弟 旁的别讲 你我回转标局休息去吧 是 弟兄两个人下了擂台 回转西看台以上 贝利爷一见 好 这还罢了 大和尚这武艺高啊 连我这外行都看出来 海川你这一掌把他打得不善 不快给打死吧 大和尚金钟罩护体 虽然没把他打死 破去他的气功 大和尚这五十多年的功夫 算是废 好 咱们回转标局吧 这是黄灿过来 请示卑里爷 请示老师 老少英雄顺台 今儿下了这个西看台 骑上马 往回走 这是得胜一方 哎呦 这杭州老百姓哦 您知道 就跟看这个英雄一样啊 马前的也有马后的也有 鼓掌的叫好的 说什么的都有 一队人马回到天竹街 金龙标局 标局里外 君臣老少大家伙下了马 一块往标局里边走 就听里边有人正打架 抄着抄着抄着抄 那是正讲理呢 嗯 这个事情可不能算往 我们的营子白丢了可不抄 跟你们说你们金龙标局是讲信誉的 我们这两万银子你们得给 你们不赔我 黄三一听就一皱眉头啊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真得说奔倒葫芦撒了油 哎 什么事 嚷嚷什么 老头 还不是少打过爷丢标人家山西老客不干 口口声声堵着门要标 让别人听见都没事 单单这两句让贝利爷听见了 啊 黄三 爷家 什么人抄抄啊 问 接着侯庭不能说 贝利爷再三已追问 黄三没得 贝利爷 哎 也是该着 咱们英类的这两天哪 我有个徒弟叫烙地燕的小张熊 把标给丢了 哦 还有人敢抢咱们的标 哎 要不说也是事赶事赶到这儿了 那怕什么的 平常我们不在这儿 那我们管不着 今儿正好海川 你师父这不都在这儿吗 让他们谁跟着你们要他们标去不就完了吗 侯丁一听你别说他外行 他说这道倒是对 可不得要标去吗 黄三 既然山西老客催得紧 那么你们就去几个人把标要回来 童林童海川一抱拳 老哥哥 我带着孩子们去吧 你是真不嫌添乱 你不能去呀 小弟兄 你们谁跟着去样一趟标啊 徐元脚面给扎了 徐元徐子特少不少春然 弟兄弟两个人 我们跟着黄灿去要一趟标 好吧 你们三个人 带着两个山西的老客 购奔太湖中山师的带 去见大寨主金头师的孟恩 孟少博 好言相劝 把标要回来给人赔礼道歉 也就是了弟子明白 师兄弟三个人 带着山西二老客可就走了 哥三个 顺金龙标局动山 头天走了半天 第二天一早接着赶 第三天早晨 到太湖边上 过了太湖宝带街 就是太湖宝带桥 过了太湖宝带桥 就是八百里太湖 八百里太湖水势滔天 这个湖水 这水面汪洋一片 站在这湖外上 哥三定睛紫西关桥 太湖是南北走势 那么太湖中山师的带 在锦南头 用眼一望 是一大片鲁尾望不当头 看远处影超超似有山影 因为离得太远了 那么看这个湖面之上 船来一阵阵 这个渔民喊的 这个渔船号子 一排排一行行 都是打渔的船 那位说干嘛 一排排一行行 这打渔不能胡打 我看哪块 这好不吵 但有渔马是 根据这个水流 根据水的深浅 根据季节 鱼是有一阵道的 鱼这种动物 你要看 在鱼缸里养的 不提了 在池子里养的 在坑里养的 那鱼不提 只要是活水 它是有一阵道的 它是这么去 它可这么回 绝不能说 这么去 这么回 那那么走 那么走 胡走 不是 人呢也是这样 走惯了一条道 老走这条道 说那条道 也能到那 它不去 它每天都这么走 很早又换一条新道 走 它不去 那么得有鱼把 是定好了 大家伙 组织好了 大鱼 这样比较平均 省得有的多 有的少 这么多船的情况下 并没有互相干扰 船不爱疆 徐元少谷 就要喊着渔船 黄三一白手 二位师哥 你们不会 这个得我去 领着他们俩 往下哨 稍微走了走 这个岸边上 行着不少船 这只船 是谁的呀 可就要船老大搭茬了 这船是我的 这是打鱼的船呢 还是渡人的船呢 打鱼的船 当然你要给钱 我们现在也不忙 乐得渡人 好 我们多给你钱 你渡我们湖里去 好啊 湖里哪啊 往南看 进鲁尾 这位爷 进鲁尾 我们可不敢去 皆因为您不是我们本地人 您不知道 巴比利太湖 湖里边 有战山的带房 什么战山带房 有一座中山狮子站 里边有五位带房 那鲁尾里边 立着有狮碑 碑成刻字 我们当地人都知道 善入如为者 不但把船扣下 人还就许出不来 真得说有性命之忧 我们为参徒俩钱 搭成性命 我们可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是江湖中人 我是杭州府的 我开了这么一个标局 皆因为我们有标 闹着中山狮子站 我是来要标的 你呢 渡我湖里边去 到芦苇里边 那么有人要扣传 自有我 上前跟他接谈 跟他搭话 与你们一点干系都没有 保证让你们是平安而去 平安而回 那么您一共几个人呢 就是我们三个人呢 好吧 您上船吧 黄瓣点头说是 打肩部层一下 穿到船上 薛恩少府跟着 都穿到船上 这才有渔民 起毛撤跳 在岸上泄揽 一稿之开 船离岸边 直奔湖心 小船如飞 您别看 湖上风平浪静 他这船使得还真好 这只小船 就这几个人 也挺轻 一会儿 到这个芦苇边去 离近了才知道 你在远处看 这是一大片 实际不然 这个芦苇都是精心进行过修饰 该补种的地方补种 该有的地方给它拔掉 就给它拔掉 流出水巷子来 不是灌进芦苇的人 进前还真出不来 这水巷子可宽 这一条水巷子 好比说咱这书馆 有咱两个书馆这么老宽 这么宽的水巷 还甭说这一只小小的渔船 就是在多少人的 大战团 虎头战团 能出能进 他要是水巷子窄了 在里面的大战团可就出不来了 顺着这水巷子往里去 鸦雀无声 就这几个人 看得出来 管团的船老大呀 神色有些个慌张 他真怕到时候 言语部队把船扣下 扣船是小事 丢了性命是大呀 徐元少卜看着他怪可乐的 黄灿一剃 还就安慰他 甭着急 有道船家不打过河前 怎么办 我先把钱给你 拿出一块银子来给他 这正说笑之间 就听头了 灿烂了 灿烂了 一阵铜锣响亮 二十只麻洋小船 自两边 飞驰而出 一溜 就把水巷子给狼 当中这只船上站着两个人 这两个人 一脸的水袖 用手一指 这只小渔船 呆 少往前进 好没有规矩 就不知道 卢尾从里边 有太湖中山 狮子寨的债 也立着石碑吗 善尽卢尾者 扣船留人 你怎么那么不懂规矩 没等这个打鱼的搭话 黄灿抢前衣服 立在船头 哦 辛苦 见面道辛苦 必定是江湖 这两个头目 你看我 我看你对视一眼 哦 何字的吗 哎 并见字的 不才 我是杭州金龙标局的标主 姓黄明灿 自表金朵 我呢 是近山请标的 皆因为我有个小徒弟 叫烙地燕子张雄 这孩子 他压力一趟标 不懂规矩 来到太湖宝带桥 竟然扬起鹤号 没拜山 那么蒙 各位债主爷 替我教训孩子 把这只标给留下了 现在我们得着信 带人前来请标 给债主赔不是来了 不知道 二位头目怎么称呼啊 我叫水上漂流城 这是我兄弟 叫不称底 刘顺 我们哥两个 是水寨的头目 既然 您是近山请标的 没别的 达国爷 在此少带 容我们近山通病一声 禀报给五位债主爷 前来摆队迎接 好 这就不敢 多有辛苦 您过船吧 哥三个过到麻羊小船之上 这船可就不动了 他来的这只渔船 有刘成刘顺 拿出钱来又给一份船去 打鱼的人欢天喜地 回转湖边 暂且不提 单说黄灿 徐元少谷 哥三个 在麻羊小站船上 久后多时 一会儿的工夫一看刘成刘顺 这只船回来了 结尾答 问爷 是债主爷有欲 请债中续话 啊 啊 黄灿面带不悦 心里老大不乐意 怎么刚才走时说的清楚 禀报给债主爷之后 率众前来迎接 得摆队相迎 那才行的 您看京剧 天霸外山 黄天霸 到了十二连环套 斗尔敦说什么 摆队相迎 带着大小头目都下来 龙东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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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龙东汤 都得站好了 这儿俩人得客气 哈 这个 不知彪客家到位 曾远迎 当面恕罪 哎呀 旗干旗干 御侠来地路忙 还望 债主海寒 哈 两个人得客气 你我金山 债主请 彪客请 债主请便 你我一中间 债债债债债 债债债债 拿着试着履历 这走的是面子 这个 标师跟债主爷 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你拿黄灿来说 干这个标行 在江湖上 并没有失礼之处 常走这趟标 这沿路上的债主爷 多少的 都有份人情 冯山过岭 该败的 当然你得败 就即便是这些债主 也有事情 他们要到杭州来 那么提前 也得给黄灿 这样的大标局的标主 写一封信 他们得接着 得接待 那当然了 那么我因为什么什么事情 或供或私 我要到杭州去 麻烦你 替我安排 怎么安排 黄灿就得提前撒出份去 说最近 有一批标 要回杭州 那么就在自己的 标局的门口 挑出标旗去 然后让这债主爷 办成 达官的模样 也拿着这标旗 这是对的暗号 就在杭州以外 三十里地 亲自相迎 这样官面的人 可就不疑惑了 这个 是战山贼王的 响马 也拿他当这个标杭的人 把这个债主爷 接到杭州来 当然不能住 在标局的里头 早给耗好了房子 吃着用着 穿着带着 一概着费用 车马费吧 包括招贷费 都得由黄灿标局的这出 临走的时候呢 还得带点土特产 当走亲戚似的 再给送出杭州 送出三十里地 您回山 您说 标局子跟战山贼王的 想把有这样的交情 那么他搞着标 再走到这儿 还能抢他的吗 就即便不认识 没有在这往来 你要依着 路灵道的规矩 你把旗子一卷 拿着这标旗 冲在山上 点三下 这就是扣三头的意思 拜山吧 这就也能过去 让你平安过去 整支的标流行 这都不可怕 可怕是什么呢 他把你路易兰 跟你一动手 你打不过我 本一下 跳到标车上 拿刀 把绳子给挑开了 把这个软硬的包子 全打开 箱子也都给撬了 一看之前东西 一样不动 散碎英两 拿走无良 再找这位 踪迹不见了 这个可怕 你这趟标没丢东西 丢五两银子 你还得给人送去 送去 这最后一档子 江湖让您别混了 我不是劫不了你 我是不劫 就告诉大家 这不够保镖的资格 我不愿意多拿 我就拿几两银子走 这就算灾了 想要这标 没地方要去 不是这位是谁 这给你添恶心 就断你的财路 像烙店的张雄 这样不败山 不懂的规矩 太湖中山 狮子寨 五位寨主 是云南 胡尔山 铁山寺门人 正大光明的门户 不欺负人 整支标给你留下 你不不懂得礼节吗 让你师父 你有家大人 带着你上这 得赔福出来 整支标还给你 所有这些个车老板 额外的都给双想 双工资 好吃好喝 在山里边好带着 到时起标的时候 跟你一块走 这倒没什么事 可是今天黄灿来 就应当 你得百对相迎 你亮出阵势来 我大着方盘的 跟你进山 到那自然是 赔着不是家的小区 说好话 咱俩把话一说开了 我明儿个 再带着徒弟来 登门赔罪 你把镖给我送回来 这一天云他满散 可是我们三个人 现在到了 把杨小战船上这 等着 等了半天 怎么着 债主也有欲 债中谈话 没百对相迎 也没吹吹打打 就这么跟着进去 这多寒暄呢 所以脸上 可就有点带出来了 那么徐元少谷呢 倒不太明白 标行里的事情 哎师弟 既然人家债主 也让咱们进寨 咱们跟着走吧 好吧 要依着黄灿 平常又没事 这事怎么办 就冲你这不百对相迎 这标不能要了 你这就挑衅 再来要标了 可就不是一礼相待了 咱们就得动 打了 就应该让刘成 刘帅两个人 把杨战船给我送回 胡标 我们有事不进寨了 这标不要了 可是现在不成多事之秋啊 这杭州类 我这师叔同龄 掌打法禅 打离法禅 不要紧 勾出后来 多是强敌啊 现在杭州不定乱成什么样的 我可是 施主 这么大一堆事 都是因为我跟潘龙 我们俩起的 我这要不忍气吞声的 把这档子太湖中山 十字寨的事 赶紧办完喽 我又弄一屁股屎 谁给我擦呀 得了 忍耐了吧 烦恼皆因多开口 是非权位 强出头 不接就不接吧 如此说来 二位寨主 投钱带路 请 小船掉头 二十只麻洋小战船 这个胯呀 领着三个人 顺水巷子 可就进了太湖中山十字寨 那由水路上来 就要先过水寨 水寨一万一看 一座竹城 那万年老 都是多憨的老竹子 下的竹筏 那城门 竹的城门的 一排一排的 能往下落 竹闸 一说来人 想让你进去 把竹闸升起来 有脚盘 上面有滑轮勾着 大链子拴着 这边有馅 馅垂下来 这边有脚盘 四个望角火 推这个 要不老了 这也升不上去 世间最沉的东西 就是竹子 同志们 竹子可有分量 有的比木头 都沉 尤其有常年 在水里的泡 夹着量的 夹着缝的 这么沉 四个望角火 一转这脚 跟一道瀑布一样 一直等那水 全都流进了 这才放小船进去 二十只小船 到了竹闸 这儿 可就不往里走了 里边单有船出来 再把三个人 倒在那船上 这是巡湖的船 不能进寨 顺着又往外走 坐着这只小船 进了竹城 过了竹城 可就到了汉安二了 有人把船 拽在岸边上 下好了毛 搭好了跳板 三个人顺跳板 汽州登岸 可就看见头盗寨门了 头盗寨门以外 站着一百个楼子兵 举头身长面大 穿着蓝布大褂 外边罩着浩坎 一人一口 双手带着大刀 都是棒小伙子 前面写着太湖中山 后背白月光 写着三个字 狮子寨 没接 就这一百楼子兵 一人双手带大刀 很没礼物跟那站着 平常也跟那站着嘛 平常不站这么多 就站十个人就得了 今儿这不来人 有拜山要标的 被这排场 黄灿往下忍了忍气 水面之上 没迎出水寨去 接也就罢了 现在已然汽州登岸 都到了头盗寨门了 都没人出来迎接 五位寨主 哪怕派个五寨主来呢 我黄灿脸上好看 日后行走江湖 我说得出去 有心上船回去 已然来了 既来之责安之也罢 再忍耐心 二位寨主请 刘成刘顺 一直给送到头盗寨门里 走不远 山石建高 往山上走 看见二刀寨门 二刀寨门这儿 一白楼的兵 一人一拦不大罐 上召的好坎 手中每人 都是一口破刀 长杆子的这回 没接 好 黄灿一看 这今天这趟标不好要 跟太湖中山石子寨 向日没有什么过境 为什么这样对我呢 拿着气 忍着这寒气 进了二刀寨门 二刀寨门不远 刘成刘顺 可就不走了 得了 里边自有人迎接 我们哥俩 寻乎有责 可就不陪几位打过爷了 您请职工 抬头看见三道寨门 可就看见里边的巨厅了 黄灿猛然 抬头不由得气炸连安费 是磋碎的口中牙 好无礼 五位寨主都在巨厅上坐着 甭说五位寨主 两位汉寨的小头目 都没动地 三道寨门 一里是个长院 长院后的就是巨厅 看得清楚巨厅上 有个帅暗一样 这么一个桌子 背后一把金交椅 金交椅上坐钉一人 五行开外 身材悔武 浓眉大眼 鼻子口罩 在自己的这个脑袋上 有这么大一块黄显 因此而得名 这金头狮子梦的孟少博 大寨主 在他的上下手 各有两把椅子 坐着中山狮子寨的 二三四五四位寨主 二寨主 大山里 光头 没有头发 高眼眉 深眼窝 金睛 鹰鼻 雷用嘴 既然人不好斗 全国也高 显得这眼窝子特别深 长得就跟那鹰一样 坐山雕 二寨主 蓬飞蓬万里 在他下肩 一脑袋黄头发蓬蓬 叫金毛海马 云得亮 这边这四寨主 形作并夫 脸上没有什么血色 往这一坐 精神也不佳 就并泻至四寨主 何报何耀山 最末一位 张头鼠目 长得就是面带奸诈 狡猾之徒 病类大毛 韩大寿是五寨主 大寨主 金头师的孟安 孟少国身后一左一 要站着两位汉寨的小寨主 一个叫敬礼兰花 崔美 一个叫景帝金蝉 好了天 甭说这五位大寨主 连这俩小寨主 都没说出的迎接一样 黄灿到此 就应该跺脚一走 又一琢磨 我别给老师找事 还得让老师分心受累 再跑一趟太湖中山狮子寨 分明是以势力相欺 我前来赔罪请标 不但不摆队相迎 已然都到三道寨门 要上你的剧厅了 竟然端坐在厅上 没有一个人降阶相迎迎我来 我堂堂金龙标记的标主 小孟长黄灿 二位师哥 所以我进他的剧厅吧 好吧贤弟 走 三个人来到剧厅门口的 这才有孟恩孟少博用手一指 来者是谁呀 到门口让我报名 这叫报门而尽 黄灿 得了 我在外边这么多气都忍了 我都到了这 身子都掉井里 耳朵还挂得住 我报名就报名吧 阿宅主 余下来的鲁莽非是旁人 我家在杭州 上天竹街开了一座小买卖 叫做金龙标局 不才 我是小小的打滚 我叫黄灿黄金朵 江湖上人送一个小小的匪号 我叫小孟卡 这皆因 前些日子 有猎徒 闹地燕的小张熊 不懂江湖上的规矩 也是我家里的有事 胖子手标师 人手不足 万般无奈 才派他押标 行之在太和宝代街 过了太和宝代桥 大不该千不该 万不该毁不该 小畜生 竟敢 杨齐贺号 不败山 压标车 要过巴巴里太湖 他也知道江湖上的规矩 那时皆有劳 众家债主也 替黄灿我教训掠徒 将这一支标 留在太湖中山石子寨 是那小张熊 落荒而逃 跑回杭州 见着我的面 素于此事 我将他严加称事 好好教训一番 这才铁言来到 太湖中山石子寨 请几位债主也事相 不看在今日 看在往日 向来我黄灿行事 并没有失礼之处 江湖上走标 没有半点差错 能不能 给我一个搏面 将这一支标赏还 送出太湖中山石子寨 等杭州试完 我黄灿带着小畜生张熊 再来拜山谢罪 还请五位债主 是瞎呀 言辞卑微 语带谦和 孟恩孟少伯 为什么不迎接 这里头不赖他 不怕美好事 就怕美好人 就因为有人进了残檐了 那么黄灿哥三个 一到湖边上 就早有人 报经寨中来 禀报五位寨主 杭州 金龙标局 请标人来 来着谁 标主 带着俩人 已然在湖边 顾船 购奔鲁尾当中来了 一会儿 刘成刘顺 就能把他们接上 敢刘成刘顺 接上再报的 债礼来的时候 那债礼吧 已经知道 孟恩孟少伯 一听说 金龙标局标主 黄灿亲自来 请标来 口传一令 说几位贤弟 虽略兄母 百队迎接黄标主 有五寨主 病类大莽 韩大寿 伸手香蓝 啊大哥 且慢 贤弟殷河香蓝 大哥 兄弟我有几句话说 请讲当面 这个黄灿带着人 前来请标 您要去迎接他 然后呢 按着陆林道的规矩 他要是承认 那徒弟这事 办的不对 我就把标 还给他 不就完了吗 这等于 要交一个朋友 我文庆 任吉安 黄灿 号称 小孟堂 是个脸儿 宠爱的 热性男儿 好朋友 我早有意 结交啊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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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按着江湖上的规矩 他要来要标 得怎么来要 标主亲子来要 带着什么人 最多带俩标行里的伙计 能不能带军人 寸铁不能带 好 刘成刘顺 我问你们哥儿两个 黄灿带的是标橘子的伙计吗 刘成刘顺也得据实回答呀 看此二人 神光炯炯 异常的彪悍呢 并不像是 彪橘子里寻常的伙计 带着家伙没有 每个人手里 地理长条的包袱 不问可知 暗带军人 招啊 大哥您听明白没有 要是平常日子的丢彪 他带俩伙计来 现在他们杭州金龙标局的里边 能人太多了 尤其是师父 镇东霞 喉听喉了也得到了 蒙问 得派两个会武术的师兄弟来 带着家伙 明着是要标 给了 那就算给了 不给 就得亮军人 与我等弟兄一番争斗 想必安着就是这个心 知道咱们懂得 江湖上的道义 把标给他了 不知道的 说咱们弟兄 惧怕猴亭 传讲出气 岂不为江湖所耻笑啊 大哥您看 帝我说的招是不招 笙问 孟少伯这人 胆都好 偏听偏信 糊涂糊涂 哦 一贤帝之间 你看 这话问 你说这事应当本办 那可就全是 病类大忙 韩大寿的话了 韩大寿一听 大哥 你我之见 咱们不按规矩来 他既破规矩 他就挑不着咱们 应当咱不摆队相迎吗 咱给他来个干堆 就让他一层一层往里走 一层一层往里走 走到这分僧巨厅那儿 咱都不出去迎接他去 跟您说 来了以后 他有来人 我有去语 看他态度怎么样 咱们再见机行事 好吧 既有一贤帝之间 这才下话 让刘成刘顺出去 把三位打滚也给接进来 黄灿哪知道 黄灿那儿的寒气 忍着 把这一片话说完了 心头是梦哥一听 这人不错呀 你听这话说的多肉头 我把标给人家过些日子 人还带着孩子来陪不是来 按说请标话 说到这份上就到头了 我就应当派人用船 把这只标送出去 将这三个人留在寨中 酒宴款贷 临走的时候派人送出去 给拿盘费钱 这才能交着朋友呢 啊 达官 既然 你承认你徒弟 办事不周 那么本寨主 我 那下话就是 既往不咎 把标给你 兵雷大吗 韩大寿在旁边一抱拳 啊大哥 弟我有话要讲 嗯 你看他眼泪 大哥 两句话就把他问住 带弟我与他接谈 好 但平贤地 兵雷大榜 韩大寿用手一指 黄灿黄金朵 达官爷 黄标主 您 上我们这是要标来了 不敢说要 我前来请标 还望债主爷 给我一个薄面 赏还于我 那么您干标行 多这年了 也有二十余载 那么标行的规矩 您想必是懂的呀 也略知一二 有不明之处 还要向蔡主爷请教 好 我们太湖中山师子寨 把您这只标留下 您要来请标来 最多来几个人呢 最多来三个人 都来什么人 标主是要亲自来的 带什么人 要带标局的俩伙计 能不能带军人 寸铁不能带 是啊 你扭向回头自己 瞧 你带的是不是标局的伙计 话音一落 黄灿蒙南间一回头一看 可了不得了 把黄灿吓了一个亡魂阶膀 一看徐元少谷哥俩 低了长条的包袱 横眉立幕往这一站 干嘛哥俩烦了 不知道要不要是这样 要是这样不来呀 在标局的一听说 让要标来跟着师弟倒着 嘿你把标给我 我们是侯廷徒弟 谁标你都敢抢 乖乖给你们送回去 送回去还得罢了 不送回去揍你们 你们就不怕震东霞吗 是这意思来的 到这一看也没人接 自己这师弟气得暗气暗憋 脸上色都转了 进了三道寨门 到人家巨厅底下 呵这通跟人家说好话 那话说的都有点 肉麻了 怎么了 他不就一战身的草扣吗 这干嘛这样啊 现在俩人听着就有点挑眉毛 这徐元的 低了这兵刃 咋胳膊肚子就拱了少府 俩人这张地眼神呢 人兵的大马寒大寿 让黄灿你自己瞧 你瞅俩人这态度 这是标局的伙计吗 这是标主 这是跟人家说的话 俩人这好 紧着嘀咕 能打压吗 就得规矩矩后面站着 这黄灿一回头一看 两个人行藏一路 再一滴头可坏喽 一时亡神 要不怎么说这人呢 事多忙 赶上事 得有经验不能乱 黄灿孩子不成 我这一疏忽 我怎么忘了 告诉这俩人不能带家伙 这说不清楚 这哪请标来 这是进山有争斗之意呀 宣少谷一看 咋了师弟 这一句话就卖 你不说 黄灿也不能说 这是标局的伙计 这是少侠子爷 镇东侠 侯庭的门人 这能说是我的伙计吗 这都是江湖上 有名有号的人物 债主爷 实不相瞒 最近杭州标局的里头 我有事情 我确实啊 标局的人手不够用 现在事情繁多 无奈何 才请我这两位师哥 非是旁人 正是我老师镇东侠 两位门徒 我这两个师哥 一个徐元徐子特 一个少谷 少春然 黄标主 那就对了 跟你说 这标 一子没动 在山里边搁着 短你一笔 陪你一两 短你一两 陪你十两 差一个子 我们不是铁扇丝的门人 可有一节 您带着俩师哥 带着家伙 进山可就不是要标来了 是有争斗之心 按照江湖上的规矩 你话说在这儿了 我就应该把标给你 可是有一节向力走标没插过样 单单你老师驾到杭州 他就敢扬旗贺号过我的太湖 这是给我哥几个眼睛 上面戴眼罩 别这人行 太湖中山 实在可不惧怕什么镇东侠 小小的闹地宴的小张雄 太毛未退 乳羞未干 黄家嘴子还没长齐呢 他也敢破坏陆林道的规矩 向日请标 你们就这么样的请标吗 甭问的 你老师有话呀 带着家伙到那去 给着标 混责罢了 不给标 亮家伙跟他们斗 斗不过 打着小的又老的 他镇东侠也得驾到我们太湖中山师的寨 想要标啊 三位向后转 请回 换你们的老师来 有镇东侠驾到太湖中山师的寨 是我等弟兄文庭 老人家掌中一口小听风 一百零八式青龙剑 一压语照 一贯绝伦 我等弟兄是铁扇四十门人 久慕老侠和英明 打算在剑下讨教讨教 胜得过我弟兄五人 将这只标送出中山师的寨 胜不过我弟兄五人 也将这只标送出中山师的寨 跟您这么说 就凭上下嘴唇一碰 舌头站痛 打算把这只标站出去呀 是比登天还南 放屁 徐元少府压不住了 是破口大骂 用手一扒的黄灿 你靠边吧你 两个一走了长条的包裹 啪啦一下把家伙晾出来 说的这叫什么话呀 你结标就结标 他要标就要标 与我师生何干呢 我们师徒上杭州是办大事来的 跟你这小小的中山师的寨 有什么瓜葛呀 你乐意给他你就给他 不乐意给他就不给他 还得我老师来 我老师是什么人物 镇东侠 我老师要到了你这太湖 这一跺脚 啪啦 跺一大窟窿 这湖水 插一下就干了 叫你打不得鱼来 行不得船 徐元听这病类大猛 含他说 越说越生气 越说越生气 两个人大叫一声 放你的狗臭屁 胡说八道 还用得着我老师来呀 少普亮自己的军人 一对短辈追风荷叶产 徐元亮自己的兵人 一对宾铁回帐 两个人用兵人一纸黄碳黄金多 黄碳 挖了老师的威风 灭了狭义道的锐气 听战山威王的草扣 在此絮絮叨叨 呆 草扣 也甭等我老师到这了 现在有侠可门徒 少侠可爷这盯着 甭等我老师来 咱们先比划比划 打得了我们哥儿两个 这标我们不要了 送给你们打酒买菜吃 剩不了我们哥儿两个 这标我们也不要了 今天少侠可爷 替民除害 要踏平人的太湖中山师的带 来仨人叫踏平人的带 那位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有 您得往后听 您得听到后套建侠图 就凭一个人大闹建山鹏来倒 那是谁啊 那得是他的师祖 那得是董前董化医 这几位富翔 几句话说完了 可把金头师的孟恩孟少博给说翻了 八压压的报教 太狂了 三人就要凭我的太湖中山师的带呀 韩大寿一听大哥怎么样 看明白了 是兄弟我瞎说吗 是这路子不是 好啊 既然如此 我等弟兄只有奉陪 二位少侠给黄标主 难怪 你们有这样的行为 真让我兄弟给说着了 有镇东侠侯庭教徒不言 才敢搅闹我的太湖中山师的带 哎呀 一说来人 有亲信搂搂兵 捧过几位债主爷的兵人 欠身离坐卖大步 腾腾腾 可就走下了 据一听 徐元少补各情君 在村的院子里头 这么一亮架势 黄灿无奈 这才跟到院子里 黄灿一看完 忍着忍着没忍住 不是我没忍住 这二位忍不住 也难怪他忍不住 他不知道标行子里要标的规矩 一时老虎 铸成大错 这不给老师添事 哪位债主爷前来请教 不俩人还叫横 三代主 金王还把袁德亮一身手 拿过一杆大杆子来 讲究是 崩 砸 划 砸呀 这条大杆子 这条大杆子在掌中这么一顺 我来讨教少侠个爷的决意 大杆子 这头点的地 这手举的空 是一个懒龙出山的架势 往起这么一档 啪一抖 叫功夫 指点徐元的面门 徐元是一队冰铁怀杖 罩着大杆子上面就砸 那意思这一下啪把大杆子就砸出了手 啪点直转金王还把袁德亮的能耐 这大杆子就是以示往外这么一带 徐元这冰铁怀杖 咱就给带出去了 脚底这么一凉下 人家使了一个抽车 啪的一抖 整抽到后背上 扑通 少侠给约完了 怀杖也撒了手了 人也啪一下 搂搂兵过来 八肩头 搂背 少侯一看 我还要讨要您的决议 何燕产 往上这么一扑 三招两招 爬去 也爬去了 八肩头 龙二背 少侯也给捆起来了 金王还把袁德亮 把自己这大杆子 汤郎郎 往长远里面移扔 黄彪主 我看你没带着兵人 全脚我也可以奉陪 黄他一听乐 宅主也 休要发为慢要逞强 我不跟你打 我这两个师哥不懂标行的规矩 今有我徒弟张雄 势力在前 二位师哥势力在后 我焉能再跟您动手 我太不懂事了 就即便我站得过你 也让大伙耻笑 这叫圣之不武 败之有愧 您不叫捆吗 您只管把我捆 按照你们太湖中山师子战的规矩 要杀就杀 要拐又拐 皱一皱眉头不算 狭义门头 你们哪一个上来 闻我房子 这好马出的腿上 光棍出的嘴上 我不跟你打 你帮我吧 金毛还把袁德亮一听 这是干这个 明明打不过我 他这俩师哥都不成 他更不成了 人家 俯首就把 啊 楼楼边摸了 麻尖头龙二倍 把黄菜也困上了 回头再看 薛安少佛俩师哥满边 含羞带溃 我当我这俩师哥多的能耐呢 金头师的孟少佛 哈哈大笑 一对虎尾三接棍 焦羽在左手哗啰一响 哼 我当镇东侠侯庭门人 有多大能为 原来是无能小败 你我弟兄听上去话 一伸手 有小债主 敬礼兰花摧美 双手接过这条 虎尾三接棍 各位债主都把兵认 交给自己手底人 这才换上长大的医生 齐聚到聚义厅之上 分掌幼落座 大哥 此时方之地 欲言不谬意 对 兄弟真让你给说着了 那么一贤地之见 此三人如何处置呢 就将三人推到聚义厅上 请大哥发落 倘若跪地求饶 饶他一死 倘若言语冲撞 按山规处置 将他三人 人头落下 好 就一贤地之见 将三个保镖的打官 压上去一厅 把三个人推推脏草草 有底下 给推上去一厅 三个人利而不贵 横眉冷对 七个不服八部分一百二十五含糊 那意思 要啥就啥 甭多问 三人可愿跪地求饶 亚佩 债主吃心妄想 我三人狭义门徒 上跪天下跪地 终跪父母恩师 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债主 不要吃心妄想 速速开刀问斩 按你的山规 将我们哥仨个人头堕下 倘若吃一吃 慢一慢 顿刀杀人 嘴可掌到我身上 破口骂骂你罚本的祖宗 到那会儿咱们可耽误交情 好啊 来 孟恩孟少伯一听 杀 把三个人推出去 人头堕下来之后 挂在高官 给挂在宅门这儿 高杆以上小于江湖上 咱知道 什么镇东霞后庭门人 我也敢杀 一个沙子出唇 哥三个一跺脚 卖大步往下走 这地方过街过板 可不得含糊 你放号 横了半天 杀 秃通贵了 八卑 你都别杀我 这不成 自己卖步往下走 你不说杀吗 我自己去 三个人转身行 刚往外走 由外边 慌里慌张 跑进两个人来 正是水寨 两位小寨主 刘成刘顺 叫做水上飘 不趁底 哥两个 不不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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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家寨主 也大事不好 这三个人 可杀不得 怎么样的 杀不得 现有镇东霞 侯庭侯战员 来到太湖 以上 麻洋小战船 已然接近 竹城水战 啊 杀了 刘成刘顺 转身行 往外走 啊 现在又将如何呀 来了 您刚才跟人说的话 这口子拉的也够大的 去 哥儿仨 向后转 回去 这标不给 叫你老师来 这仨不乎 动手趴下 现在甭叫 你老师来了 咱们是杀呀 是不杀呀 大哥 那这仨人先别杀了 咱们寒着寒着他们 镇东霞 明晚江湖 是老一番的人物 自好 礼数之上 不能差了 这样 就将此三人 捆在 咱们的聚义听之下 咱们把他接进来 让他瞅瞅着这仨徒弟 扶手背马 咱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含着含着老文侯庭 看侯庭怎么样说 要说的好 徒弟给他放了 标给他 说不好啊 咱们弟兄 见机行事 也绝不能让老文侯庭 要了便宜去 各位 金头师的孟安 孟少博 侠义门徒 两位老师了不得的人物 云南 昆明府 胡日山 铁山寺 两位当家的 铁面 齐兰 子面 齐兰 叫祭祠 祭元 人中的剑口 两个大和尚 至门人 山规最严 这五个徒弟可不是 为非作歹之辈 而且门户是正大光明 孟安 孟少博 年过五旬 掌出一对 狐卫三杰棍 能为出众 这一辈子 没怎么栽过根头 就因为今天 听信了五弟几句残言 让病雷大莽 韩大寿这几句话 指使他到糊了糊涂 像那个震东霞喉庭 一辈子了 八十多了 人行走江湖 如屡平地 一步俩脚印 蹚过来 能舍得你这中山 狮子寨里头吗 他来了 你还憋着跟他斗 这不找倒霉吗 听他的 将三人绑在 听外言下 把这哥仨绑在这 哥仨听明白了 老师来了 赶紧给我们栽了 脸上好瞧 老师真抱头血恨 这老师一进来 我们仨这捆着 怎么见老师 三个人这会 咬拌鸳斗尾鸡 都不圆影 摆队 下山出寨迎接震东霞 大小的寨主 中楼楼兵 全都出三道寨门以外 一看 已然汽州登岸 过了竹城水寨了 一支小船 当前一人 年过八旬 虚发皆白 虚亚子三冬雪 发四个九秋霜 满面皱纹队 但是毫发童颜 一身的乳气 米仇的长山 底下白袜云鞋 乐下配一柄宝剑 飘飘然 真得说有神仙气概 肩下战定一人 这位四方大脸 浓眉虹目 面在个晚霞 紫脸台 土黄布空外 寸排骨子 索大尖 斜跨着这么一个 Double Double里露这么长 四寸多长 一个大尖 书中暗表 这是他的兵人 叫紫武鸡 找鸳鸯月 面带中后 一团精神足满 看样子是乡下 窃劳感 实际 了不得的人物 未出世的英雄 现在还没喝好带花 人中的侠客 同林同海川 在这哥两身后 都站着两个人 年纪都在五旬上下 穿着打扮 长得模样都差不多 书中暗表 侯氏门人 软和软臂 这是头二两大弟子 再往后瞧 是烧工管船的 这烧工管船的 楼楼兵 最后船尾这 蹲着一位 这位蹲着 比一般人站着 也矮不了多少 这大哥子 身上土黄布裤罐 左大巾 寸排骨的扭头 穿的衣裳 跟同林身一模一样 可比同林大三号 在船尾那 蹲着 书中暗表 这几个人 正是镇东霞同林 带着软和软臂 还有一位刚出世的英雄 来到太湖中山狮子站 怎么来的 这黄灿 跟徐元少福走了 坐定了之后 镇东霞猛然间想起来了 问软和软臂 这哥仨走带着家伙没有 软和软臂说我们看得清楚 徐元少福低了长条的包袱 两个人带着家伙 坏了 镇东霞一听走了手了 这可坏了 按标行要标的规矩 只能是标主带着伙计 不能带家伙 这一带家伙 哥仨是有去无回 恐怕此次有险 不成 我得来趟太湖中山狮子站 他这一说 软臨在旁边搭茬了 哥哥 那么既然是两位贤侄 跟黄标主有难 我得跟着您去 你还是不去的好 这儿是爷家得有人保护 没关系 有铁张李源 跟张鼎张自美 两位老哥哥 还有二哥侯杰呢 这一趟我跟您去 到那你可都得听我的 不可强出头 一定少开口 您放心 您说什么 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这样老哥俩带着软和软臂 可就离开了杭州 当天走了半天 第二天走了一天 第三天一早 赶到太湖宝带桥 到了太湖宝带桥 这过了桥 就是巴比利太湖水面了 爷子一琢磨 这进山办事 不定到什么时候 咱们弟兄打肩吃饭 两个人 可就带着软和软臂 找了一座酒楼 这中点不吃饭的时候 早晨酒楼刚下马 没有客人 到了二楼雅间 同龄一直软和软臂 二位老贤侄 小师叔 你们俩那桌 这没别的人呢 我哥俩这桌 你们哥俩在他跟上 规矩太大 你说他八十多了 你们俩也五十多岁了 他说一句话 你们俩就站起来 他说一句话 你们俩就站起来 这饭没法吃 所幸呢 你们哥俩那桌 你别看我岁是小 我陪着摊吃呢 倒没那么些事 这样咱们吃着安稳 伙计呢 倒挺会说话 两边都给安顿好了 各自要各自的韭菜 一会儿韭菜一烫一烫一烫 全都端齐了 侯廷跟同龄那儿 喝着酒吃着菜 菜倒是很得位 两个人 说着话 喝着酒 就听那楼梯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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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一人 伙计赶紧挑帘龙 往里让 侯廷一看 这人眼前一亮 这大个子 钱凶官被绑后 杜大腰圆 一声土黄布的裤罐 左大尖寸排骨的扭子 口脚底大撒结 要看这半戏 跟我贤弟同龄一样 也是背着这么一个少马子 这少马子外头 也露着一截 可不是大越岩尖子 露着黄灯灯 八雷一个铜杂子 书中代言这有名字 这叫楚 同龄史的叫玉 这叫楚 侯廷一看 这个人浑浊猛了 眼前一亮 可这个长得可不错 同龄也看见他了 没想到这位 站在这楼板上 一看 那儿有一桌 这儿有一桌 那儿有俩人 这儿有俩人 我这桌 这桌有一串的跟我差不多 这位自来手 同龄门猴亭 爱惜他这个愣劲 宠得微微的一乐 同龄也一乐 这位自来手 一拉等着坐这儿 伙计旁边一看这穿着打发 才看三位这意思 真是 天理副杯快给搁这儿 侯廷一看 这是我兄弟同龄的朋友 穿着打背也一张 而且坐着他没反对 来 饮酒 一端酒杯 敬这位一桌酒 这位拿起筷子就吃啊 伙计在旁边就给针上酒了 同龄在对了坐着一看 哎 我哥哥怎么了 既是您的朋友 倒给我饮奸 您敬他一杯酒 他门头吃 我坐这儿多干的哼 这样 我也敬他一杯酒 我这一敬他酒 老哥哥一看就该给我吃饮 他冲我哥哥乐吗 我哥哥行走江湖 认识的都是英雄好汉 我这创一家门户 别开天地另创乾坤 正需要帮手 同龄一端酒杯 请 这位 哦 这冬侠旁边一看 海春这事办的可差点 我这敬他一杯酒就找话头啊 你敬他一杯酒就该说了 老哥哥 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朋友 这是我的什么什么人 怎么不给我指引呢 难道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我给布个菜 同龄一看 同龄一看还不介绍 我也给布个菜 两个一个敬酒 一个布菜 这位还真不客气 酒来了又喝 菜来了又吃 一会儿的功夫 风卷残云 本来这二位要的菜 就不是特别多 他这一人 撒开了 一会儿跟我眨面 扫盘多炫 全给弄平了 吃的差不多了 也没得吃了 他坐着也不看俩人 他瞅这盘子 那意思是没吃饱 侯庭实在忍不住了 海川贤弟 你的朋友 怎么不给于兄我引煙呢 哥哥 我不认得他呀 侯庭一听乐乐合着 麻肝打粮两头害怕 今儿这还闹腾了 两拆了 这位太难了 哦 我们俩谁也不认识你 你坐着就吃 给我们俩当闹毛了 拿你当自己人了 伙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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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计过来 你也够逗的 这位我们二位都不认识 你怎么往我们这桌让 伙计一听 没有啊 我看他上来 冲那二位点头 那二位冲他和气 穿着衣裳又差不多 我当你们一试呢 他坐着你也没轰他呀 我要不给拿碗 都给拿筷子 拿布袋 拿酒杯 这不显着我招待的不殷勤吗 可能也是 侯庭一听 我们二位拒不认识此人 您把这位请到别的桌上吃去的 伙计一听 按条大指 看着一老者 一身书卷之气 年岁可不小了 那头发 胡子 眉毛都白了 脸上皱纹堆垒 但人说出这话 的那么柔和 我们俩都不认识他 你把他叫别的桌上吃去 这桌呢 犯白痴了 人没让我为难 伙计一听真好 过来给大哥子 一刺牙 这位爷太 您真有两下子 您也不认识人二位 您就吃人家 嘿 我吃饭吗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们俩人呢 您不认识您吃您自个儿的 您吃人家呢 您不认识人您就吃人家 嗨 我上来 他冲我点头 我冲他乐 他这意思 这给我敬酒啊 那给我布菜 我当他把我认出来的 爱惜我这能耐 谁呀 人知您谁呀 你 完了 人家不跟您计较 不让小的我为难 这位爷太 您了人家那桌吧 哪去是一样啊 我吃饭干嘛 非得认识他呀 这不是不讲理吗 哦 我们还落一步讲理 完了完了 您请吧 这位站起来晃晃悠悠 这大个子 坐在内桌上 软和软臂的个乐量 我们老师行走江湖 七十多年了 也会碰上这事情 咱们鬼儿俩吃 咱们鬼儿俩 大个子往这一坐 那么爷太 您吃点什么呢 刚才我在内桌吃的不错 奉着 照内桌带给我来一份 好吧 开店的不怕大肚汗 子你说得出来的 这就给你做得出来 照着内桌 又重新起了这么一桌 大个子真能吃 内桌呀 侯童二位就没怎么吃 敬顾他了 按说呢 只要一般人的饭里 这就饱了 可以的了 这位父亲 那桌吃了不算 这桌打头重新吃 喝盘子落盘子 碗落碗 吃了一个泰山不下土 一人吃一磨嘴 伙计过来了 也在您怎么样吃的 菜不错 味道很好 哎 说得出去 您吃饱了没有 将就了 什么叫将就了 您 不够可以再要啊 不要了 那您吃完了 完了 一共是三掉二百四十钱 您给钱吧 啊 给钱呢 好 住店要店去 吃饭要饭去 吃完了饭 您得给钱呢 给钱 哦 在饭馆子吃饭 还要钱 多新鲜呐 天经地义啊 瞅您这吃 就您可不傻呀 怎么着要钱 那就是装糊涂啊 您当得给钱呢 那么我问你 我走的这街上 是我自个儿要进来的 是你们把我让进来的 那我们把您让进来的 那么我上楼坐的这桌 是我自己要坐这桌呀 是你把我让到这桌呀 我把您让到这桌呀 那凭什么冲我要钱呢 他那也不能够我身上啊 我们让您 您可以不进来 我们让您这桌 您可以不吃 不对 不对 咱们得捣捣 我一进来 是坐这桌吗 您坐老爷子那桌 我上这桌吃了 是谁让我上这桌吃了呢 那老爷子让您上这桌吃 他怎么说的 让他上那桌去吃去 是这么说的不是 是这么说 他让您上这桌吃了 我上这桌吃是他说的 找他有钱 或者一听 人凭什么给钱呢 人让您上这桌吃 让您躲这桌吃了 人家不愿意理您 可冲他要要不出来 他不给 这三桌二百四十钱 都给我身上 我又挨不住 我跟这老爷子 拆对拆对去 老爷子 啊 那位吃饱了 哦 怎么样 一共三桌二百四十钱 不贵 他说让我冲您要钱 他们吃饭 怎么冲我要钱呢 他说您让他做那桌吃的 所以就得冲您要钱 哦 侯廷一听讹上我了 我这么大的侠客爷 因为吃饭跟人打起来 传出去这不成笑话了 嗯 钱不多 我给 可我给的有点窝心呢 伙计 你把大个子叫过来 你问问大个子 姓什么 叫什么 家里住的哪 哪 的人事 我花俩钱 我也得明白明白 他怎么回的事情 哎 我老爷子 我难道碰您这样的缘 真不叫我们这个 跑台的为难 十方才都坐着 您这桌上吃的 已然是他的不对 您呢 让他躲着别的桌上吃 您这桌菜可就算糟糕了 您也没说什么 您完了 他吃完了 记得您的账上 您也给厚了 这不算什么 难找您这样的人物 哎 不算什么 过去问问他 让他过来告诉我 他姓什么叫什么 好嘞 只要你肯花这份饭钱 那怎么都好办 伙计要到大个子跟前 大个子 我这位爷 啊 他管不管后账啊 人家管 认头 这还巴了啊 也不知道您有什么讹人的 您呐 让人家后账是后账 您得过去一趟 我过去干什么去 人家问问您姓什么 叫什么 您住的哪 仙乡何处 哪里人是 人家得明白明白 这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 我吃饭他后账 何必问姓名呢 你这不是没有吗 哎 算了算了算了 不问也罢 您过去的 不去 大个一正年挺身人 伙计派也都有回来 老爷子 他不愿意来 不愿意来也得来 有道是呀 哎 同舟共济 就算有缘 何况我们同桌而食 跟大哥的一桌上吃过这么一顿饭 就算有点缘法 你把他叫过来 我问他 他姓什么叫什么 哎 人家花着饭去 你再不告诉人 姓什么叫什么 人家老爷子不答应 可伙计走回来 一转身一琢磨 我再让他去 他再不让我去 我在这边对付 这边非让他去 两边都挤着我 我不受加本欺 干脆我一看 大个子是浑人 我冤大个子 耶太 啊 不去 还没说呢 什么您就不去 您得告诉他 您姓什么叫什么 那干嘛 您告诉他 您哪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以后再出门碰上这位 人家好厚您的饭账 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 下回您留句话 不就得了吗 也对 我得要我的信誉 对啊 您这就算吃出理来了 完了 打坐打坐 我还给您打坐呢 把大个子让过来 大个子大不大样 往这一坐 同林同海团也不敢乐 老哥哥这是怎么了 这是 这位吃了咱们喝了咱们 那还给请过来 皆因为老侠个喉庭 看得浑浊猛愣 有一份天真烂漫 喜欢这大个子 这个吃饭之间才把他叫过来 要跟他交谈交谈 大个子 哎 小爷子 我瞅着你倒是挺喜欢的 好听一听这就不错 上人见喜 瞅着我不别扭吗 我这八二多了 谁在瞅着我 谁见着我别扭 那多难受啊 哦 你瞅着我很喜欢呢 对 二句可就不是人话了 你叫什么东西啊 这人们没有叫什么东西的 人们得姓贵姓 你得这么问人家 哦 您贵姓啊 免贵我姓猴 哦猴啊 哎 猴 没有猴 那你叫什么虫子呀 那叫什么名字 要为人贵台腹上下 怎么称呼 那么你台土怎么称呼啊 我还搬砖呢 我还 那叫台腹 台腹怎么称呼啊 我叫猴亭 猴镇远 哦 猴儿跑得远 大哥的耳音不好啊 本身你土字不真 猴亭猴镇远 得了 我知道了 再回来 别忙别忙 哦 到这把我的姓名慌了 喝我这老江湖啊 大哥子 不是让你问问我的姓名 是我要问问你的姓名 你们姓什么叫什么 仙乡何处哪里人是 你要对我说一说 哦 问我姓什么叫什么 那口麻烦了 那么你是打头上说呢 还是打当件说呢 还是打尾上说呢 后听一听 这话可麻烦了 打头上听 不知道他打哪说啊 哪是头啊 打当件说 两头我不明白 打尾上说 三言两语 我听着没意思 干脆 你还是从打头上说 哦 你要问打头上说呀 我家住在淮安府 淮安府 瓢木河 有这么一座鱼的庄 我姓鱼 鱼横鱼宝园 有个外号叫 插海金牛 我叫牛小子 哦 你就是那牛小子 哎 老头 你怎么会知道 这不你告诉我的 哦 对了 我说了一回了 那么你家呢 还有什么人呢 什么人都没有了 你上这干嘛来 找我师哥呀 你师哥有名有姓吗 当然 人们总要有名姓 你师哥叫什么 我师哥就叫 哎 坏了 坏了坏了坏了 别忙别忙别忙 我得想 啊 我师哥在我兜里 我一掏兜 就想起我师哥来了 侯霆一听 怎么把师哥揣兜里的 大哥的伸手 在兜里边 细花棱子响 同龄侯霆一听 这东西揣的什么呀这是 这兜里都 你师哥真在兜 哎 拿出来 拿出这东西 不单同龄看着纳闷 侯霆看着都出奇 拿出半块荷叶来 荷叶您都知道 门上 箱子上 丁那荷叶铜的 两块是一副 对的一块是个圆 就把那荷叶给拿出一块 铜的 我师哥他姓铜 哼 侯霆听完了 按赞这位老师 难得你师父怎么教给你来的 告诉他师哥姓铜嘛 他记不住 给他一块铜 给他一块铜盒叶 一摸凳就能知道师哥姓铜了 这是个笨办法 似乎这样的人也只能这样的教育他 哦 你师哥是姓铜啊 诶 我师哥姓铜 镇东侠侯老爷子一摔脸 海川 他这个师哥与你还是当家子 恐怕铜姓各宗 天下姓铜的不少 也不见得就是我这个铜 儿童的铜也是铜 单铃一东子也是铜 还有一个人子一公子 姓这铜 还有姓铜质的铜 就这铜 门块这铜 哎 这是我认识的姓铜的 就这么四种 大概我不认识的还有 呃 您各位呢 帮我问 当然您告诉我也就是了 下回我再说这书 肯定说的更细致一点 你看这个一个人子 一个公子 姓这铜 就是我打车出租车司机姓铜 出租车司机在这副驾驶 投了多一个卡片 上面写着出租车的这个号 编号 和这个司机的姓名 我一上车 我这铜字我认识 因为水虎传有个猪童 伟然公猪童 就是这铜 那么这个铜字我认识 我不知道这还能当姓 我问的 我同事问您姓这铜吗 啊我姓这铜吗 我这个是汉姓 是外姓 这就是汉姓 你看还就是汉姓 所以我知道有姓一人字 一公字这铜 铜铃呢 要客气客气 谁跟这傻小子令铜宗呢 也不好 所以铜铃这话说的还挺客气 我们同姓各宗 他这师哥姓铜 那他们这个师哥姓铜 都有名字 你这个师哥叫什么 我这师哥叫什么 坏了 坏了坏了坏了 他拿这半块铜叶 除脑袋 也在兜里头揣着呢 老师一定得给他 把这姓跟名都得让他记住啊 在身上带着没有 没有 师哥的这个信 在兜里揣着 师哥这名字不能揣 揣不下 那么楼上有没有啊 楼上也没有啊 那你往楼外都看呢 哎 大个子顺着楼窗飞来 一往外一看 太湖八倍的水面 沿着湖堤种的都是柳树 啊 想起来了 我这师哥呀 他叫林 树林子的林 我师哥叫同林 好听一听 还穿 这个跟您 同林一看穿这衣裳 土黄布护罐 左大肩 寸排骨的扭子扣 大洒鞋 跟我一样 背着个搭 打上来 我瞅着衣裳就眼熟 他又口拱双双说 师哥是同林 别这于衡于保员 真是我师弟 老师林下山叔可说了 说就凭我同林一个人 别开天地 另抗乾坤 自立 今儿门户可不成 一定要给我收个得力的师弟 作为帮手 难道就是这傻小子吗 老哥哥 他这个 他既说他的师哥是同林 那么我得问他 你的老师叫什么呀 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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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师 我老师也在兜里头揣着 伸手又往兜里头摸 同林一看这倒不错 师哥老师都在兜里揣着 拿出一枚包皮的鸡蛋 啊 你看看没有 我老师叫鸡子 鸡子 对 我老师说这鸡子 这叫有鸡子 把这鸡子吃了 就是我老师 我老师叫没鸡子 侯庭一听 海川 你老师叫没鸡子啊 咱别玩笑行不行 我老师叫无鸡子 他笨他傻 老师教他那么个笨办法 老哥哥 我的老师叫 谭笑居士无鸡子 上道明 哦 大哥的是不是 对 那就是我的老温师 这么说 你是来找你师哥同林的 啊 你认得你师哥吗 没见过 好啊 大哥的 你往远看 远看 我有 你往 尽丑 就是你吗 我都八十多岁了 你老师没跟你说 你这师哥多的年龄 说三十多岁 哎 就是 他 侯庭一指 身旁坐着 铜林铜海川 大哥的扭向 一看 哦 你就是铜林 铜海川 拿着半块铜盒叶 这么一晃悠 铜林一看 别晃悠 把我揣下来吧 余恒 余保元 牛小子 哎 你怎么也知道 我小名 这不你告诉他的 哦 忘了 我说了一回了 你怎么拜的老师呢 什么时候拜的 在哪 你跟我说说 哎 不成不成太多 一样一样的问 一句一句的说 侯庭一听 铜林着急 别忙 海川仙地 似乎跟这样的人谈话 得慢慢说 我慢慢问 他慢慢搭 你在旁边慢慢的听 哎 但凭老哥子您 这样 侯庭侯镇远 一句一句的问 这余恒 余保元 余恒 这才把自己 从小的经历 从小 长到大 怎么回事 怎么拜的 吴吉子 诉说这么一遍 那么他们家 是怀安府的人 怀安府 古称四绝之地 这地方可了不得 怎么叫四绝 除了四个人物 是天地之间 最绝之人 文出过甘螺 武出过韩信 孝出过王翔 逆出过杨梗 这四个人 在自己这个领域里边 都是世上最绝之人 文出甘螺 秦甘螺 就是秦朝的甘螺 十二岁便有宰相之才 佩相印 这还了得 十二岁的孩子 这是文 武出过韩信 那能为太大了 韩信的这个一生 功也好 过也罢 可歌可泣 这个人 大财 孝出过王翔 逆出过杨梗 这是一个智孝 一个智逆之人 王翔卧元 二十四孝 又叫卧兵求礼 您都知道 大冬天的 妈就想吃这鲤鱼 合理无于世上找 世上再无有之可 到江边 那么您这个 冬天封的河呢 都是冰啊 打鱼的没有开市啊 怎么办呢 自己 趴在这冰面上 拿自己体温握这冰 把冰误化了 按说这是不可能的 您说这河要是封了洞之后 那么厚的冰层 哎底下确实水该流流 鱼也照样活着 没问题 但是那么厚的冰 能撑住人 您怎么这人 要拿自己体温误 那是误不开的 但是笑感动天 这样智孝之人 感动上天了 他就愣给误开了 误一个冰窟窿 然后卧兵求礼 在这儿 抓这个鲤鱼 回家给妈熬鲤鱼汤喝 让妈吃这鲤鱼 妈这咳嗽就好了 你说老太太这病 咱还不知道 说这鱼生火肉生盘呢 这王翔他妈这病 就得吃鲤鱼才能好 就这么个故事 杨梗是最坏 杨梗给的爹妈活生生都饿死 那么这个淮安这些 古称四绝之地 有这么一道朴母河 因朴母而得名 因为朴母在这河边洗衣上 把韩信救了一饭千斤 所以朴母名扬天下 都是因为韩信 韩信您都知道 他的对联啊 生死存亡一知己 生死亦知己存亡两妇人 他这一辈子 他的生跟死瓶子都是萧和 存亡可是两妇人 他活是因为一女的 死是因为一女的 活这女的就是朴母 没有朴母他饿死了 死呢是因为吕智 最后竹刀之下 把这韩信给杀死了 因为他功高盖主 韩信这一辈子 办的缺德事可也不少 那么在朴母河盼 有一个余记庄 余衡就是余记庄的人 家里头是个财主 可是敢生下余衡之后 他的父母相继辞世 余衡呢 尚在强保不通人事 赶上这个余记本质啊 这个人太坏了 分了个绝户产 就把余家诺大的一份家私 就给分了 那么这余衡呢 倒成孤儿了 家里没钱没人管了 就扔到街上 有好心人把他喂大了 再接着 可就要吃要喝 成了小教花子 那么余衡别的能耐没有 天生的水性最大 各位 咱们这套雍征建侠图 岔海金牛 余衡余宝园 是水性大的之一 他数得上 到的七八岁 跟着别的小教花子 下河游泳 别的孩子 也就是狗袍 也就是付个水 说下河猫鱼的能耐没有 唯独这余衡 这岸边 往一个猛的扎在瓢木盒里 踪迹不见 哟 孩子们吓坏了 淹死一个呀 这样有爹有妈的 那怎么交代 好在余衡是孤儿 大家伙爬到岸上来都哭 一会儿余衡在那边露头了 大伙一干没死 说你下去干嘛去了 我一猛的下去玩了会儿 你这么好的水性 这算什么呀 岸旁有柳树 拽一只柳枝 把这柳枝 往下一拽 拿手把这叶子一撸 剩这么一只柳条 把这柳条盘好了 在嘴里边一叼 一个猛子 顺这头下去 半个时辰不见余衡上来 敢再上来露一脑袋 叫这些人 来来来来来帮帮帮帮 把这柳条扣 递在孩子们手里 孩子一个搂一个 一个搂一个都搂着后腰 鱼航上来指挥大伙 一二拉 一二拉 这孩子顺水里往湾 顿鱼 拿着一只柳条 一个一个都顺鱼唇上 窜过去 顺鱼塞里偷出来 这算一条 这一只柳条多长 全都是七八斤的大鱼 这一次下去就拽这么多 在水底下它劲儿大 到岸上这东西 上百斤的鱼不就一个孩子 可就拽不动 当一群孩子把这鱼拽上 一开始这帮孩子不知道 这鱼能换钱 他就吃 小孩也不会做 在河岸旁弄几块石头 捡点啊 树枝当皮 把这鱼啊 拿树枝穿好了 烤这生鱼片吃 这个烧烤这鱼 这据说现在是最贵的一种食品 比厚都贵那饭 最爱吃这个 做的最好 现在这饭贵极了 这鱼 您算七八斤的核鲜 几个孩子吃不了啊 吃个三条两条的 剩就糟糕了 那个鱼脑的鱼尾巴 都没人吃 净吃鱼肚 捡那好的地方吃吧 剩下的鱼呢 有的就给扔回河里去 有的就往岸上一扔 也有捡的 捡完了不明白 这鱼怎么倒自己往岸上蹦 后来一问 不是 每天有几个孩子下河猫鱼 准能拽上这么一串鱼来 找孩子一问 说你们大伙怎么打的这鱼 小孩不说瞎话 我没这能耐 都是鱼横 这鱼横啊 他能跳的 这个河里边 拿六条穿这鱼 有下河摸鱼之能 哎呦 有好心人告诉这些孩子了 你们打了鱼啊 不能糟蹟 也别吃 你们换钱 这个鱼可能卖钱 小孩才知道 这样 可就一个干活的 就鱼横一个人 剩下呢 各部门分工 有拿着上街上卖的 啊 有再换了钱负责买的 也就知道了 买个波波买点菜 回来换这样吃 可是前线真正的呢 哎 工作的呢 上班的就鱼横一人 鱼横每天下棋一趟 这几个孩子就吃不了喝不了 都指着鱼横 但实心眼 鱼横这孩子有点傻不愣登的 这帮孩子也钻他 后来这钱多了 人都吃好的 鱼横还吃刺的 可鱼横自己不知道好坏 能吃饱了就行 饭量可大 你别看伴的孩子 一般的大人 三五个人的饭量 他依然吃不够 大馒头小七码 得照着七不够吃 随着他这岁数长 这饭量越来越大 到最后啊 天天半饱 没有吃饱的时候 你要问鱼横 吃饱了没有 多的也是将酒 多的也是将酒 没有一回撑的 莫格 我吃饱了 没有过 您打这套书往后听 得他一直认识 贝利爷 那才算管饱饭 贝利爷跟鱼横枪火 我就是非让你吃饱一回 没听说我身为皇子 在我们家吃饭 将就的 你将就 我不将就 来人给他做 就是让他吃 非得看鱼横吃饱一回 那他打认识 贝利爷这才算吃饱饭 打小没吃过饱饭 老是半饱 于鸿 于宝员 这么长 可就长慌了 好家伙 高人一头 扎人一网 杜大腰圆 您没看水性 这么大 要不看这人 这模样 你可看不出来 这人有这么大能耐 这一天 下河打鱼 机灵灵 打了这么一个冷战 可就觉得不好 说现在话 可就中了寒了 得了病 那么这个鱼横 鱼宝员 打不上鱼来 没有力气 在这个水里边扑腾 上来空着手 跟他一块这些人 可就都走了 打不来鱼 没法换钱 就没法吃饭 又搭着肚里 没食 身上有病 就来到了 朴姆池前 那么这个鱼横 鱼宝员 可就病在朴姆池 浑浑沉沉 在这朴姆池的台阶上 可就倒过这儿 正在这会儿 来了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就是谈笑轻居无稽子 这位上了剑皮 同龄的师父 正打朴姆池经过 一看 一个大个子 前行宽背绑后 肚大腰圆 这么冷的天 在朴姆池前头 这倒啊 老剑皮一摇头啊 并没有怜悯之心 为什么 你要是一个老人 一个病者 躺在这儿 出家之人 慈悲为本 善念为还 一定要把这叫醒了 度他一餐 赠他一衣 身为人间的剑口 哪能见死不救 但这大个子不成 这么大个子 干什么 不能换碗饭吃 怎么倒卧 在朴姆池前呢 甭问 不消耗 年纪轻轻 吃喝朴赌 肯定 这是倒了没了 才躺在这儿 见个爷摇了摇头 往前走 走没两步 猛然间一听 听见于衡打呼噜 你别看于衡打卧的这儿 睡得还挺甜 憨声如雷 但是 节奏特别稳 就他这呼噜声 可就把见个爷耳朵给拽住 见个爷听人的呼吸 跟咱们不一样 见个爷比中医还高呢 人的呼吸代表人的五脏 见个爷一听 这孩子有病 偶然风寒 是中了寒病了 但是呼吸平和这孩子 五脏可了不得了 一般人难以练 是个习武的奇才 将可以爱上 我打算给我徒弟 同林同海川 再收个师弟 帮助海川 兴一家闻户 帮助他别开天地 另创全坤 造一派武术 成为人间的侠客 这孩子没准行 我得把他叫起来 叫起来 我问问他的根基 看看他的造火 根基好 品性高 有造火 有德性 我就把这孩子收了 我造就于他 接说前文 这么一段雍正县侠图 小回目叫杭州磊 那么上翻书正说到 傻小子余恒余保元 在嫖母辞职睡觉 连恶带病 有贱客爷 老道打这儿过 老道一听这个呼吸 好 听出好来了 书中代言跟您各位说 这可是贱客爷听 咱可没有这能耐 说这位一听 这位打呼噜 就知这位身体怎么样 没有这把握 人家听出这孩子的造火来 除了他的五脏 没毛病 能练武之外 过去迷信讲话 就听这个打呼噜 就能听出他以后的造火来 他的福分 给他通醒了 大哥子 别睡了 余恒起来急了 老道你怎么拿铁通 叫通我呀 没有 我就使劲大了点 你童童怪疼的 我是怕你着凉 手寒 怎么在这儿睡呀 能我哪儿睡呀 你哪门庙里头呢 能忍忍 最起码没疯啊 我走这儿一迷糊 我就睡着了 把我叫醒了干什么呀 把你叫醒了 问问呀 打听打听 你姓什么叫什么 干嘛地呀 那你是打头听啊 是打当劲听啊 还是打末了点听啊 老道一听这话 干了 我多余把他叫醒了 给自己惹出祸来 这要打末了听 头了不说我不明白 这要打当劲听 万一要两头热闹呢 这要打头听 这傻小子说话 看这意思 拙塞笨嘴的 这不耽误我的功夫吗 哎呀 书要不听头啊 不知道他的根本原因 不听尾 不知道他归根结底 得了 谁让我把他同行的呢 大哥呢 从头说 哎 那好办 我姓于 叫于恒 于火源 有个小名叫牛小子 哦 我怎么说你叫牛小子 哎 老道 你怎么知道 这不师方才你跟我说的 哦 对 说一会儿 咱的爹 咱的妈呀 早就 你的爹 爹妈不能论咱 你爹你妈 我爹我妈 死得早 嗯 可我就成了孤儿了 指什么生活呢 嗯 我们家原先有钱 傻小子说不清楚 他家里这个钱 是怎么败的呢 是这个祖里边 这些个坏人 分绝货产 欺负他傻 把他们家给祸了趴下了 你干什么呢 我就会下河猫鱼 猫完鱼啊 这些孩子们帮我卖 卖回钱来 我能吃饭 大开提 他说的也磕磕绊绊 可是呢 老道听明白了 是个苦孩子 那么我要跟你商量点事情 行不行 你跟我商量什么事情 你拜我为师 我收你做徒弟 你跟我销能耐 销毁了能耐了 可就不受下了 你就过好日子了 哦 我拜你为师 你收我为徒 那倒没什么 可是 我也跟您商量点事情 你跟我商量什么事情 既是要收我为徒 让我拜你为师 你就得管我饭 你得让我吃饱了 老道一听 管你饭 还得吃饱了 有道身大利不亏呀 他这得能吃啊 我这打着打着 这孩子能吃多少 你 能吃多少 我能吃多少 我也不知我能吃多少 反正我没吃饱过 那素肠你爱吃什么呀 家里头是少爷 虽然说家到败落了 小时候过过两天好日子 万一跟我说 每天得乘桌的酒席 颠仨炒 俩丝溜片炒 还得喝点 我这穷老道 我哪管得起呀 吃什么呀 吃什么都行 反正有窝头吃窝头 没窝头吃白面馒头 要再没有白面馒头 吃肉包子 别说了 说翻了 有肉包子吃肉包子 没有肉包子吃馒头 没有馒头才吃窝头呢 我没吃过肉包子 净吃窝头了 自你拜我为师 我收你为徒 我管你白面馒头 哦 白面馒头 你管够吗 那咱看吧 这今儿咱们今天 事业事业 我想管你一顿 去卖馒头去了 到馒头铺 馒头铺卖那馒头 雪花大馒头 好 到山东讲 那杠子馒头 这个淮安府 属于江南了 不知道这个地方 出这馒头 是不是像山东那样 但是淮安府 这就是你说江南吧 又不是特别难 不南不北 这么个地方 哎 说这个二两一个 三两一个 老道一看不成 跟馒头部掌柜的商量 给我争大着点的 争多大 半斤一个 半斤一个馒头 没那么争过 哎 我多给钱 争 半斤一个大馒头 争了二十五个 都给我 十二斤半 递了回来了 吃 吃不了剩下没事 为师我也没吃呢 剩下 老道伟 你的痴心妄想 风卷残云的相似 老道一看 好家伙真快 仿佛啊 他不怎么需要嚼似的 哇哇哇一会儿 全下掉 二十五个大馒头 一个没剩 他也不旧吗 连口凉水都没喝 好吧 你的病就拿这场得 食火太盛 所以你下河猫鱼才中了外寒 内火外寒 坐在这我给你针灸针灸 老道从自己行囊里把针包拿出来了 拿针 给他刺血 他也不觉得疼 本身这个针灸不疼 这给他行着针 老道拿这个掌 贴住他的后心 就这么顺着人都二脉 这么一骂子 运用气功 往外替他赶这寒气 去他的内火 去他的外寒 那这小病 到了建可爷手里头 就不算什么了 又大家吃点东西 心里边又煮心骨了 一会儿觉得浑身上下挺舒服 哎 行了 老道 我嚼着我可比刚才舒服多了 老道把针 给他拔下来 全都插在针包里 把这针包收好了 你觉得你能不能够拜我呀 行 只要你对对管二十五个大馒头 我就拜你 好吧 那我就教你练功 你教我练什么功 武术啊 哦 武术 武术 武术是干嘛用的 武术 人家打你 你就不怕打了 并且你可以打别人 我干嘛要打别人呢 哎 说你也不懂 皆因为你的骨骼长得好 我抑郁收你这么徒弟 日后帮着你一位师兄 要憋开天地 另创乾坤 自立一家闻户 说完这话老道琢磨 我可教他什么呢 是这样浑浊猛愣之人 不能教他窜高纵爱 小巧之能 教他同林练的那绕大树 柳叶棉司 把我长软硬功 内外功练不了 同林也是天生的武学奇才 能教 而且同林在家乡 十八岁之年练过弹腿 有点根基 这就会下河猫鱼 这练什么 怎么笨的身子 让他上房上的了吗 得了 先求自保 先别求打人 先求别爱打 教他呀 笨办法硬气功 那么你喜欢什么呀 你喜欢什么 我就教你什么 什么叫喜欢什么呀 好比说这么一样冰人 这个冰人分为十八班 内十八班 外十八班 你喜欢什么 我一概不懂得 得你说 好吧 你看呗 说实话一手 嫖母词里的这些个神像 嫖母词里的 有一个嫖母像 是蹲着洗衣上 投了搁个盆 那么旁边的 跟其他的庙也差不多 也有亨憨二将 也有这些人 四大金刚 这都是护法神 哎 这些个人手里的都有冰人 虽然说这个庙破败了 有的那冰人倒霉了 还有拿着 猎户这就叫做冰人 你看看你喜欢什么 这大个子鱼横一看 得了 我喜欢这个 他拿手一指 指的是那杵 就是委托手里拿那金刚杵 你看委托捧那杵 所有的兵人 您看 剑也好 刀也好 要么横 要么竖 您看一拿起这口刀 往手中一立 刀瓣冲上 刀尖冲下 在掌中一压 刀瓣冲后 刀尖冲前 一口宝剑也是 在手中平着一缕 一掐简决一压 这宝剑 它是横平竖直 唯独这杵 委托金刚 抱着这杵 得斜着 不能指天 不能指地 指天天塌 指地地线 这是个发毛 发气 不能老得斜股签 捧着 委托手里捧那杵 我喜欢这个 好 我就教你这个 道爷出去 找两根木头棒子 给大个一个 自己拿一个 我说牛小子 你拿一根 我拿一根 跟我削 好 跟你削 你管饭就得跟你削 这只手放在这 这只手放在这 这只手 横着往这一搭 这只手横着往这一搭 钻着这棍 往那一搁 知道这叫什么吧 这叫委托彭土 这是石杵的 达摩巴士 头一室 达摩巴士 头一室 委托彭土 这好小 那得交的下盘 起码蹲当是站好了 往这一蹲 一捧 小子醒下 咱们再交第二室 别交第二室了 饿了 没关系 跟你买馒头去 老道出去 奔馒头铺 掌柜的 买馒头 那还要半斤一个呢 你呀 以后死是我来 就做半斤一个呢 提前这两顿饭的饭口 你就给我争出两提大馒头来 二十五个 我准要 打这去 天天您准照顾我这消息 错不了 你放心 我提前给你多少天的馒头钱 按点来取来 要给争二十五个大馒头 把刀给递了回来了 这余恒跟着等着 吃 吃着就快 中午那二十五个算板没了 这二十五个又下去了 他到一看 行事喜人哪 好 恋恋 什么 头一试 忘了 刚教的就忘了 刚忘的 委托彭主 怎么叫委托彭主 这手在这 这厨在这 这么一来 哦 这么一来 容易 就来了 咱们教第二试 别教了 怎么 困了 困了你倒是睡呀 吃着饱睡得着 说睡着一合眼 呼着就起来 呼 这都算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叫不醒他 非得拿佛尘 照着穴背上捅 捅一下给捅醒了 哎 你又拿铁通就捅过 把你教计的好练功 什么 达姆巴士 头一试 忘了 昨天教两遍 那我就是忘了 委托彭主 不明白 我在从头就 不成 饿了 哎 我给你取馒头去 老道到馒头部 取馒头 二十五个大馒头 吃下去 练得一下午 到晚上 馒头吃完又忘了 练得十了天 这头一试 委托彭主 没捧下来 老道一看 我这馒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们师兄弟二人 近百只人了 画一辈子小圆 画了这么点积蓄 都给他买了大馒头吃了 这我不活造孽吗 人睡得好 叫我把你通醒了 非让你拜我为师 我白扔十天 一天五十个大馒头 五百多个大馒头没了 他一试没事 一捧没捧 你说这叫什么呢 我怎么能把他教坏了呢 坐在这儿暗死伤神 老道也有犯愁的地方 说世上万物 哪么是小梦小狗 皆有传习记忆之能 无非是一个手段 你得饿着他 似乎我这个交本交错了 吃完馒头再交啊 他就着馒头全下去了 得不吃馒头 是不是交的才行呢 他这动物就是这样 条件反射嘛 您都知道八部落 巴布洛夫是 1849年生人 活得今儿才162 但他研究出 这巴布洛夫学说的 动物的条件反射 比中国要晚得很多 中国什么时候 就有人研究出 巴布洛夫了 有的人说是 宋朝潘金莲 不对 比这要早得多得多 在北宋年间 你要知道 杨六郎大北蒙牛阵 平常把这草人搁在那儿 穿上辽军的衣裳 肚子里头都是草 把这牛啊 拿这鸡就 把这个人的这个 辽军的这衣裳 挑开了肚子就有草就吃 所以杨六郎大北蒙牛阵 这牛一上阵 一看辽军 过去拿这鸡就挑 挑开的一看 除了肠子就是肚子 就是血 牛是吃素不吃荤 一闻挺腥 牛一咬脑袋 不好 这儿还有一个 这有草 又挑这个 挑开一看 一肚子肠子 不好 又挑那个 连着挑 一个牛挑二百多流冰 没看见草 五百只牛 我蒙牛阵的 这一万疗兵就算完了 这就是利用动物的条件反射 那么比这个早的 多的还有 您比如说 在这个列国的时候 您都知道 有一段赵氏孤儿 拍成电影了 赵氏孤儿是谁家的孤儿呢 就是赵顿他们家的孤儿 赵顿是怎么死的呢 是让猎犬给咬死的 猎犬是怎么咬赵顿呢 是因为图案古 在皇上面前说 我家里有一只神鸥 这只神鸥咬奸臣 不咬忠臣 上朝之后 这神鸥一看 谁是奸臣 过去就把他咬死 实际这个鸥呢 是在家 他用一个人 穿上赵顿平常上朝 穿的那身朝服 然后把狗屎塞在肚子里头 天天让这狗扑 咬死这假人 就能吃饭 就利用这个狗的条件反射 所以 领着这神鸥上殿 这狗一看赵顿 过去就扑 把赵顿咬死了 这样图案古取得全面的胜利 抓得了军政大权 害死姓赵的一家 最后斩草要除根 这才要杀这婴儿 就是这个赵氏孤儿 这段书又叫拔一旧主 里边有很多人物 这书很不错 赵氏孤儿又是京剧里的一个名字 叫搜姑旧姑 这成鹰 马林亮先生塑造那成鹰 好 确实好 原先这个戏 成鹰不是主角 公孙楚旧是主角 这个后来通过人家 马林亮先生的这个改造 成鹰这个成主角了 确实好 这是跟咱们本书无关 就说这个条件反射 这动物 中国古人研究比巴布洛夫研究早都早 早两千多年 我得利用这个教这个 于衡 要我教不会 赶到晚上了 老道把二十五个大馒头 给递了回来 傻小子身手就抓 老道身手一拦他 且慢 于衡啊 非是你不聪明 你学不会教了就忘 小碗就扔 狗熊掰棒 你是不用心 你是有馒头吃 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看见没有 半斤一个大馒头 二十五个 跟着搁着 今天我再教你 教完了 你吃饭 明天清晨 为师我要问你这一事 你要是小的会 打这 我是你师父 你是我徒弟 我还接着教 接着管你馒头吃 打这起 你要是小不会 明天清晨再不会 委托蓬土 打磨巴士 头一事 为师我也不教 我也不要你这徒弟了 你还打鱼去就得了 我无福消受 你这样聪明的徒弟 咱们就拉吹了就 您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说的是真的 不跟你开玩笑 那您教得了 你看 这手这么一来 这手这么一来 上边是这样 下边是这样 把这姿势一摆 他天天小啊 这姿势一摆就对啊 您看 是这样不是 是这样 是这样不假 您得把他记住了 我把他记住了 吃饭 二十五个大门头 吃下去 第二天 老道醒了 一看 自己在院子里 盛电 老道把他见去了 徒儿徒儿这想了 师父 你还得当我老师 怎么 我把他记住了 我还小会 这个馒头 你还得招样管我 老道一琢磨 这也是 我的孽缘 哪 谁让人睡得着 找我把他同省了呢 这么说 你学得会 学得会 好 今儿教你第二事 小丸在吃饭 小丸在吃饭 打这以后 教他这达摩巴士 这个金刚柱 还要教他这些个拳脚 只不过比一般人 小的慢有罢了 在教的武术的同时 为了怕他上大 为了怕他吃亏挨打 要教给他横亮 人都说 这人不怕打 枪扎上 一个白点 刀扛上 一个白印 分三种 金钟道 铁不山 这是一种 一种是气功 还有一种叫横亮 这仨可不一样 什么叫金钟道 金钟道是 法术 金钟道铁不山 是一种法术 得开坛做法 大师哥 做完了法 把你们叫过来 含一口水 挨着个往身上喷 然后拿那个笔画符 画好了符 哎 画在身上 光着膀子 弄一红布条 勒脑袋 这手拿着刀 这手抱着痰子 一块排队出去 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 头来蹲着一排洋人 拿着火枪 不明白 不明白 这帮人 不怕死吗 喊着什么意思 找通议 过来翻问 他们说什么 说的刀枪不入 是指中国的武器 还是指我们的火枪 那我们中国武器 反正刀砍一下 是一百印 那咱们这火枪 打不了怎么办 那我们不知道 那也得试试 大师哥先拍 这是法术 还得不是功夫 第二种呢 是这个气功 气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 天地之灵气 热之精华 练气势 把这气练来 有名字叫采气 就跟采花 采果子采摘一样 把这气采来 采来之后 收集到自己这儿 运用一种特殊的作用 把它存集到 自己的气海丹田 什么时候想用 能把它叫上来 这是一种气功 那么说这人本身 这个胳膊是怕拿的 可把这气 气神丹田 力贯两臂 这气运在这儿了 这胳膊可就不怕打了 这是气功 再有一种叫横链 这横链是过操 就是声打出来了 给人身上打皮了 打出甲子来 先操顶后操搭 浑身上下全都操变了 可就不怕打了 似乎于于衡 于宝园这样的人 只能练着横链 那么天天 就是道爷打他 用药水给他洗澡 洗完澡给他过操 道爷打完他自己打 打完还得用药水给他洗澡 这样才能使他的五脏内腹 和浑身上下骨骼皮肤 不受损害 每天除了给他过操 教他这达摩巴士 和应有的拳脚之外 最难的 道爷要给他喂招 他的脑子不灵活 教人练武术 花多少钱请老师 在你们家住三年不见得给你喂一招 念书不讲 教武不拆 这是最损的 念书不讲等于重低不跑 管给你念 我念上句你念下句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书是会背的 这其中的含义不明白 这等于没教一样 教武术也是 我告诉你这全应该这么打 不给拆招 一辈子也不会 练武讲究 试招 说招 试招就比招 比试嘛 还有说招 还有打招 还有喂招 喂招就拆招 你要说试招跟比招 那么两个比五点道而已 各凭己能 咱俩倒比比谁多 谁少 咱们这招谁拳 谁不拳 这叫比试武艺 那么要说招呢 就两个人坐着说 你都学过什么 我都学过什么 应当有什么 那我们说书的会说招 那三招都不会 我们会说 能比划 能坐这给您说 这腿子怎么来 那枪是怎么去的 都行 到打招这儿了 就厉害了 打招这儿 两个谁也不认识谁 各凭己能 谁能能打 谁打谁 谁也不认识谁 两个就是 见招拆招 见识破识 这叫打招 这叫打斗 最难的就是得拆招 卫招 把自己所学的能耐 掰开了揉碎了 给他喂 让他打我 唐比方说 我要这么打你 你怎么接 怎么架 怎么赢 怎么还手 怎么能把我打了 要是到这地步 那是真正教徒的 尤其像于恒 这样的人小五 倒也给他 卫招最麻烦 皆因为他 比别人慢半拍 所以 不能让他先打人家 就得等人家 先打他 所以教他一个名字 叫等着 未曾跟人动手之先 把俩手放在 自己肚子上 于恒打架 永远是这样 俩手放肚子上 任谁看不出 门户来 本敢夺高明的把尸将 一看俞恒 不知练着什么武术 俩手往着他们一搁 等着别人打 说这一拳打过去 你怕打 这胳膊一抬 你要扛着那拳头 这二十五个馒头 就免了 为什么 人胳膊都一边长 他可是打不了你 你可也打不了他 你这一堂 人家撤不换招了 你这拳口就打不上人家了 打不上人家 似乎你这样这么笨 比别人慢半拍 就要吃亏 那么非得等别人的 拳头够上你了 所以于恒跟人打架 拳风临面都不动手 还这么站着 这拳头都已经挨着眼框子了 眼看就要吃亏了 他可就要还手了 还手这位就受不了 再想换招撤这手 可就来不及了 所以比余恒能耐大得多的人 在这套书里边 都打不过余恒 而且碰面就吃亏 剑面就挨揍 这就是剑可爷高的地方 交给余恒这等招 谁拿余恒看 也是他挨揍 为什么你俩手往肚子一搁 也没门户 也没架门 我这过去拍这一拳 留着招呢 你要动我好动 他不动 静等挨揍 眼看这拳头 这骨头面都快挨着 他眼眶子 这扒一下就无耀轻了 不知道顺哪出了一只手 把自己打出去的 这就是余恒厉害的地方 所以老道给他教这能耐 先要让他练这胆量 不能爬也打 一再教给他 天天我跟你过操 看见没有 这么宽的钢板子 打在你脑袋上 都给打折了 你都不怕 这么憨的沙漠棍 帮一下这沙膏就折了 你身上都没伤 你不怕打 只管让别人打 咱不能真打上 眼看这人胳膊 到跟前了 拳风里面不许你动 非得等着拳风过去 他这真正的拳到这儿 孵着一下这股气过去了 你才能还手呢 而且眼要贼 打哪是哪 眼要贼 布要随 心要闻 手要准 打上要狠 余恒这一辈子跟人动手 见面就一下 比他能得打多少 吃他的 快啪一下就出去 出去就爬不起来 这就是余恒厉害的地儿 眼要贼 你要看得见他 知道他哪儿落着空 他打你 你甭管 因为他打不着你 胳膊都一边长 你打他 他就打不着你了 但布要随 打拳打的是布眼 交拳不交布 到老没师父 人家想 教人家打拳 必须先交布法 还是这句话 胳膊都一边长 怎么我就打上你了 你就出去了呢 两个人对了 这么站着 好比这话筒 是一个人 我是一个人 他要打我 多得您看 他站我这儿 我必然已经出去了 多得您看 我站他这儿 我们俩对着后 装背一拳 我得上步 他才能出去 我要想摔跤也是 我要想摔他 我得先上我这条腿 别住他这条腿 他这人才能出去 所以打架 您要听明白了 两个人对脸站着 只要这两个位置一变 这个人站在这人位置上 这人必败 这人要站这人位置上 这人必败 就是西方拳法 拳击也是 两个拉开架门之后 为什么都游动 就是画自己的范围 坐在这范围越画越大 您看有一个人 主动的追着内打 那就不成了 这就是打架的奥秘 你要像我这么胖 跟人打架 没有人灵活呀 怎么办呢 这人站在这儿 我要想 站在他那儿 胖人 我说的这事 受人没用啊 我教您各位 怎么打架啊 你上面跟他忙活着 下面你踩着脚面 然后你往他身上走 他准趴一下 可我一回没试过啊 我就跟他那么一说就得了 教于衡等着啊 广队就练了好几个月 一直把于衡练到这儿 真得说 金刃披风 干刀林面 于衡连眼都不眨一下 于衡那一辈子 有几诀 您往后听 岔海金牛 于衡于果园 怎么他能够帮着童林 兴一家门户 别开天地另创乾坤 说一傻小子 他怎么能行 就因为这道书里 他能耐太大 他有好几样 绝技别人比不了 光等招不行 还得还招呢 练完等招练还招 就是交给他这几句 眼要贼 步要随 心要闻 手要准 大声要狠 把这所有的都交全了 老倒霉的交了 为什么 他的资质就到这儿了 于衡于保元 练到这份上 足可自保了 那么你要在淮安府 瓢木河畔 瓢木慈这儿 苦练武功 我有事 老师 你有什么事 你有一家师兄 兴同名林 自表海川 自下山以后 购奔京城 我得看看你的师兄去 看你的师兄怎么样 我让你找他去 为师我走 多则一月 少则二十天 我就回来 那老师弟子有一事 得跟您商量 没说 您走这一个月 我这馒头怎么办呢 老道一 琢瓮也对 给他钱 怕他浪费 他不懂得花钱 不如给他买馒头 干脆 我把三十天的口粮 给他买出来 一天两顿 五十个馒头 十天是五百 一个月 是一千五百个馒头 上馒头部 找馒头掌柜去了 半斤一个 我盯一千五百馒头 掌柜的一听 这怎么这是 谁要还这馒头院 似的 商庙里跟老道说了 您这要开斋似的 要舍不是舍 我跟您说 我有个徒弟 大肚汉 一顿吃二十五个馒头 这一千五百个馒头 是他三十天的口粮 我要是把钱给你 你能按点 给他送到庙里去吗 馒头部掌柜 你一听什么庙 就是嫖母河畔 嫖母慈 哦 谁 下河摸鱼的傻小子 于衡 于衡 于衡员是我徒弟 哦 我说这些人 都没看见傻小子 赶紧在庙里 跟您用功的 得了 道爷 您走 您的您放心 我们绝不能黑您的钱 每天五十个馒头 干脆我订点 给送的嫖母慈 就行不行 那好吧 只要您能坐到这 无良所频道 我这先给您道谢 把一千五百个馒头钱 提前给了馒头部掌柜的 回来再交代于衡 跟于衡 于衡员说 老师 我可就走了 每天 早晨起来 有人给你送馒头 你这功夫 你这功夫可不许料 要这料 一天 回来 我一检查作业 说你这功夫退步了 没长进 咱们师徒啊 可就算缘分尽了 我也不教了 你也不小了 以后就没人管馒头 傻小子 实心眼啊 打老师走了 每天练 清晨起来 也盼着馒头部掌柜的来 馒头部掌柜的来 真不含糊 每天 给送馒头来 送来五十个 傻小子 吃饭不知鸡饱 五十个全吃了 晚上可就要挨饿 馒头部掌柜 第一琢磨 干脆我辛苦辛苦 一天多跑一趟 我要为顾了他 我每天多送五十个馒头 我赔不起啊 这一个月 一千五百个半斤 一个大馒头 老道就给了一半钱 要出三千个馒头 我又出不起 我多跑一趟 两 二十五个 我给他多送一趟 每天跑两趟 早晨二十五 晚上二十五 每天有人盯着送饭 他还真用功 那么老道上哪呢 老道购奔北京城 赶紧哥俩 一个这儿交徒弟 一个在北京 密切关注 关注谁 关注着桐林 自从桐林下山 长大铁边雷春 风雪入京师 怎么到的霸现同志桌 怎么回的家 怎么风雪入的京师 怎么进的贝的虎 护府站的屋小地坛 会的二侠 哪一样 都落在老温师 建可言的眼中 现在上道爷到了北京 见着何道爷 老哥俩一品查 桐林这个人性 确实不辱墨师们 确实这是个好孩子 把自己这边 交的小徒弟 于衡的情况 跟何道爷一说 何道爷说 那好吧 这回你再回去 就能让这孩子 进北京 因为桐海川 已然身落在 贝勒府当了教师爷了 不能再让于衡啊 跟着你那受苦了 到北京 要跟着师哥通林 吃着喝着 穿着带着 使着用着 扑着盖着 可就全都比原先强了 贝勒府有的事前 甭说一天二十五个馒头 一天二十五头牛 管得起他 上道爷一听 那行吧 我回去告诉那孩子 兴臾间城 回到淮安 到淮安 整最后一天 要暗暗的观察啥小子 进入朴姆池那一看 傻小子坐在朴姆池正殿上 眼前摆着二十五个馒头 看着这二十五个馒头发乐 这二十五个要吃的 明天老师不回来可怎么办 早晨那二十五个已经下去了 这是最后二十五个 馒头啊馒头 师父啊师父 师父啊师父 馒头啊馒头 馒头师父 师父馒头 打到一听我出去吧 这就叫练了综了 苦心八业的把你给培育成人 教你这么大的绝学 只能你打人不能人打你 一身横亮等招的功夫 现在我落个馒头师父 徒儿 我回来了 哎哟 余恒一看 嘿老师 太好了 您真地等 讲信誉 您说三十天回来准回来 我不回来我就成馒头师父了 您回来我可就不客气 伸手抓馒头别忙 先练练我看看 这一个月的能耐料下没有 从伟托手里的把这柱接过来 这柱可也不是十招的 这柱也是木头 上面当初刷的金漆 金漆满让小人给夸了去了 就剩这木头棒子 就拿这个作笔成样 这么一给老师练这柱 把柱撂下又打这么一趟八十拳 这个伟托彭柱达摩八十 兵刃拳脚都好 老道一看心里高兴 别看傻 这功夫可真不错 好 吃饭吧 吃完这顿 老师可就不管了 余恒眼泪下来了 老师您教我 我还没小够呢 你是没小够啊 是没吃够 你吃的老师不善 打劲起不吃馒头 那吃什么 比馒头好的是窝头 有法 比馒头好的是肉包子 肉包子 还有比肉包子好吃的东西 不能 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肉包子 那你就吃过肉包子 你没吃过比肉包子再好的东西 似乎你下河摸的那鱼 都比肉包子好吃 对 我小时是吃过鱼来的 后来我下河再摸鱼 我就不吃鱼了 那鱼都换了钱买了馒头了 小时啊 跟你这么说 我有一个徒弟 你的师哥姓同名林 自表海川 在北京 贝勒佛里边当教师爷 我咋子让你帮着你哥哥 别开田地 另创乾坤自立家门户 你要是到了你师哥那儿 可就不吃馒头 那吃的喝的用的 都比我这儿强制百千万倍 好那我找师哥去 你师哥叫什么呀 刚跟说什么来的 你想想 我忘了 哎呀 老道一琢磨 再跟他说八百六遍没用 一看 小母慈隔站上有铜和叶 老道一伸手 把铜和叶给掰下来的 这是什么呀 这扔的 这是荷叶 它是什么的呀 铜的 哎 你把这个揣在兜里头 多的你一想不起师哥叫什么来了 你就把这铜和叶顺兜里掏出来 你一琢磨它是铜的 就想起师哥姓铜来了 那师哥叫铜什么呀 树木森林的林 你往外边看 顺着老道手一指 朴木河畔有小树林呀 看见树林子没有 拿着铜和叶看着树林子 可就想起来师哥 叫铜林来了 哎 这好 这我记得住 把这铜和叶穿起来了 师父 我叫什么呀 老道 顾抬杠 我不是和尚 可不是老道 天下的老道都叫老道 师父也是老道之一 但师父是老道 不叫老道 师父叫什么呀 我姓尚 叫尚道明 哦 尚道明 记得住 记不住 我叫谭笑清居 无鸡子 哦 你叫无鸡子啊 哎 怎么记怎么记 你呀平常拿几个鸡蛋 鸡蛋要吃了就没有鸡蛋了 那鸡子就没了 无鸡子你就想起来了 好吧 傻小子就这么记老师的名字 那么我师哥在哪啊 我把你领上阳关大道 顺着阳关大道一直奔北 见人打听北京城在哪 到了北京 你就打听贝勒福 四贝勒福有个同教师 那就是你师哥 另外我给你盘费钱 说着话 老道把自己积攒的碎银子 交给于恒 半道还好买这个馒头吃 于恒跟老师跟前 眼泪汪汪 别人俩有感情 别看 啊 于恒傻小子 师徒情深 那么咱们人俩多能再见着呢 自有你我师徒再见之日啊 帮着你师哥好好干 师父在暗中观察于你 哪一步走的不对 师父可不让 自此以后 你可听你师哥的管教 那错不了 师徒两个人在嫖母词用罢了晚饭 天亮 于恒再找上道爷 踪迹不见 谭笑清居 无棘子 老建个爷 上道明 自有他的去向 但是说这于恒 没有什么东西 一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拿着老师 给他这个钱 一低头 呦 老师给留东去了 就在嫖母词公案之上有个包袱 把包袱打开了 自己齐整整一身衣裳 土黄布的护罐 左大肩 寸排骨的扭的口 大撒鞋 另外有个double double 黄增增 沉尖尖 这么一条 祥国金柱 这条柱拿在手里的鸭手有份量 他就是于恒使得正合适 上乘 就有四十七斤半 这条柱有份量 一般人哪抡得动四十多斤 小五十斤的一条柱啊 于恒有能耐 把这柱 搁到double里头 露一大黄嘎子 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换上这身衣裳 拿着钱 顺瓢木刺出来了 走半道饿了 关到一只奔北 找卖馒头的 卖馒头的 卖馒头 馒头部长柜的一看 要多少 二十五个 把二十五个馒头端出来 于恒一等眼 不对 你给小份领 谁给小份领 二两一个大馒头啊 我吃的不是这个 您吃的馒头 半斤一个的 天洁有卖这路馒头呢 我们瓢木盒就卖这路馒头 您要要您得加钱 我给钱 二十五 半斤一个 那么 这二两一个 得您多吃啊 您吃够那么大 分量不就行 不成 我吃不够 我的定量 就是二十五个馒头 吃多少 我都不饱 老师就让 吃二十五个馒头 好吧 把这端回去 从给它和面 从给它蒸 他在这 替旁边等着 掀开替 他可不怕烫 半斤一个大馒头 拿起就吃 掌柜的一看 这二十五个要吃完了 你要不给钱 怎么办呢 哎呀 喂大哥的大哥的 慢点吃 我这二十五个馒头 你得给钱呢 废话 吃东友不给钱呢 把银子拿出来 这块银子就有一千多 掌柜离开啊 就说半斤一个的大馒头 二十五个 也花不了一千多的银子 您这银子用不了 别看您 给的蒸不少 我这儿啊 还不好找您 咱们俩办法 要么您 照着这银子条 多买馒头 那我不吃凉的吗 带着半道您吃 我爱吃热的 那么 我就得给您换零钱去 不用换 存着你这也行 剩下的馒头 我再来吃 那也可以 馒头掌柜的收完钱 二十五个大馒头 一会吃完了 站起王辈走 走到晚上 他饿了 找卖馒头的 买馒头 要多少 二十五个 一端出来 给小分量 这分量不小 二两一个 不对 我吃半斤一个的 半斤一个 哪能卖的 我就吃半斤一个 好了 开店不怕 大肚汉 炫给您活面 炫给您蒸 二十五个大馒头 蒸得了 余恒坐这吃 吃您得给钱呢 当然得给钱 拿出一块银子 这儿里 不到二分银子 掌柜一看 不够啊 二分银子 您吃我二十五个 大馒头那行 早晨还存 你这钱了呢 早晨您多能 带我这存钱来 早晨我吃了半斤 一个二十五个大馒头 给一千多银子 那馒头部掌柜的 说了 哪馒头部掌柜的 上一站那馒头部 合着我们天下卖 馒头全连锁上的 那也没得人开发货票 就算我们连着号呢 谁知您跟那花多少钱呢 您那吃您的这吃这 这两码事 哎呦 两码事 您那把我这给完了 您回去找 他要那找钱去 不成 那不往南走了吗 要找师哥 一声就说吧 铜和叶拿出来 要找师哥 得一直往北走啊 那你要往北走 这可走不多远呢 您这么吃饭哪行啊 跟那存钱 上我们这吃来 那我要吃了 不给钱呢 不给钱我惹不起您 为了二十几个馒头钱 您这么大个子 好家伙 让您揍我一顿 我也不值 但是有跟您置气的 大哥的 我舍您俩馒头 没关系 您可得想明白了 您那钱得颠配的花 走 我谢谢你 吃完了 给完钱 他往下走 您琢磨 这么花钱买饭吃 那他这钱能够花吗 道爷给的这钱呢 真是算计的给的 因为道爷没钱 一天二十五个大馒头 他这多花点 那少花点 人家跟他一说 他不好意思打架 还得给人钱 可走到太湖边去 他一言就没钱了 这头天就没吃张饭 您别瞅 余恒 自由娇生惯养 是个少爷秧子 小跟大能带老师管饭 可不懂得偷摸抢到 没有 规规矩矩 没钱买饭 那就是饿着 一天多没吃饭 他受不了啊 整过的太和宝带街 到太和宝带桥这儿 太湖旁边大酒楼 刚早晨起来 没饭做 大哥子俩这儿一过 伙计是多余 您吃饭呢 啊 你们这儿有饭呢 有啊 您上楼看看 好啊 你让我上楼 我就上楼 大哥子可就跟着上楼了 到楼上 一看一共两桌 书中按表 软和软臂格俩一桌 真东霞侯庭 同林一桌 这都空的呀 伙计随便一说 您随便坐吧 随便坐 您坐哪桌都成 可是这个余恒 吃二魂铺吃惯了 他是下河摸鱼 他跟着大家伙 把鱼卖了以后呢 就是金饼金面 小饭铺 小饭铺叫同桌而食 各花各账 您别看都凑在一桌上吃饭 可是自己汇自己的钱 一桌上大都不认识 经常一桌吃饭 这是饭夫走足 下等人当时讲话 就这么吃饭 过去北京在我小的时候 拼桌也是很正常的 现在似乎少 有的那很好的饭馆 卖的很好的等坐 但也很少拼桌 说这桌子十个人 这半边坐三 那半边坐五个 这种情况现在几乎很少了 我想说吃饭 要进饭馆经常拼桌 我不等着 尽量不让您等坐 因为等坐这事吧 挺别扭 等这桌也别扭 吃这桌也别扭 对不对啊 因为北京人有这毛病 不愿意瞧嘴 孩子像别家瞧嘴 大人都管你干嘛 你别瞧嘴去 看嘴这是个毛病 您说人家等坐 这儿一桌饭 没地儿我在旁边等着 这位又有毛病 好鸭鸡嘴 您说这吃饭受了受不了 还有那不会说话的呢 打脚一此这椅子 这儿冲外面这根 这根 你可别瞎拽摇了 这老帮子快完了 老头生气了 老帮子现在就完了 这也有不会说话的 所以现在饭馆 等着这些少 拼桌的更少 在我小时候的厂有 不新鲜 于衡是吃这个饭吃惯了 于衡拼桌拼管 那意思您随便坐 有空坐他都不坐 他一看那两桌 那俩五十多岁 不好说话 这白狐老头这好说话 我坐这桌 赶镇东侠店又随和冲他一乐 他自来手冲镇东侠一乐 镇东侠一手 他穿着跟同龄一样 拿他当同龄认识的 可是镇东侠冲他乐 他住镇东侠乐 同龄一看 他们老爷儿俩认识 马脑打狼两头害怕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糊涂糊涂坐这吃一顿 一直到同龄饭 镇东侠一答复 同龄这一说才知道 感觉谁都不认识他 把他轰那桌去了 这也错非坐到喉庭那桌 八十多岁 镇东侠喉庭这么大 侠可也能为一顿饭 跟这傻小子打起来吗 你让我后仗我就给你后仗 可是在镇东侠跟同龄两个人 可都看出来了 别看傻小这么大个子 陈尖尖他这 黄尬的是一宗兵人 而且他走抱带出来了 他有功夫 那就是江湖人 江湖单有一路人 要装傻冲浪 被访的是高人 我们哥俩干嘛来了 我们哥俩这次是杭州振累了 暗含着太湖中山师的这要标 别这傻小子 明着是恶痴 暗含着是防我侯庭 我侯庭会你一顿电餐账 把你叫过来 我得问问 子你说你姓什么道什么 你就算在了 这是侯庭信了话 没想到一审 审出一师弟来 我师哥是同林 同和叶一举 用手一指窗外小树林 同林是我师哥 侯庭这个乐呀 我这俩钱花的 凯川都问明白了 这是你师弟 同林说老哥您别忙 你再说一遍 把你刚才说着再说一遍 我得听明白了 从头又说一遍 说的还是那么样 傻小子别看嘴巴 他是实心眼 怎么来怎么去 各不巧不成书 十指望老师上到明师上 他到北京找我 没想到在太湖这碰上了 同林哈哈大笑我 不才我就是你师哥同林 哦 你就是同林 我说白虎老头 他没说瞎话 侯庭乐乐 没说瞎话 他就是同林 给你师哥见礼 大哥的趴在楼板上 咕咚咕咚给磕头 师哥在上 小弟于衡 给你磕头 起来起来 给这位老爷子磕头 是老爷子管我饭 厚了我的饭站 不是卫大的 这是我接拜的老哥哥 镇东霞 侯庭 侯老爷子 哦 老哥哥 老哥哥 软侯软臂一听干了 他随着同林叫哥哥 刚想到这儿 侯庭发话了 软侯软臂 在 还不给你师叔见礼吗 软侯软臂都五十多了 可信了这个别扭啊 那也没办法 师叔在上 我们哥俩给您见礼了 小子起来吧 软和软臂一听失授了 没办法 萝卜个儿小长得背上 别看他岁数跟俩小得多 他这背儿确实是师叔的背儿 还穿呢 既然你们师兄弟相逢 按说 应该让你们师兄弟 好好团聚团聚 盘缓盘缓 讲述一下 老师是怎么教的他能耐 奈何你我弟兄有事 不如这样 让他先回杭州 到杭州去找 金龙标局 金龙标局的有你二哥侯杰 让他安排傻小子 同林一听 好吧 师弟 那你就到杭州 杭州上天竹街 有一座金龙标局 到那找二侠子 咱们的二哥侯杰也就是了 那我可不去 本来这儿我就不认识 身上又没钱 跑不去找着你 你上哪儿我上哪儿 啊 这个 侯庭首点 您然一听 我们这可不是玩去 打这儿下的这饭庄子 顺着楼上下去 够奔巴巴里 太湖湖面 找着打鱼的船 让他宰着 咱们可要进太湖 太湖中山师子寨 不雅于虎穴龙潭 到那就是杀人的建厂 我带个傻小子干什么呀 稍微这么一犹豫 同林可看出来了 同林心了会儿 我老师剑客门徒 我这师弟能耐怎么样 倘若要跟我这能耐差不多 这是个绑屁 带着就带着吧 我说 于虎 师哥 你会什么呀 吃 真干脆 除了吃呢 不叫不醒 除了吃就是睡呀 老师除了这个 教你什么没有 老师教我多了 人家问哪样 老师教你兵刃拳脚 对 我会 会什么呀 就是这 说实话一伸手 把这储 顺着搭里 给掏出来了 拿手一钻这储 这手往胸前一摆 委托捧储 往这一亮眉架门 嘴里的个雾 闲着 嘟通 同类一看 会练储 达摩八世 起手势 就知道老师 教他这功夫小不了 再看他浑身上下 这皮肤 先操顶后操当 他浑身上下的横链 看得出来 自是练回这储 只许他打人 不许人打他 带着他万无一失 扑通没错 扑通他是力量大 一个人打仗 别人扑通就躺下 其实统领理会错了 他说的储 是他老师教的 他嘴里说扑通啊 是他本身会 他的水性太大 这一辈子 于衡跟人打仗 就仗这两条 汉路上头 就指着这个 一亮点架门 等着别人打 别人一跟他伸手 准趴去 水底下 谁也闹不过于衡 要不得叫刹海金牛呢 于衡嘴里说扑通 是说我会水 童笛没听明白 老哥哥 你看得出来 他浑身上下的皮肤 先操酒后操当 甭问 我的老师上老健客 给他练的是 横链 只许他打人 不许人打他 他亮这架门 于衡我也看出来了 是达姆巴 是头一式的棋手 对 带着他可是条绑费 既要这样 带着他一块金太湖 好啊 伙计过来 您看怎么样 亏我把他让您这桌吧 你倒对了 您瞧要不然 您怎么老几位 我听这意思 是在这巧遇吗 额外多给你赏钱就是 三桌并的一桌 侯庭一块负的账 酒足饭堡 银五个顺九楼下来 购分八倍里太湖湖影 不亮亮 水势滔天 同林见水就掩韵 呐 呐 老哥哥 这太湖中山石子寨前区要标 是陆战呐 还是水战呐 哈哈哈哈 先帝 自然是陆战 自有小渔船 把他 带到湖里边去 那里边有巡湖的楼楼兵 指引咱们方可进这座 太湖中山石子寨 贤弟料也无方 一看湖面之上 一行行一排排 渔船如已 侯庭站在湖旁 点手换之曰 渔家浙相来 不知哪一位撑团的 愿意辛苦一趟 将我们银五个送进湖中 全过来 刚才有三位进去了 两头挣钱 这是个肥缺 老爷子就你们五个吗 这太湖当中这样 有代王爷立的碑 可不许随便进 我们就是进湖要标 那您可得保护点我们 额外多给肚子 我们多给钱 大好啊 不为贪图您的银两 呆着也是呆着 你们一人几个上船吧 侯庭迈步就要上船 渔航伸手相来 哎老哥哥别忙 我说管船呆 哎大哥呆 你这船漏不漏啊 侯庭一听 怎么问出这么一句呢 船家忌讳漏我翻呢 这个字眼 没上人家船 怎么先问漏不漏 我说大哥的 你可真不会说话 你只管坐你的船 别多问 那不成 船万一要漏怎么办 累得我们几个人 跟你得施衣裳 他这话里有话 他掉的湖里的煤篓子 他认为就是施是衣裳 回头我还得把这拧干了 找地方晒去 我不愿意上水了去 这水太深 鱼不好猫 管船呆一听 巴巴里太湖里下去猫鱼去 我们天天撑船打鱼 还打不上来呢 闲得没事 才肚你们几个呢 这大哥子真能说笑话 你甭废话 你上来吧 哎呦我上去 哼 你上那头 你们四位都这头吧